第141章 眼前一黑 何彬彬还没弄明白的时候 突然就失宠了 明明是他最先认识的柳成瑜 怎么就被黄淑芬后来拘上了 要知道向雪那个小丫头 都没有超过他去呢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向雪扶着厨房门框 小声问 小嫂子 有啥需要 我帮忙的不 柳成瑜听见他的话 顾不上跟黄淑芬说话 赶紧回他 你可赶紧的上外边去吧 我昨天跟你说的白说是吧 昨天下午向雪 就去好家跟柳成瑜说了 今天要过来帮忙 柳成瑜当时脑袋摇得 根拨浪鼓似的 连声拒绝 她一个孕妇 还是好好歇着比较好 这点活柳成瑜一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向雪也知道 这人来人往的 她一个孕妇在这儿碍事 于是也没有强硬的要求干活 只是说 嫂子 把碗筷我给 我出去摆上 何萍萍在一边深吸一口气 扯起嘴角 朗声道 小夏 歇着去吧 咱们这么多人 还能连个碗筷都弄不好 你现在最重要 赶紧找个人 少的地方坐好 等着吃饭就成 都这么说 她只能空着手 从厨房离开 柳成瑜看了眼外边的人 看着三个 在墙根玩拍方堡的三个小子 皱着没问何萍萍 嫂子 这都要开饭了 孩子们怎么还没到 要是在外边 玩玩了时间 她赶紧让秦硕去喊人 何萍萍端着碗 刚要从厨房卖出去 听了这话 端着一筐子的碗停下 他们不来了 都在家吃了 再说了 一家来一个两个的大人 还不够可以的了 还托家带口的多不讲究 要是熟悉了还好 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不好意思 带家里的孩子 柳成瑜看着外边 两个年长的嫂子 叹了口气 你看咱们女人 桌家起来才几个人 一桌都坐不满 赶紧的下去 把孩子们都叫上来 在柳成瑜这儿 没有家里请客 不让孩子女人上桌的讲究 这个年代 带客除了富裕人家 一般家里做饭的女人 还有孩子 都在男人吃完饭之后再吃 柳成瑜可不愿意 吃人家巴拉剩下的饭菜 他们家也不是请两桌饭 就破产接不开锅了 在有限的条件里 柳成瑜会尽可能 让自己舒服点 和平并不愿意 别人家来小的就算了 他们家好春华 和好春明都多大了 再来就不好意思了 柳成瑜翻了个白眼 春明马上就要工作了 也该多见见父亲的朋友 今天咱们家请客 来的不是团长 就是副团长 还有秦淮景 手底下的几个营长排长 多好的机会啊 指不定谁家 他就有县里的门路 给咱们春明纸条名路 柳成瑜知道 最近因为好春明工作的事 和平平愁得成天成素 睡不着觉 柳成瑜见他神色动摇 再次加码 其实也没事 实在找不到工作 就让春明下乡试炼几年 和平平最怕儿子 想不开下乡了 听了他的话大惊失色 下乡干啥 他爹拼死拼活 从泥地里爬出来 哪能还回到泥地里的道理 你说的也有道理 咱们团里没准 真有深藏不露的人呢 咱们也不白占人家的便宜 想开之后 和平平把手里的碗框 一把塞给站在一边的黄淑芬 弟妹 你去白碗吧 我让我们家春明和春华 去喊孩子们过来吃饭 黄淑芬接过碗框 笑着说 嫂子 就不用喊我们家的皮猴子了 黄淑芬跟徐立公 一共三个孩子 一大一小两个闺女 中间加着一个儿子 大闺女上高中了 小闺女上小学 儿子上初中 老大在家 能给两个小的做饭 就没必要过来凑热闹了 柳淑芬笑了 怎么的 我说了嫂子 就没有说你是吧 柳淑芬一把抢过碗框子 冷笑 咋的 你们这是看不上我家的饭菜 非得等我三催五寝是吧 他记得还特意嘱咐过秦淮景 请人的时候 跟人家说清楚 带着媳妇孩子一块来 结果今天来的都是大人 居然一个孩子都没有 说完 也不等厨房里两人说话 转身朝外边走去 看见乖乖坐在小板凳上的橡雪 他没好气道 你也别做着了 回去把你家老三抱上 带着两个大的喊来一起吃饭 两个豆子大的孩子 放家里 让孩子自己弄饭吃 这些家长的心可真大 橡雪看小嫂子脸上不高兴 也不敢说啥 跟着何萍萍一块下去回家 喊孩子来吃饭 柳淑芬见他们都去喊孩子了 胸口的这口气才顺下来 他把碗框子端进堂屋 出去的时候 对门口嗑瓜子的两个嫂子说 嫂子 马上要吃饭了 赶紧回家领孩子去 两人你看我 我看你 见柳淑芬不是假客戚 笑着把瓜子装进口袋里 然后拍了拍手 连声道谢 堂屋里的两张桌子 已经摆满了菜 上菜的时候 他们看见这么丰盛的时候 就有些后悔 没带孩子过来了 脸面是重要 但是也重要不过孩子 哪个当妈的 不想自己孩子多吃两口肉啊 就算被男人数落 也没啥 看着两人走远了 他转身掀开帘子 探着脑袋 问里边砍大山的男人们 谁的家属孩子还没到 赶紧去喊 今天的饭菜管够啊 屋里的男人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一起看向秦淮景 秦淮景 看他干什么 难不成想要他去喊 听你们嫂子的 谁的家属还没来 赶紧喊去 三营长笑了 我们家的 估计喊去了 一排长 我倒是想喊呢 我家属可没随君 是啊 我家属回乡探亲了 也没在 这一圈问下来 何着能来的都来了 没来的不是来不了 就是回老家了 柳晨鱼点点头 然后指着四营营长笑着说 你媳妇在家坐月子 也吃不了辣的 我给你拿个一会儿 你看哪个菜不辣 就提前盛出来 吃饭之前 给你媳妇送回去 他听秦淮景说过 四营长家里也没来人 他媳妇坐月子这段时间 都是四营长伺候呢 对了 汤别带啊 虽然不辣 但是我放了白胡椒 我怕回奶 万一回奶了 这年代 奶粉又难弄 孩子就受罪了 四营长挠了挠下巴 一脸都不好意思 嫂子 我来之前 给我媳妇做好饭了 四营长真没想到 嫂子居然还惦记着 他坐月子的媳妇 柳晨鱼点点头 那有婚馨吗 四营长的媳妇 还有几天就出月子了 婚馨都能吃了 满眼透着清澈 又愚蠢的四营长 看向柳晨鱼 嫩嫩的说 我娘来电报说 坐月子不能吃婚馨 我给他煮了小米粥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他不吃婚馨 奶里能有营养吗 你给他盛点黄豆猪蹄 还有笋烧肉 再加上点青菜 就差不多了 说完 他回厨房去拿饭盒 四营长看着柳晨鱼 洒脱的背影 无助的看向秦淮景 团长 秦淮景 听你嫂子的 这点他也不懂 不过记在心里了 等柳晨鱼生孩子的时候 就能用上了 等四营长送饭回来 孩子们也到齐了 大家开动吃饭 向雪端着碗 坐在柳晨鱼左手边 小声说 嫂子 你看过两天就开学了 我们家大妮二妮 也得有个名字 你看这里取 两个名字呗 紧接着 他挺了挺圆滚滚的肚子 笑着说 还有这个 也一起取名 第142章 不约而同 泽泽 说的明明是中文 柳晨鱼掏了掏耳朵 他怎么就突然听不懂人话了 向雪见他没有反应 伸出胳膊肘处了处他 我就觉得 你说话有道理 婚姻也不错 怎么看有福气的很 你给我家孩子取名字 我放心 柳晨鱼这下听明白了 也沉默了 好家伙 你放心 他不放心啊 柳晨鱼顾不上吃饭 放下筷子 抬手挠了挠下巴 不是 我不识字啊 他的人设 是文盲来着呢 怎么能给别人取名字 难不成取铁蛋 二妞 七 向雪冷笑一声 你文盲 别以为秦团长都跟我们说了 你现在跟他学习呢 而且学习能力特别强 相信你 很快就能赶上小学进度了 柳晨鱼做了作牙花 秦淮锦这个大嘴巴 什么时候出去说的 他怎么不知道 他尴尬的笑笑 跟上进度 也就是个小学学历 给孩子取名字什么 你还是找个学问好的吧 我记得老大他们韩老师就是高中毕业 你拿上几个鸡蛋 去请他给取个名字 不挺好 柳晨鱼跟向雪的关系是不错 但是非亲非故的给人孩子取名字 他真的觉得不太好 向雪不乐意 他都多大了 没个对象也不结婚 哪有你有福气 小小年纪就找了个团长 家里的条件又好 秦硕三个孩子孝顺听话 他过几年等 秦家老三长大点 再生个一二半女的 这日子真是神仙 来了都不换 向雪同志 你的思想可不能这么狭隘 韩老师为教育事业奉献 就算不结婚也得尊重他 不过向雪对韩清禾有意见 倒是不好让他去找韩清禾 我觉得还是你跟马银长 一起商量他们三个的名字 你们是孩子的父母 给他们取个什么名都是对他们的爱 向雪见他确实不愿意 也没有勉强 只是听了他说的话 捂着小嘴笑了 啥爱不爱的 就盼着他们安生长大 别让我操心就成了 柳晨鱼 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 再正常不过了 到时候不让你操心 你还受不了呢 心满意足 秦怀景收拾完碗筷 趁着少苗写报告的时候 他拿起写字桌上自己做的教案 去孩子们屋里找柳晨鱼了 柳晨鱼正跟孩子们 换着看连环画 趴在床上 雪白的小脚一晃一晃地 连环画是 今天他们去县城在书店逃的 家里孩子多 柳晨鱼足足买了二十本 足够他们看上一段时间了 见秦怀景走进来 柳晨鱼抬头不解地看向他 没聊天 三水写报告呢 我过来教你认字 秦怀景一身酒气 坐到柳晨鱼身边 柳晨鱼被酒气熏了个正着 瞬间眼前一黑 伸手推了他一把 你去凳子上坐着 你这身酒味 能撂人一个跟头 秦怀景低头纹了纹身上 摇了摇头 看向柳晨鱼的眼神中 带着迷惑 没味儿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你猜于会不会嫌弃自己心气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 这人是喝了多少白酒 眼珠子都红了 居然还拿着教案 来教他认字 秦怀景解开风际扣 大腿已在写字桌上 唇角带着轻挑 眼神勾人的 看向柳晨鱼 过来 柳晨鱼瞪大眼睛 秦怀景这副顽固模样 直接震住他了 他飞快地眨了眨眼 生怕他看错了 确定这是秦怀景本人之后 柳晨鱼赶紧朝身后看去 见三个孩子 看书对看书 玩脚的玩脚 这次松了口气 他眼神里带了些兴奋 这样玩事不公模样的秦怀景 让柳晨鱼跃跃欲试 只是孩子们还在 他又不能做什么 这样的情况让他烦躁 他挠了挠头发 把柔顺的头发 揉得乱七八糟 与其不好地感人 生产队的驴都没有这么干活的 大佬也天黑了 我忙活了一天 也该睡觉了 其实今天并不累 这要是在他们屋 没有别人 说不定他现在 就骑他身上去了 还轮得着他 在那装模作样地勾搭他 他柳晨鱼是个 禁不住的人吗 也太笑看他了 秦怀景低笑出声 笑声摩耳 柳晨鱼瞬间汗毛 都竖起来了 妈的 男妖精啊 去去去 赶紧走 要睡觉了 柳晨鱼把手里的连环画队 在枕头边 翻了个身 面朝上拉了拉被子 他怕这男妖精 再在这这么发扫 他肯定会忍不住做点什么的 柳晨鱼这人轻重还是知道的 有些话可不好在孩子们面前说 干脆把人轰走 眼不见心不痒 秦怀景双腿交叉 柳晨鱼靠在桌子边上 手里的教案卷成卷 砰砰的敲打着写字桌 许久 见柳晨鱼不说话 他叹了口气 站直身子 带着笑说 那我洗个澡就睡了 你们也早点睡 秦硕从床上歪头出来 笑着跟秦怀景说 爸爸 等邵叔叔走了之后 你再带妈妈去你们屋学习啊 看连环画看得正高兴啊 谁愿意旁边 有一对一的诗声啊 教学声音一响起来 他都不想看连环画了 只觉得自己最大恶极 真是罪过啊 秦怀景 柳晨鱼忍不住捂着被子 噗哧噗哧的笑 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一样 秦怀景叹气 好好睡你的觉吧 说完 先请门帘进了堂屋 他板正了这么多年 好容易放肆了一次 成果可笑 洗完澡 躺在床上 秦怀景越想越可笑 晚上喝了不少酒 洗完澡出来也没喝水 他扭头看少苗已经睡时了 叹了口气 起身去堂屋倒口水喝 结果一掀门帘 就看见点脚出来的柳晨鱼 两人相视一眼 秦怀景笑笑 走到餐桌 便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水 我记得晚上的菜也咸啊 柳晨鱼做饭放眼少 吃着味道清淡 柳晨鱼扯了扯嘴角 是啊 架不住我吃得多啊 怎么 你这是酒喝多了烧的 秦怀景 他坐在凳子上 尴尬的点了点头 今天高兴 喝的是有点多了 这么多年 第一次他请战友来他的家里吃饭 看着柳晨鱼娇美的侧脸 他不止一次感慨过 取了他可能是他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两人一时相顾无言 喝完水杯里最后一杯水 柳晨鱼起身 走到西屋门口 秦怀景清了清嗓子 他扭声回头看去 十分钟后 两人坐在了招待所的单人床上 第143章 你再说一遍 招待所的房间 一股子说不出的味道 想到他之前住的阳城招待所 这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不过也正常 阳城到底是个事 而住地在乡下 这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环境不好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变环境 他看了眼秦怀景 没准备指使他 起身直接从房间出去 到了楼下的前台 这会儿已经半夜了 前台服务员 躺在前台下边的行军床上 正要进入梦乡 就听见脑袋上方 响起了一道 催命的声音 服务员 老神仙啊 咋睡个觉这么难 他憋着气一把薅开被子 他拉上拖鞋 抬头一看 瞬间被盛世美严攻击到 到嘴边的话赶紧咽了下去 他露出了一个 可以说是产妹的笑容 柳同志 还有事啊 他不产妹不行啊 万一情团媳妇不高兴了 竟然给他个被摔怎么办 他可没有钱贵分净摔 关键时刻 保命要紧 有蚊香吗 柳陈渝往后仰了仰脖子 整个人都像后倾 这小姑娘怎么回事啊 笑得一脸惊悚 别是睡迷惑了吧 服务员王冰愣了下 觉得自己脑子不好使了 转头看了眼墙上的月份牌 大年初二没错啊 柳同志 房间里有蚊子吗 嗯 有蚊子 特别大一只 不信你看 柳陈渝指了指脖子上的 一小块红色 你看看 我一上楼就被咬了 这个天儿楼上哪有蚊子 他就是想想 要个蚊香熏熏屋子 至于红色 是他们上楼之后 情怀紧缩的 这点就没必要跟小姑娘说了 王冰呆愣愣地点了点头 弯腰从柜子里 拿出了一盘蚊香 在中间戳了戳 盘着的蚊香分成了两份 柳同志 一盘够吗 柳陈渝伸手接过 笑着说 够了 谢谢 说完 他转山准备回到房间 王冰见他要走 赶紧喊住他 那个 柳同志等一下 嗯 王冰指了指他手里的蚊香 缩着脖子小声说 蚊香两分钱 柳陈渝愣了下 笑了 好 给你钱 从兜里掏了两分钱给王冰 他歪头笑着问他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您慢走 柳陈渝见确实没他的事了 拿着蚊香上楼 王冰见楼梯口没了人影 长出一口气 这柳同志长得是好看 人跟大院嫂子们 说的也不一样 但是他站在柳陈渝面前 不自觉的就是短了一口气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另一边柳陈渝上楼之后 进了房间 看着手里的蚊香愣住了 他忘记要养火了 秦怀锦看到他手里的蚊香 就知道 他肯定没拿养火 站起身从兜里 拿出一颗养火递给他 我这儿有 柳陈渝斜了他一眼 不是戒烟了 他们领证的第一天 男人就戒烟了 现在身上装着养火做什么 秦怀锦摸了摸鼻子 借了 这是老好塞给我的 你点吧 柳陈渝把养火和蚊香 全都递给秦怀锦 他用不好养火 每次点火都要浪费三分之一 秦怀锦把蚊香垫上 戳在桌子上的蚊香架上 紧接着 房间里的空气迅速凝结 秦怀锦滚了滚喉咙 还没来得及动作 就见柳陈渝直接两步走到他身前 点起脚一把拦住他的脖子 往下拉 然后 他就如愿地碰到了他温热的唇 食而兔累 食而含苞 游异的小鱼肆意妄为 他温柔耐心地陪着小鱼游躺 直到小鱼疲累 他抓住时机 反客为主 秦怀锦一把按住柳陈渝的后脖梗 将他往自己的方向收拢 另一只手 拖住他的风欲腹后 直接把人抱起 柳陈渝的双腿顺势而上 他不似刚才的温柔 此时的清静 变得狂风骤雨 只把娇花打得七零八落 零落成香 此时 他的好体力成全了两人放纵 出于僵邪 柳陈渝把下巴搭在男人的肩膀上 弹口轻气 微微喘气 泽泽 不管轻了几次 感觉酣畅淋漓 这方面 你还不错 柳陈渝趴在那 觉得他好歹地夸夸他 他声音慵懒 带着一股子满足 柳陈渝心里也叹气啊 真是换了个身体经不住事了 怎么一个轻轻就给他整得迷迷糊糊的 秦怀仅听了这话 心里一紧 把人扣得更紧了 然后二话不说的抱着人就往床上走 把他轻轻放在床上 不等反应 他直接按住他 紧接着吻向台风过境 一般向他扫去 柳陈渝仰头接受 不知道戳了他哪根筋了 这人突然发疯 不过他还是挺喜欢的 这么想着 他又顾忌重施 探到他早就惦记的地方了 这要是平时他这样做 早就被男人一把按住了 这人一直就是这样 只得喝汤一口肉不给吃 柳陈渝以为这次也一样 束缚之地解开之后他停下 等着他的手过来抓住他的小手 结果等了半分钟都不见男人的手 这下柳陈渝兴奋了 这是许了他 柳陈渝这么想着 他脑子里就炸开朵朵烟花 这个老古板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搞得他跟土著一样 不行他得给他更多才行 只不过他现在正忙着 想要干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捶了捶那人 下一秒 他的手就被按在了耳边 滚烫的热浪来到了他耳边 灼热的呼吸落下 柳陈渝打了个机灵 他没想到 这身体的通灵处也是耳朵 指一下 他浑身的力气都没了 直接软在他怀里 窗外的冷风 没能阻挡室内渐渐升起的温度 柳陈渝伸出手试探 只觉得这屋里干得要死 要不然他怎么有出气没进气 他只觉得 再这样下去 他可能活不过明天了 他放过了通灵之处 另一只手捏着柳陈渝捣乱的手 附上了他鲜长白皙的脖梗 男人的衣服之前 已经被捣乱的小手 拽得七零八落 这会儿看着整齐的他 他忍不住把人变成他的模样 这样那样一个小时之后 柳陈渝盖着秦怀锦的外套 带着满心遗憾三秒入睡 不怪他不讲究 实在是这人为 实太过厉害 手段评出 招式轮番 根本轮不着他出手 原本想象征性地表扬两句 结果就是 他已经无力气说话表扬他 直接睡了过去 秦怀锦坐在床边 低头看着他乖巧的睡颜 伸手摸了摸他烟红的眼尾 脑海里瞬间闪过 他是如何哭着求他放过 他攥紧拳头 控制自己不再去想 看了眼手表 这会儿已经快两点了 他捞起一床被子盖 在他们两个的身上 在他身边以着闭目养神 五点他们还得回家 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直到两人回家 家里的四个人都不知道 他们昨天晚上去招待所 过了一夜 正月十六 也就是明天家里的孩子 就要上学了 柳陈渝踩着缝纫机 给自己做备照 向雪靠在一边的墙上 手上织着毛衣 小嫂子 名字我取好了 你给我参谋一下吧 向雪到底是听了柳陈渝的 回去跟马鹏飞一起 商量四个孩子的名字 马鹏飞倒是在部队 上过高等扫盲学校 但向雪可是个彻底的文盲 最后 马鹏飞负责取 向雪负责参考 柳陈渝拿了条拉锁出来 把一边固定好 放下压角 转动转转 踩上踏板车了一个来回 然后顺着走线 说说我听听 你也知道我没文化 但是我们家老马还行 但是这取名字是真费劲 你看十几天 我们才选出来 老大就叫马飞雪 老二叫马飞霜 老三叫马飞雨 老四叫马飞云 蹦 鸡针打在金属锁头上 绷断了 柳陈渝顾不上手里的活 转身看向向雪 眼睛里都是震惊 他深吸一口气 问 老四叫什么 向雪看他脸色难看 还以为这几个名字不好呢 犹豫着又说了一遍 马飞云啊 这胎不管男女 他就准备生这最后一个了 马飞云 怎么能是马飞云呢 这不对啊 不应该啊 马飞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不成是同名同姓的 这会儿向雪还在自言自语 老马说了 老四不管是男孩 还是女孩叫马飞云都可以 哄 这话就跟天雷一样 劈在柳陈渝的脑门上 只把他劈得头昏脑胀 浑身颤抖 向雪被他的状态吓着了 赶紧喊隔壁的秦硕 老大 快去把你爸喊回来 你妈妈突然生病了 第144章 封批达人 秦硕正在屋里绞尽脑汁的琢磨 怎么跟妈妈说 休息一天去邮局打电话的事 就听到隔壁屋里 像一惊慌失措的声音 他把手里的书扔到一边 这书是他爸从学校买回来的 一到六年级全册 柳陈渝给了他四年级的课本 让他熟悉一下 咦 我妈妈怎么了 秦硕鞋都没穿好 跑过来的时候 一脸的紧张 向雪 我不知道啊 你去找你爸回来 让他带你妈妈去医院看看 柳陈渝脑子里一片混乱 头晕目眩的 这会儿耳朵里的轰鸣声减弱 他听见向雪的话 轻轻摆了摆手 老大 不用找你爸爸了 我没什么事 就突然滴血糖了 你去给我拿块糖就好了 秦硕一脸担心 妈妈 还是让爸爸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他从来没有见过柳陈渝 面色如此难看 他平时健康的红唇 这会儿一点血色都没有 脸更是苍白的吓人 柳陈渝摇了摇头 微微扯起嘴角 不用了 我自己的情况我知道 就是滴血糖 你再不去拿糖 我就要挂了 向雪 小嫂子 他这会儿 吓得抱着肚子贴在墙边 担忧地看着柳陈渝 柳陈渝伸手鲜白的手 轻轻摇摆 小雪 你先回家吧 我躺躺就好了 向雪皱眉 可是 你的脸色都难看成这样了 柳陈渝把腿上的被罩拿开 站起来的时候有些吃力 他扶了一把大腿 借力才站了起来 顾不上向雪 他缓缓地走到床边 慢慢躺下 秦硕看了眼柳陈渝 又看了眼向雪 见两人没说话 他转身去糖屋 给柳陈渝拿糖 向雪见人躺了下去 慢慢地挪到床边 小生说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去看看 刚刚他可是亲眼看见的 柳陈渝就这么一瞬间 脸色刷白 浑身颤抖 看着 就像突发疾病的模样 柳陈渝深吸一口气 看他吓得脸色也难看 温生道 有问题 我会第一时间去医院的 低血糖而已 不用大动干戈 柳陈渝这样说了两次 向雪看他躺下之后 脸色确实比刚才好了点 这才说 那成吧 我先不走呢 就在糖屋打毛衣 有啥事你就喊我 这会儿他可不敢回家 真要是回家了 这秦家就剩三个孩子 这哪成 正好秦硕把糖拿进屋 走到柳陈渝床边 把糖纸撕了 递到他嘴边 妈妈 我拿的大白拓 这是年前柳陈渝 给他们兄弟买的 代客的则是水果糖 柳陈渝把糖吃进嘴里之后 秦硕松了口气 转身出去 从糖屋拿了一张小板凳 坐在柳陈渝的床边 妈妈 你睡觉吧 我就在旁边 难受了你就喊我 我去喊爸爸 再难受说什么 他都要去找秦怀警 让爸爸送他去医院 柳陈渝看着床边的秦硕 眼睛一热 这一幕 多像他在医院 陪着秦硕时候的模样 可是这么好的孩子 柳陈渝心绪起伏 怕一会儿控制不住吓到孩子 把头歪到另一边 小声说 妈妈没什么事了 你去内屋好好看着地点 要不我不放心 可是 没事 吃了糖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他伸手指了指外边 跟你相仪说 让他家去吧 有什么事 你再坡上喊他 秦硕掘嘴 他不想走 乖 快去吧 我想睡会儿 柳陈渝从来没有这么跟他说过话 秦硕红着脸 虽然不情愿 但到底是点了头 把向雪劝走之后 秦硕拿着小板凳 坐在柳陈渝卧室门口 只要柳陈渝那边言语一声 他立马就能听到 秦灿和秦裕也知道柳陈渝不舒服了 各自拿着莲黄画 坐在餐桌边看书 不打扰大哥和柳陈渝 屋里的柳陈渝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脸色苍白 破碎感拉满 柳陈渝现在不是要碎了 而是已经碎了 他一直觉得 自己穿越到七十年代 已经够倒霉的了 怎么他是不够有钱 还是不够美 怎么就能突然让他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就算了 居然还有一个糟心的亲骂 这也就算了 毕竟他已经从贺家出来了 任凭刘芳怎么折腾 也跟他没关系了 眼瞅着书星日子就要来了 他躺了还没半个月 这个晴天霹雳 就打在他脑袋上了 是 他是爱看虐文怎么了 但是偶尔欢欢口味 也不至于遭天浅到 让他穿越吧 穿越就穿越 还穿越到一本书里 怎么呢 是看他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没错 刚刚向雪说完 他们家老四的名字之后 他瞬间就明白 他不是简单的穿越 而是穿到了一本书里 这是他穿越前几天 看过的一本年代文 主角就是一个叫 马飞云的君二代 他是如何联系上这本书的呢 原因就是 最后大反派陈玉死的时候 看着天空感慨 如果那个性情的来接他们 他跟哥哥们的人生 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 柳陈玉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这本书的男主死了 还是死在大反派陈玉的手里 陈玉最后是跟马飞云 同归于尽的 他在脑海里 疯狂地筛着本书的细节 想要从里边找出 一心半点的情怀景的痕迹 快速过滤信息 让柳陈玉脑袋疼 不过好在 他还挺喜欢大反派陈玉 所以 对于他说过的话 身边的人记得无比清晰 这一点也归功于他 穿越过来 还没有多长时间 好多东西都没有忘记 陈玉跟最好的朋友说过 他的父亲死在了那边的那场战争里 他还骂到过他的父亲 要不是他不检点 害死了老领导的女儿 他们陈家也不会受牵连 所以 陈玉口中的这个老领导的女儿 就是他了 原主在全文只有一句话 被弄死在床上 柳陈玉眼前一黑 他都能想到 原主死了之后 贺家会怎么对秦怀景 不会明白的针对他 但是他的前途也完蛋了 现在捋清楚 他跟秦怀景的结局 柳陈玉松了口气 原主死了他来了 两人的结局跟梳理完全不同了 只是想到三个孩子 柳陈玉呼吸一致 大反派陈玉 有两个兄弟 一个是淹死的 还有一个是疯子 重点是他决定 跟男主同归于境前 居然把他疯了的哥哥勒死了 柳陈玉想到这的时候 完全不能想象 现在这个臭美大辣椒 居然会是个死 也带着哥哥走得疯癖 原助理秦怀景死了之后 陈玉和哥哥被赶出陈家 从那天起 八岁的陈玉 一个人带着一个疯了的哥哥 开始了艰难的讨饭生活 也得亏他脑子灵活 十五岁就赚了第一桶金 然后凭借聪明的脑袋瓜 一路赚钱开公司 然后融资上市 他跟男主同归于境的时候 他公司市值超过百亿 至于男主跟陈玉 有什么过节 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吗 还真没有 对的 就是没有 陈玉一直针对男主 只是因为巧合之下知道了 他的父亲 是为了救男主父亲 被炸身亡的 要不说他是个封批呢 想法跟一般人都不同 他想的 不是如何利用这段关系 获得更大的利益 而是三番五次的针对男主 针对男主身边的所有人 一句话形容 无差别攻击 就连他活着没意思的时候 都要先带走他哥 后带走男主 怎么一个疯自了得呀 柳陈鱼揉了揉嗡嗡疼的脑瓜子 这小子这性格里的疯 不会以后一步顺心 就带走这一家子吧 第145章 在沉默中变态 柳陈鱼想着 现在秦玉臭美的模样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个臭美蛋 要是发疯带走一家子 他就让秦淮景 先把他带走算了 想来 现在跟书里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没死 还把三个孩子 弄到秦淮景身边了 秦说是落水了 但是他发现的 其实也就回来了 秦淮因为自责疯掉 只是嗓子受刺激 说不出话 老三秦玉 也没有来得及改性 依旧是那个 能坐着不站着 能躺着不坐着 能说一个字 绝对不说两个字的懒惑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说起来要说对不起的 还真就对不起 向雪一家子 原著中 马鹏飞一直给陈家寄钱 根本就不清楚 陈玉和陈灿的情况 等他知道的时候 儿子马云飞跟秦玉 已经命丧黄泉了 咱就说说 这都是什么事啊 陈家不是好东西 马鹏飞这个糊涂蛋 从这会儿就能看出来 就是委屈了三个孩子 还有马飞云 原助理 陈玉实在是太苦了 他先是失去了父亲 对于姥姥家 把他们轰出来的举动 母亲视若无睹 甚至看他们的眼神 都带着厌恶 他一个八岁的孩子 天知道是如何拉扯 一个疯了的哥哥的 后边即使他过得很好了 他也不快了 所以在知道 马云飞过的潇洒幸福的时候 他内心是痛苦的 不在痛苦中沉默 就在沉默中变态 他变得比他哥哥还疯 柳陈玉看书的时候 就心疼他 可能是因为 他有张好看的 惊天动地的脸蛋子 所以 作为一个读者 柳陈玉三观 跟着五观走了 柳陈玉胳膊搭在脑门上 双目无神地看着上边 他在思考 直到秦怀景回来 他都没缓过境 主要是他一想到 稳重贴心的秦术早腰 阳光开朗的秦灿风浪 揽祸情欲 会变成一个 无差别带人走的风批 他就头疼 对于三个孩子的教育 他是不想插手的 秦怀景一进门 就看见 守在卧室门口的秦朔 他看了眼 桌边的三个孩子 压低了声音问 妈妈不舒服 柳陈玉要是没事的话 从来不会耽误任何一餐饭 这个时间 家里的烟筒没有冒烟 秦怀景一进家属区就看到了 所以 他是小跑着回来的 进了堂屋 看着黏答答的三个孩子 更加确定了他心中的想法 柳陈玉肯定是不舒服了 三个孩子见他回来 齐齐松了口气 一口同声的喊 爸爸 秦朔撇嘴 爸爸你可算回来了 妈妈不舒服 还不让我去找你 天知道他这一下午 提心吊胆 怎么过来的 秦怀景脸一沉 皱着眉问 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 直接去找我 秦朔使劲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秦怀景从兜里掏出粮票 还有毛票 递给儿子 你跟老二一起去食堂打点饭菜 想吃什么打什么 说完 掀开门帘进了卧室 卧室里一片漆黑 秦怀景扯了扯门口的灯绳 昏黄的灯光 瞬间洒满了整间屋子 他往里走了两步 然后就看到柳陈玉虚弱的模样 秦怀景心吓一颈 三步坐两步来到床前 蹲下身子 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没有发烧 秦怀景松了口气 然后试探着问 去医院吧 他这个模样 实在不是没事的样子 柳陈玉刚刚就听到 他跟孩子们说话 这会儿他进屋了 他睁开眼 轻轻摇了摇头 没啥事 我就是吓的 秦怀景疑惑 他当时不是在做背照吗 怎么就吓着了 柳陈玉也没让他想太久 身体还是不好 最初是滴血糖 后来老大给了我一块奶糖 吃了就好多了 那吓着柳陈玉撇嘴 做了个噩梦 他可没准备 把这事憋在心里 一个人心里藏着一件 不能说的秘密心理压力 对他来说刚刚好 至于三个孩子这么大的事 还是交给他们 轻爹操心去吧 秦怀景没有因为一个噩梦 就不重视 而是站起来 坐在床边 把人从被窝里捞起来 抱在怀里 他低头看着他光滑的额头 小声问 能说说吗 柳陈玉点了点头 把自己梦里的情景 跟他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的时候 他眼眶都红了 你说 这是不是老天爷 给我的预兆 秦怀景听着他的话 随着他越说越多 眼神中默色翻涌 愈发澎湃 听到他这么问 瞬间收敛 声音温和地安慰他 是老天爷心疼你 才给你的浴室 他已经把整件事情 串联起来了 也清楚 这可能就是事情 发展的另一种方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时间的节点 鬼道突然就变了 他低头清了清他的发顶 眼中巨石化不开的浓雾 是了 他来了 至于他是谁 他不在乎 要不是他 他们爷们的路 就会跟他的梦一样 他抱紧了怀中的人 语气坚定 放心 他们三个我会盯紧 到了岁数 就给他们扔到军营里 他就不信 每天累得臭死 老三还有精力搞事情 柳晨鱼 军队是你们家的托儿所吗 什么臭鱼烂虾都收 秦淮景低效 自然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收 所以从明天开始 他们早晨起来 就跟着我一起跑操 每天把他们的精力耗完 要是还有精力 那晚上再加一个碗操 反正不会让他们闲着 原来是柳晨鱼 把心中所想给说了出来 柳晨鱼听了这话 立马从他怀里弹起来 看着秦淮景的眼神里 满满的惊悚 这是什么人间活颜王 那个老三是不是太小了 老大老二锻炼锻炼也好 老三是不是太小了点 他走路都费劲 别跑两步摔一个跟头 秦淮景看他这么激动 看着空荡荡的怀抱 伸手把人又懒了回来 三周岁了不小了 你就是太心疼他了 他一个大小子 又馋又懒 还臭美不像话 修理几次就好了 这个刺头 他会重点照顾的 柳晨鱼在心里 给三兄弟点了灯蜡烛 未来的日子多多保重吧 果然秦淮景说话算话 第二六点就把三兄弟薅了起来 秦淮景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出来做什么 然后他就看见他爸爸 一手滴溜着老三 一手捏着老二的耳朵 从堂屋走出来 这阵仗吓得秦淮景立马不困了 眼睛瞪得溜圆 秦淮景把两个倒霉儿子扔在地上 进屋拿出了一条他不用了的武装袋 朝着地上那个还睡得懒货 就是一皮带 只听老三嗷一声 从地上捂着屁股窜起来 然后嘴里说着一些 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秦淮 虽然听不懂 但直接这小子骂得一定很脏 秦淮一看老爹来真的 赶紧扣了扣眼角的眼屎 站得笔直 秦淮景还在那儿哀悠哀悠地喊 秦淮景上手又是一皮带 他用的都是寸劲 不会把人打坏 但是皮子会很疼 还好桑不 秦淮不敢嚎叫了 摇了摇小脑袋 倒腾着两条小短腿 站二哥身边抽搭着抹眼泪 秦淮景冷哼一声 这不是动作很利索吗 这小子就是欠收拾 看来他平时就是纯懒 我昨天晚上就通知你们了 今天六点半起床跑操 六点收拾军容军帽 你们今天非常不合格 爸爸 秦淮景一个眼封扫过去 直接把秦淮还想说的话 堵在嘴巴里 发言之前喊什么 秦淮景深吸一口气 大声道 报告 秦淮景点头 说 我们还没吃饭呢 他以为昨天晚上 爸爸跟他们开玩笑的 没想到今天早晨天不亮 就被喊起来了 一晚上过去了 他早就饿了 真是一点都不想动 秦淮景冷哼 营地里的士兵 都是跑完操才吃饭 你们也一样 说完 他拿着武装袋 在左手上拍了拍 你们要记住 这是通知 不是跟你们商量 好了 立正 少谢 跑不走 话音落地 秦淮景不敢耽误 赶紧跑了起来 秦淮景就在他们身边 他生怕武装带下一秒 就抽到他身上 他细皮嫩肉的 可禁不住这个 还是揍皮操肉厚的老三吧 第146章 怎么是你啊 第一天的训练 以秦淮背上挨了三下皮带 哭得喘不过气的老三结束 三个小子 拖着灌了签一样的腿 回到家 看见桌上的小米粥 和二合面馒头 眼睛都亮了 秦淮把老三放在地上 跟着秦灿 赶紧洗漱吃饭 原本哭得死去活来的老三 这会儿就跟不累一样 倒腾两条小短腿 一把抱住柳成鱼的大腿 不等柳成鱼说话 熬一声哭了出来 柳成鱼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这阵仗不知道的 又放了几块红薯 掀开一点锅盖 确定不会溢出来 他才回屋看书 他得加快学习的速度了 要不然再让秦淮景 拿着那本教案教下去 他以后再也没办法 指示老师这个职业了 进屋拿书的时候 看见窗户下边的写字桌 脑海里瞬间想起 他一条腿搭在上边 那人为所欲为的情景了 脸皮一向很厚的柳成鱼 第一次忍不住红了脸 生气地把那本惹祸的教案 扔到一边 拿起二年级的语文课本 半躺到床上 快速地翻阅 拼音表面上已经学完了 他现在学习的都是基础汉字 之前更让秦淮景教他 柳成鱼心里就没憋着好屁 这会儿放屁砸了脚后跟 他得赶紧调整一下 别大餐还没吃到口 就被那人的花样给搞死了 秦淮景带着三个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五年级的课本了 低头看着刚好没有一滴眼泪的情欲 柳成鱼揉了揉太阳穴 你小子还是不累 真当他不知道呢 小孩子的小肌肉离心脏更近 基本上全身都靠有氧系统在运作 要知道有研究表明 小孩子的抗疲劳能力 堪比铁人三项的选手 而且小孩子的恢复能力 比专业的运动员更快 当然了 因为他们无氧系统没有发育好 一旦累过头 立马就会生病 柳成鱼看着秦淮还有镜头装哭 就知道秦淮景是踩着几个孩子的 接受能力训练他们的 老三的哭声一顿 一手抱着柳成鱼的大腿不松 另一只手向睁性的抹了抹眼睛 妈 你是我亲妈 你管管爸爸吧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看我多可怜啊 谁家小孩跟我似的 每天起的笔记早 睡得比狗晚 噼里啪啦说了一通 秦淮就等着柳成鱼心疼他 臭骂他爸爸一顿了 别以为他不知道 他们家谁说话 都没有妈妈说话好使 爸爸得听妈妈的 然而 他闭着眼睛等了半天 柳成鱼都没说话 不仅妈妈没说话 屋里的别人也没说话 他撅着嘴睁开眼一看 或 摇着头一脸的幸灾乐祸 老三 合着你 也是能说这么一场窗话的啊 平时一个字两个字的蹦 是他们不配是吧 秦说气的都顾不上吃饭了 你个臭小子 以后要是不把话说明白 你看我还帮你做事不 秦灿 秦灿说不出来 但是狠狠地点头表示同意 秦淮景虽然没说话 但是擦手的动作 能看出来 比平常多了两分力道 柳成鱼更是哭笑不得 他知道这小子懒 但没想到这么懒 这一串话说下来 不是很利索吗 也是 怎么也是袁叔的大反派啊 总不能是个结巴或者哑巴吧 秦淮小鼻子哼哼了两声 他才不管他们怎么想呢 只要妈妈护着他 到时候还怕大哥二哥不替他干活 可惜 他的美梦还没开始做 就破碎了 柳成鱼拎着他的领子 冷笑 我看以后老三还是家练吧 他看了眼气鼓鼓的秦朔和秦灿 你们俩训练完 还要去上学 老三不用 不训练也是淘气 秦淮 他震惊地看着柳成鱼 不敢置信的模样 逗笑了本来冷着脸的柳成鱼 怎么 你也觉得我的建议太棒了是不是 秦淮使劲摇头 生怕晚了一点 他爸爸就同意了这个建议 他一脸崩溃 眼泪瞬间充满眼眶 妈妈 难道我不是你做最喜欢的孩子了 柳成鱼笑了 谁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孩子了 秦淮揉了揉眼睛 一脸正经地说 漂亮鞋子 漂亮衣服 都是妈妈买的 就连他的小辈子 都比哥哥多一个 柳成鱼无语 这孩子真行 脑回路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 你有的 两个哥哥都有 你没有的哥哥也没有 所以 没有什么最不最喜欢的 他看了眼一边闷头喝粥 但竖着耳朵听的两个小子 笑了 我的喜欢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自己喜欢自己 讨好心人格的人 很痛苦的 好了 不要在这唱大戏了 赶紧吃饭 爸爸要去上班 吃了饭 咱们还得去送两个哥哥 柳成鱼原本想带着秦灿去京城一趟的 没趣是因为贺世昌介绍的大夫跟他们说 他们干预 其实也没有什么成效 只能是秦灿自己想开 至于什么时候想开 那就是 他自己的事了 既然不用去京城 两个孩子也该去学校了 秦宇一听这个 身上的肉也不疼了 也不觉得累了 他爬上凳子 稳稳地坐在那 等着爸爸给他盛粥 谢谢爸爸 多要点红薯 秦怀紧拿着勺子的手 哆嗦了两下 把勺子里仅有的一块红薯掉下去 他只当没看见 把勺子里的粥承到碗里 放在秦灿面前 吃饭吧 活祖宗 吃完饭 柳晨鱼把两个小子的书包 换成军用胯包 这是秦怀紧发的 他用不上就给两个小子了 秦硕看着崭新的军胯包 嘴角的笑都压不住了 妈妈 能给我做一身军装吗 要跟爸爸的一样威武 柳晨鱼把水壶 塞在他们各自的书包里 听了这话 隔着窗子问 外边刷碗的秦怀紧 秦怀紧 你有没有穿不了的军装啊 之前柳晨鱼看好春华穿了一身 特别好看 就想着给三个孩子也弄一身 只是这会儿 军绿色的布料太抢手 之前他去军人服务社 抢了两次都没抢到 秦怀紧的衣服 一直是他自己收拾 他的衣柜晨鱼没打开过 还真不知道 这人有没有穿不了的就军装 秦怀紧洗完最后一个碗 端着水盆来到窗户前 笑着说 我一会儿给你拿出来 他有两套袖口裤脚 都磨烂了的军装 给孩子们改改正好 柳晨鱼得了秦怀紧的话 朝秦硕扬了扬下吧 听见你爸的话了 你们在学校表现好的话 我就加加班这几天 给你们做出来 要是表现不好的话 秦硕赶紧到 妈妈 不着急的 你别累着 他知道 妈妈现在正在学习 这多累啊 他只要能穿上就成 真没有这么着急 千万别把人累坏了才好 至于表现好不好 他尽量不让老二在学校打架 哎呦 这是谁家的贴心小裤衩呀 哦 原来是他家的 柳晨鱼这会儿 才体会到养成的快乐 也算明白 为什么上辈子这么多人 搞养成系明星了 嘖嘖 这该死的成就感 哈 秦怀锦找出衣裳来 放在缝纫机上 就去营地了 柳晨鱼看了严手表 是时候送他们去学校了 他带着三个 穿着新衣上新书包的小子 走在大院里 还是很震撼的 大家都知道 他对孩子好 但是有些人毕竟没见过 这会儿看三个孩子上学 居然还有新衣上穿 才知道所言非虚 柳晨鱼领着三个孩子 先把秦灿送到教室 跟他的班主任 聊了他的情况之后 才带着秦朔秦玉 来到三年级 第147章 睡不着 一点都睡不着 秦朔摸着书包 跑在柳晨鱼前面 到教室的时候 他的班主任 韩清禾正 安排孩子们打扫卫生 韩清禾看见秦朔的时候 眼睛一亮 笑着走下讲台 秦朔同学 看来你恢复得很好啊 比那天稍得迷糊的模样 好了太多 都能跑能跳了 是啊 我妈妈照顾得好 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其实还是有些咳嗽 但是 只要不做剧烈运动就没事 但是秦朔着急跟人炫耀柳晨鱼 韩清禾一直笑着的脸 听了秦朔的话 僵硬了一瞬 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 你爸爸在后边 他歪头朝院子里看去 然后就见到了 领着秦朔弟弟的柳晨鱼 没看见想见到的人 韩清禾脸上的笑容淡了些 等柳晨鱼到跟前 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韩清禾笑着问 怎么今天秦团长 没有来送孩子 柳晨鱼伸手摸了摸秦玉的脑袋 温柔地回道 我送也是一样的 韩清禾脸上的笑容又淡了些 那秦朔同学可以进教室了 咱们一会儿发新书 柳晨鱼觉得好笑 之前他还觉得 这个班主任还不错 没想到 他是存着这样的心思 多可笑啊 一个二婚带三个孩子的男人 还挺抢手 他是权衡利弊之下 选择的秦怀景 再加上这人 长得确实在他的点上 韩清禾一个高中毕业的老师 到底看上秦怀景什么了 秦说大了 不需要再跟班主任嘱咐 柳晨鱼跟韩清禾打了个招呼 就回家了 晚上他一条腿踩在秦怀景的肩膀上 突然想起这件事 脚上用了力 把这人的脑袋向后踹去 先等等 我有话说 秦怀景抬头舔了舔唇 看着他迷蒙的眼睛 满头问号 不是 干正事呢 非得这会儿说不行吗 他都这样了 他看着他一副不听不给的模样 就知道 今天不让他说 刚刚的事 算是进行不下去了 他往前屈膝 把两条腿架在胳膊上 深吸一口气道 你说 我听着 柳晨鱼这会儿 不上不下的也难受 但是想到白天发生的事 他还是缓了口气 韩清禾想给你儿子当后妈 秦怀景伸手 葫芦了一把头发 一脸猛 谁啊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韩老师 这么一说 秦怀景就知道了 哦 老大的班主任 他怎么了 老大今天惹事了 不应该啊 他们家老大 是三个孩子里最稳重的 开学第一天惹事的可能性不大 什么呀 人家想给你儿子当后妈 柳晨鱼笑了笑 胆慨道 其实也不错 他有工作 对秦说我看也不赖 因为一个军官 一个老师还挺相配 我觉得 他嘴里的话还没说完 惊涛骇浪席卷来 转眼他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到他喘不过气 这人又继续之前的活迹 直接把他炸的眼貌精心 浑身湿透 柳晨鱼抓着他精短的发 直接泛白 想要捶他两下胳膊 又一点劲都用不上 没办法 他只能用不算闲的嘴巴骂他 秦怀吉你是狗吗 他都不敢想象 现在大腿内侧 会是怎么一片灾难现场 原本以为前面几次的他 已经耗尽毕生所学讨好他了 结果今天又给了他全新的感觉 柳晨鱼话还没说完 回答他的 就是他尖有力的胳膊 掐着他的腰 直接翻了个个 啊 然后他的脸就埋在了枕头里 呼声被淹没 这人的攻势更猛烈 柳晨鱼哆嗦了一次又一次 他跟一条咸鱼一样 被他翻来覆去的折腾 结束的时候 柳晨鱼手指都懒得动了 秦怀吉 有本事针刀针目仓的来 玩花活算什么本事 他强称精神说完这句话 立马睡死过去 秦怀吉起身倒水 给他收拾干净之后 又出去洗了个冷水走 等他进屋温度上来之后 掀开被子 一把将人搂进怀里 下巴低着他的额头 眼中默色弥漫 他想要的快乐他给了 他怎么能笑着说出那样的话 这人把他吃干抹净 净化版就想扔了 也要看他同不同意 韩清合适吧 他记住了 这一晚秦怀吉没睡 就这么看着柳晨鱼 当天柳晨鱼睡到上午 起来之后 按照秦怀吉的字条 去徐团长家 把老三接回来 黄书芬看着柳晨鱼面 若桃花的模样 笑着打去了两句 就把人放走了 柳晨鱼从徐家出来 心里暗骂秦怀吉 这人没上针招 就给他弄了个小死 这要针刀针木苍 上阵的时候 他这小体格子 真能受得了吗 不过 他这人最是争强好胜 在这事儿上 他一个新时代的 居然输给一个老古董 这像话吗 说出去 都丢穿悦者的脸 不行 他得让这大蝉小子 见见世面 结果晚上 他还没让这人见世面 这人就给他扔下一个大雷 你说什么 他攥起拳头 狠狠锤在男人的胸肌上 怦怦直响 秦怀锦一脸冷然 你都要跑了 我再不做点什么 喜欢只是一种情绪 他可能是崇拜你 可能是喜欢你的身份 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咱们 真没必要毁人虔诚 好家伙 他不愿意争 还是他得错了 天底下男人多的是 他能喜欢你 也能喜欢别人 柳晨鱼自责 昨天的事儿怪我 是我嘴欠 万一人家只是对你有好感 但没想给你三个儿子 当后妈呢 他皱着眉 我承认你是条件不错 但也不是 是个人都尚感着当后妈的 秦怀锦脸色更是难看 他红着眼看向他 声音紧绷 是 我是二婚 我有三个孩子 我就不配不应该 找个心意相通的人过日子 柳晨鱼愣住 手足无措的看着秦怀锦 哎呀 你别这样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是也夸你了吗 你条件好啊 这个是事实啊 除了要当后妈一点不好 跟着秦怀锦 每个月今天都花不完 就算再养两个孩子 都够够的 这是他用命拼来的 他生活的再好点 也是应该的 就算他跟他不结婚 过两年 组织上要是对他为 以重任 也会给他介绍个各方面都拔尖的女同志的 条件好有什么用 你不是成天想的跑 秦怀锦红着眼 低下头声音中满是颓然 柳晨鱼挠了脑脑袋 我是说 没必要给他调到村小 你要是真隔应咱们活动活动 给他弄到公社里 县里 或者省城军区子弟小学 不就得了 这样也算变相高升了 韩清禾就算在这儿干十年 也不见准能进省军区子弟小学 毁人虔诚的事儿真不能做 秦怀锦 那有什么用 你不还是想跑 柳晨鱼一噎 也恼了 以前只有别人哄他的份 求着他睡的份 哪有秦怀锦这样的 半个月了 哪哪都探索了 灵门一脚死活都不给他 这是人吗 秦怀锦 你别得寸进尺啊 是你的烂桃花 我这想解决的办法 你非得抓着我不放肝吗 第148章 耳边封 秦怀锦 你别得寸进尺啊 是你的烂桃花 我这想解决的办法 你非得抓着我不放肝吗 吼完之后 柳晨鱼心里也后悔了 要说柳晨鱼真想跟秦怀锦离婚 那肯定不可能 他敢说 离婚之后 贺家立马就会知道 贺世昌说不定就要把他弄回京城 在京城可不是什么好事 身边随时跟着一个神经病脑子拎不清的亲妈 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还有一点 他现在肉还没吃到嘴里 还不想走啊 原本他是在想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人突然给他来这么一下子 他一时半会儿都没反应过来 看着这样颓然的秦怀锦 柳晨鱼只觉得心情沉重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冷静沉着 意气风发 你不要这样 我跟你解释过了的 柳晨鱼耐下性子解释 你看 我昨天就是这么一说 你也知道我是嘴快 其实心里没这个意思 他叹了口气 从被窝里坐起来 上前拉住他的手 我要是想走 你调走他就能解决了吗 我这么生气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 我们不应该影响别人的人生 另一个 则是 韩清禾值得你违背原则吗 他去学校找校长 校长只会跟韩清禾谈话 让他注意点 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 把韩清禾调到村小 这就需要秦淮景找人了 秦淮景敏纯不说话 柳晨鱼见他不说话 垂下头 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他长这么大 只有别人哄着他的份 他哪哄过人 来到这边之后 贺世昌因为亏欠也好 因为其他也好 他的要求那人 没有不答应的 跟秦淮景来到这边结婚之后 秦淮景对他算得上千一百顺了 他都看在眼里 但是他真不知道如何哄他了 柳晨鱼知道他为什么成天怕他跑了 他也不想想 两人这八经领了结婚证的 他跑能跑哪去 而且他们之前不是聊过了 好好放下心磨合吗 怎么他还是这么不安 你看这样成吗 我去找徐伯母 让他脱省城的朋友 给韩老师介绍几个条件好的对象 这样他挑花眼之后 肯定把你望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 他估计自己来之前 韩清禾就看上秦淮景了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行动 这个他就不清楚了 再说了 人家也没表现出什么 他们着急忙慌地收拾人家干嘛 是他敏锐地发现这件事 但不是为了把他的前途给毁了呀 你知道 女孩子上学是多难的事吗 更别说上到高中了 柳晨鱼躺下 靠在枕头上 声音飘渺 马鹏飞家条件不错吧 最开始 还不是没准备让闺女上学 更别说韩清禾家了 他听说 韩清禾是春兮大队的 家境很普通 他能坚持到现在不结婚 跟他在子弟小学工作 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现在都说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但是有多少地方 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这个世道本就对女人格外的严苛 想要女人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文化高能侍奉公婆 最好再有个正式工作 就更好了 可是这样的男人 世上有几个 在他看来 下坡的和平平 做的就已经很好了 除了文化不高 几乎没有缺点 你应该外边的人 都在夸我有福气了吧 秦淮紧编点头 他是听郝山河和徐立功说过 但是他心里却嗤之以鼻 有福气的明明是他 这帮人懂什么 当然了 他媳妇也不需要那些草老爷们懂 他懂就行了 柳成瑜知道 这人还不高兴 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我的家庭条件 大家就算不是很清楚 也知道 我家里对我是很不错的 毕竟一千块钱的嫁妆 还有自行车在那摆着 他们否认不了 他长得不说倾国倾城吧 但也是人群里拔尖的那个 就这样有钱有貌 还是投婚的他 嫁给秦淮紧这些人 都觉得他是在享福 那些人怎么说的来着 柳成瑜要不是娘家顶用 长得还不错 就他那个文盲 凭什么嫁给秦淮紧享福 多可笑啊 当你有钱有貌的时候 他们会说你没文化 当你有文化有钱的时候 他们嫌你长得丑 当你有文化长得好看的时候 他们会说 你是为了钱 才跟了秦淮紧的 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秦淮紧在这些人眼中 就算离婚有三个孩子 都不算是缺点 以后三个孩子 都可以扔到部队里 进了部队有津贴 就不需要花家里的钱了 再加上秦淮紧津贴高 长得好 这么年轻 就是团长前途光明 钱全貌他都极其了 二婚有娃这个缺点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嗨 他感慨 这些有什么用吗 他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 不过聊胜于无吧 所以 他得赶紧去把学业证书搞定 我这样的条件 还要被人挑减 你说他有多不容易 他没想一下说服秦淮紧 只是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 他其实不清楚 夫妻应该如何相处 但是多沟通 总是没问题的 秦淮紧没说话 他怕这话说出来 柳辰瑜会垂死他 在他心里 他就是最好的 韩清禾好不好 他不允许 他还是不说话 但是伸出手 把人搂在怀里 难得这天晚上睡了个宿的 柳辰瑜哪知道 这人怎么想的 他不说话 他还以为是自己没劝动了 哎 算了他尽力了 这人要是还是不高兴 就不高兴吧 过几天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 秦淮紧离开的时候 柳辰瑜还在睡觉 他带着三个孩子 赵就出去训练 等训练完成 把孩子送回来 饭都没吃 直接去了营地 如此两天之后 柳辰瑜就算心再打 也知道 又是柳辰瑜跟三个孩子 秦淮看了眼柳辰瑜 又看了眼秦淮紧空出的位子 叹了口气 他爹到底在干什么呀 妈妈 爸爸今天还不回来吗 是的 昨天晚上的秦淮紧 没回家睡 柳辰瑜 谁知道他呢 他还一脑门子雾水呢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人气性这么大 秦淮无奈了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想劝都没法劝 他爹也是 怎么能让女孩子生气呢 等他回来 他得好好跟老爹说说这事 随后秦淮想起 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满脸遗憾的对柳辰瑜道 妈妈 我换班主任了 柳辰瑜吃着馒头的手一顿 抬头看他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反正韩老师走的时候 脸色难看 秦淮其实跟韩老师没什么感情 只是他之前落水 韩老师跟着跑前跑后的 他对他有些感激 现在韩老师走了 他也没有难过的情绪 柳辰瑜皱眉 合着他跟秦淮紧说的话 都是耳边风 第149章 最后一次 秦淮景在宿舍窝了一宿 就受不了了 吃了晚上饭 掐着点回的家 结果他刚进屋 一束强光就静直照 在他的脖子上 怎么 还知道回家 怎么不继续住宿舍了 秦淮景见他没睡 只能拉开灯 他脱下军装外套 去堂屋拿水壶 倒了盆热水 一边洗脸一边问 怎么还没睡 平常八点半 柳辰瑜都睡着了 早知道他再晚点回来了 柳辰瑜冷笑 我睡着了 怎么欣赏 你狗狗碎碎的身姿啊 秦淮景 倒也没有狗狗碎碎 他擦了手 洗了脚准备上床 昨天在宿舍 身边没有柳辰瑜他 怎么也睡不着 你先站在那别动 等我问完话的 秦淮景刚脱下裤子 一手抓着裤子 一脸猛地看着柳辰瑜 我怎么了 他承认自己是矫情了一下 这不是也惩罚他了 他这两天吃不好睡不好 还担心三个臭小子气他 柳辰瑜冷哼一声 抱起胳膊 坐直了看着他 就把人给调走了 你儿子说了 今天韩清禾走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他都不能想象 韩清禾从子弟小学 回到村小之后 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失去了子弟小学老师的光环 也不知道 他还能不能自己选择对象了 秦淮景 他把刚脱下的裤子又穿上 系上武装袋之后 站在地上抿唇看着他 我还是回应的睡吧 柳辰瑜皱眉 秦淮景 今天你走出这个门 你不要后悔 他是不明白 两人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就算把人调走了 他只要跟他承认错误 他再舍着脸皮 去找于师长这事 总能弥补回来 可现在这人是什么态度 秦淮景听了这话 眼神瞬间犀利 你想做什么 难不成就因为一个韩清禾 柳辰瑜就要跟他离婚 他是不会同意的 他现在只觉得 韩清禾掉的还是不够远 最后这辈子 都不要出现在他们一家子面前 你说我做什么 我把你三个儿子打包卖掉 他气死了 但是想到之前 他说给这人换个媳妇 他就发疯的模样 到了嘴边的离婚二字 又咽了回去 改为这个 三兄弟 哼 仗着我们不敢发疯是吧 秦淮景松了口气 不是离婚就好 我知道 你就算抛弃我 也不会把三个孩子怎么样的 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柳辰瑜咬牙 那你倒是跟我说清楚啊 一言不合就跑 秦淮景你 还是个男人吗 有错误还不认 他是想把他气死 秦淮景叹气 我都按照你的意思 把人调到省军区子弟小学了 难不成他的脸色 心情也要我负责 他们的婚姻最开始不够美好 但现在两人的关系 是他求来的 他不想因为外人跟他吵架 他想出去冷静冷静 他又不肯 秦淮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柳辰瑜听到他的话 一肚子的气 瞬间消失无踪 省军区 秦淮景见他满脸疑惑 撑了 撑裤子坐在床上 老大没跟你说 柳辰瑜 好吗 这下乌龙了 他满脸嫌弃的看着秦淮景 你也不想想 他屁大个孩子 韩清禾怎么可能跟他说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至于脸色难看 柳辰瑜也猜了得差不离 估计是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心里忐忑 知道这人是按照自己的提议去做的 柳辰瑜瞬间开心了 脸上的表情瞬间转换 满脸称怪道 你这人也是 你直接回来 告诉我不就成了 秦淮景已经习惯了 他这跳跃性的思维 无奈的耸奸 可是 我还是把他调走了 柳辰瑜说的是 实在不行 就把人调到省城去 当然 秦淮景确实忍不了一点 威胁他们婚姻存在的因素 第二天起来 就去办这事了 好在省子弟小学那边速度也快 当天就掉铃就下去了 这不 明天就看不见韩清禾了 柳辰瑜无语 这人原来是怕他骂他 才不敢回家的 不管什么时候 这都是你的家 万事我们一起商量 没必要躲出去 秦淮景也知道 自己办了件蠢事 看柳辰瑜给他台阶下 连忙从上边咕噜下来 他讨好的笑笑 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媳妇你别跟我一般计较 柳辰瑜斜了他一眼 哼 也就是 我宰相肚里能撑船 不跟你一般计较 但这是最后一次了 下次你再这样 你就等着打光棍吧你 他这话说的痛快 但是说完就后悔了 果然他看向秦淮景 这人的眼睛又红了 不等他说话 这人就扑了上来 柳辰瑜吓得往后退 但是他就坐在枕头前边 再往后就是床帮了 简直是退无可退 想到前两天 他半途跟秦淮景说 换个媳妇之后 这人发疯的折磨他 柳辰瑜头皮直发麻 真是不长记性 怎么什么话都敢说 明知道这是他的心窝子 昨天在营地没睡好吧 今天还是好好睡觉吧 你说是不是 柳辰瑜集中生智 尴尬的笑着对男人说 秦淮景咬牙切齿的扑过来 声音阴雅 柳辰瑜 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 然后他一把扯过柳辰瑜的腿 将人放平 柳辰瑜惊呼一声 秦淮景我困了 杀红了眼的男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低着头道 你睡你的 我忙我的 柳辰瑜被刺激着 仰头高骂 秦淮景你混蛋 嗯 我混蛋 柳辰瑜就这样 就着窗帘边透出的微光睡着的 临睡之前又把男人骂了一遍 二月二龙抬头 何萍萍拿着一封电报 来到柳辰瑜家里 小柳 有你一封电报 柳辰瑜正月底 已经把小学毕业证拿到手了 这会儿正在看初中知识 初中知识他准备用两个月拿下 这样不显眼 也能显得他有点小聪明 他放下手里的书 接过电报 电报内容很简单 上面写着 大哥大嫂已出发 二十个小时之后 到达荣省省城火车站 期待与小妹的再次见面 柳辰瑜妈了 他一直以为贺世昌说的贺广林 来看望他是应付他的 没想到这人真来了 不仅他来了 还带着媳妇一起来的 第150章 他讨厌大救 柳辰瑜以为之前贺广林寄来包裹 就是为了把这事给平了 得了 现在人来了 看了下发电报的时间 他又看了眼手表 好吗 剩下的这点时间 刚够他到火车站接人 也不知道 他们带没带孩子过来 要不是这孩子出生 可能贺家那帮子眼瞎心忙的 还不知道替别人养孩子呢 这小丫头 现在应该才半岁 还可以添加腐蚀的时候 柳辰瑜把电报折叠收起来 笑着跟何平平道谢 嫂子 你知道咱们大院谁家养鸡了吗 家属院的家属天南海北 有城里人就有乡下人 从生产队过来的君嫂 基本都会养两只鸡 何平平和向雪例外 一个是妇联太忙没功夫 另一个是家里的孩子太多了 养不过来 何平平笑了 黄叔芬家里就有 不过像咱们这样的人家 鸡蛋自家吃都不够 哪舍得给你换 你也别去问了 他最近也打算养鸡 他们家四个人正好能养四只 只是小鸡苗没处找 军人服务社又没有卖的 我替你去生产队换点 正好我也找点鸡苗去 你要吗 他刚也看见了 柳辰瑜时间紧凑 根本没空去换鸡蛋 正好他们妇联新来了两个人 他闲下来有功夫 那可就谢谢嫂子了 我小只女正 是家鸡蛋黄的时候 这家养的柴鸡蛋最合适了 柳辰瑜站起身 回卧室拿东西 嫂子 这是工业券肥皂票 糖票 里边还有一张保温评券 你看到时候 老乡需要啥就换啥 我再给你五块钱 老乡要是想要钱也成 别让人吃了亏就成 何平平接过这一踏子票据 张大嘴看着柳辰瑜 好家伙 你这是换多少鸡蛋啊 就多了一个娃娃 能吃这么多鸡蛋吗 这鸡蛋放时间长了就坏了 鸡蛋五分钱一个 这五块钱是要买一百个呀 柳辰瑜摇摇手 四十个 刘家给三个熊孩子吃 六十个我小侄女吃 吃不完给他带回去 他正式吃这个的时候 何平平听了这话直扎舌 你养孩子可真是惊喜 一天一个鸡蛋 这娃娃老金贵了 听了他的话 柳辰瑜笑笑没说话 六个月的孩子加腐蚀 就是从鸡蛋黄开始的 先是四分之一个蛋黄 再接着是半个 然后是四分之三 最后加到一个蛋黄 这一天可不止一个鸡蛋 这话说出来容易挨打 他还是等大嫂走的时候 再跟他说吧 其实这点鸡蛋都少 他都想好了 贺广林他们走之前 他再去隔壁生产队换点 怎么也得带购一个月的量啊 至于之后 嫂子咋养 他可不管 他就不信 贺广林还给闺女 弄不到柴鸡蛋了 大嫂生孩子损了身子 以后还有没有第二个孩子难说 反正目前这一个的好好养 我大哥的第一个孩子 父母双职工养得精细点 也不算啥 和平平了然 原来是第一个孩子 那就正常了 第一个孩子养得都比较金贵 他跟老好那会儿也是 春明那会儿 他连地都不上了 就在家看他 等到春花就没那么新鲜了 出了月子 把春花往背上一拴 上宫一天 拿八个满公分 等春花两周岁之后 他就来这边随军了 刚开始来这儿 还得跟这些当兵的一起盖房子 更顾不上孩子了 把孩子往工地边上一放 给他两块饼干 他老老实实的待一天都没问题 和平平一说完 柳晨鱼笑了 你笑啥 你没生养孩子 不知道这里边的不一样 他指了指 在一边看莲花花的老三 这三个孩子 你都养得精细 男孩子就得摔摔打打 别怕他们哭 柳晨鱼养这三个小子 他看得都心惊肉跳的 不说其他 哪有孩子要啥就买啥的 难不成以后要天上的月亮 他们两口子也给摘去 柳晨鱼摆摆手 不是这个原因 我之前听人说 第一个孩子看书养 第二个孩子当猪养 当时我还觉得这话不对呢 你说完之后 我觉得这话也是有道理的 和平平哈哈大笑 这话说的有道理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秦玉 听个八卦 怎么还挨刀子呢 二哥是猪 那他是傻 岂不是连猪都算不上了 秦玉绝嘴不高兴了 哼 他就算是猪 也是最好看的猪 比二哥强多了 柳晨鱼哪知道 这孩子 脑子里一点都没闲着呀 和平平走了之后 他拉着秦玉的手 两家关系好 贺广林来了之后 肯定得来拜访 而且他一会接人去 还得用下渔市长的车 徐静一听贺广林一家快到了 二话不说 就给渔市长打电话 没一会儿 小河开着车就到了 出门的时候 两人约好明天上午 来拜访渔市长夫妇 柳晨鱼这才带着秦玉上了车 秦玉坐在柳晨鱼身边 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 抿了抿嘴 来的是我大舅吗 妈妈 他不喜欢大舅 大舅抢他的鸡蛋吃 每次姥姥给他煮了鸡蛋 大舅就抱着他出去玩 出门就把他的鸡蛋给吃掉 留半口鸡蛋黄给他 柳晨鱼看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乐了 还真不是你大舅 这次来的是我大哥 你的后舅舅 陈家人赶来 柳晨鱼非得拿大棒 把人打出去 才解心投之气 那帮没良心的 吃着三个孩子的生活费 等生活费一枚 就把还活着的两个孩子 轰出陈家了 陈玉当时才八岁 一个八岁的孩子 不仅要养活自己 还要养活一个疯了的哥哥 他都想象不出 这孩子那段时日 是如何过来的 他伸手摸了摸 秦玉的小脑袋 可能还会来一个小妹妹 到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他 秦玉一听这话高兴了 只要不是 他大就来就成 妈妈 我一定照顾好妹妹 随后 他又担心地问 妈妈你的大哥 会喜欢我吗 其实他是想问问 会喜欢他们兄弟三个吗 柳晨鱼看着窗外掠过的树木 笑了 声音温柔地说 他喜不喜欢 你不重要 别的喜欢与不喜欢 都不足以影响 你喜欢你自己 秦玉眼睛一亮 他可不是什么都听不懂 这话他听明白了 他满意了 要不是妈妈的大哥 他才不管那人喜不喜欢他呢 只要妈妈喜欢他就够了 天色彻底黑下去 他们才到省城火车站 柳晨鱼抬手看了严手表 距离贺广陵城坐的火车道站 还有半个小时 柳晨鱼拜托小和 看下秦玉 然后离开去国营饭店点吃的 他们没吃饭就过来了 车上的几个 估计也吃不好 回去还得不少时间 买点吃得先垫垫肚子 等他从国营饭店 买了25个肉包子回来之后 贺广陵他们的火车也到站了 柳晨鱼拿了一个包子 剩下的递给小和 人太多了 你们两个就在车里吃包子吧 我去站里接人 小和抱着这一口袋的包子 手足无措 嫂子 这个包子 还是等贺同志到了 给他们吃吧 我回营地再吃 柳晨鱼伸手点了点他 你可得了吧 但我不知道 食堂什么时候打饭是吧 等你回去食堂 连西北风都没了 你这会儿不吃 是想着回营地爬树上 喝东南风 赶紧吃 我买的包子够够的 你就是吃十几个都够吗 说完 也不等小和说话 他赶紧叼着包子 往站里跑 第151章 打你信吗 小和看着他风风火火的背影 挠了挠脸蛋子 看向秦玉 秦玉眨眨眼 探着身子 伸手从牛皮纸袋里 拿出一个赛小和手里 小和叔说 我妈妈心疼咱们呢 快吃吧 我闻这是肉馅的 这多不好啊 一般的小孩都互食 他想着让秦玉发话 把包子拿走嘛 谁承想 这孩子还是个大方的 直接塞了个包子给他 你不吃 妈妈该生气了 秦玉往小和身上爬 吓得小和手里的包子 差点掉了 赶紧一手把他抓紧 你可悠着点 一脑袋处 再当 马上怎么办 秦玉吃了口包子 眼睛一亮 居然是梅菜肉的 好好吃啊 小和叔说 快吃 是梅菜肉的 然后他就趴在 牛皮纸袋上看 一个两个三个 小和咽了口唾沫 听着秦玉的话 脑袋都蒙了 老三 到底多少个呀 秦玉 他满脸脑溢 不能上手拿 数不出来 他原本想展示一下 他叔叔的能力 小和叔叔的注意力 居然都在包子上 他坐在后座 抱着香喷喷的包子啃 小和叔说 你快吃吧 一会儿凉了 就没有现在的味道好了 小和看了眼 牛皮纸袋里 包子确实不熟 这才把手里的包子 塞到嘴巴里 哎呦 国营饭店的包子 就是好吃 听说小嫂子的手艺 也特别好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尝尝 这两个人在车里吃包子 柳陈瑜则快速 跑到火车站内 这个点到站的火车 有两趟 一趟是京城过来的 一趟是阳城过来的 柳陈瑜看好站台 就往里冲 跑得快了点 没杀住车 把前面的人给撞了 他站稳之后 赶紧弯下腰扶人 他的手刚伸过去 那人的脑袋 抬起 他的手就顿住了 然后快速收回来 他皱眉看着 从地上爬起来的人 没说话 穿着军大衣的人 看见柳陈瑜之后 眼睛一亮 然后红着眼眶 柔柔弱弱的说 妹妹 是妈妈 让你接我来的吗 他从刘芳那知道 柳陈瑜的地址之后 刘芳给他出主意 要他亲自过来 给柳陈瑜道个歉 这样 赫世昌 还有几个哥哥姐姐 看了一高兴就好说话了 要是柳陈瑜 再能替他说几句 赫世昌就算让他回赫家 也会给他找个好人家的 他是死都不会回 杨庄大队柳家的 那一家子 就是吸血虫 要不是能用到他们 他才不会回去呢 他先来这边 试着让柳陈瑜松口 实在不行 再让柳家人出手 压制柳陈瑜 柳陈瑜厌恶的看着赫白梅 难不成是 他今天出门 先卖了左脚 才这么会气的 别自作多情了 刘芳根本就没跟我说你来了 赫白梅听完这话 一脸受伤 嫩嫩道 妹妹 那是妈妈 你还是不要直呼妈妈的名字吧 那是你妈 不是我的 柳陈瑜白了他一眼 转身往另一边走 赫白梅本以为还得在省城住一宿 明天才能到柳陈瑜家 现在看见柳陈瑜了 不管他是接谁的 他都跟定他了 于是柳陈瑜走到哪 赫白梅跟到哪 滚 再不走我打你信吗 柳陈瑜猛地转身 瞪着这个脸皮厚的 堪比城墙的姑娘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人有什么脸面 出现在他面前的 赫白梅红着眼眶 君大衣里的小身板 颤抖不已 妹妹 我是来认错的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赫白梅是典型的小白花长相 他这副渲然玉气的模样 让周边人看得心疼 柳陈瑜这一个月 舍得吃 被自己养得又惊细 有了肉的脸 简直艳光四射 张扬绚丽 只站在那儿 就气势极盛 两相对比之下 赫白梅显得更可怜了 有几个大娘 忍不住念叨 柳陈瑜 你姐姐都这么说话了 你就原谅她 看看她都要哭了 亲子妹 有啥天大的误会 让你当着这么多人 骂你姐姐 是啊 你这小丫头长得不错 这心可真硬 柳陈瑜笑了 刚要说话 就听身后 传来一道温润的声音 小鱼儿 柳陈瑜扭头回看 就见一对年轻夫妻 男人怀里 抱着一个圆滚滚的包袱卷 男人身高 跟秦怀景相当 身着一件 藏青色的羊绒大衣 领口能看见 洁白的衬衫领子 她身边的青丽女子 穿的也是羊绒大衣 不过跟男人身上的 颜色不同 是很深的橄榄绿 此时女人 正一手拎着行李袋 一手扶着小包袱卷 听自家男人 喊了小妹的名字之后 她眼睛一亮 果然跟广林说的一样 小妹只要站在人群里 一眼就能认出来 长得可真是太好看了 漂亮姑娘谁不喜欢啊 只一眼 她就十分喜欢这位小姑子 最重要的是 小姑子居然跟贺广林 长得最像 小鱼儿 才半年不见 就不认识大哥了 贺广林温润的声音中 带着笑意 说完朝柳晨鱼招了招手 快过来让大哥看看 柳晨鱼找回来的时候 贺广林的假期已经到期 加上单位那边 不能离开太久 只能带着妻女 匆匆回了阳城 临走前她回家 跟未曾谋面的小妹 见了一面 但也是匆匆一面 那时候的柳晨鱼 满脸辉煌 比灾区的难民 也好不到哪去 她待不了长时间 只能给母亲留下钱 让她好好给小妹补一补 就匆匆离开 谁诚想再见面 小妹就结婚了 现在看她的状态 贺广林满意的点了点头 看来秦淮景 对她小妹还不错 柳晨鱼眨眨眼 原生见过一次贺广林 但是胆子太小 一直闷头没敢看她 所以贺广林的脸 在原生的脑子里 是模糊的 来的路上 柳晨鱼想过贺广林的模样 可能跟贺世昌差不多 是个虎辈熊腰大汉 也想过 可能跟贺雪亭长得 有三分相想 是那种国泰民安脸 可是真见了面 她才知道 她想的都是错的 贺广林居然跟原生 也就是她长得这么像 可以说她上辈子的亲大哥 跟贺广林站在一起 是个人都得说 她跟贺广林才是亲生的 谁能讨厌自己的脸呢 柳晨鱼对这个说话 温润的大哥 瞬间心生好感 大哥 大哥 两道声音同时发出 贺广林还纳闷呢 然后就看到小妹身后 探出了脑袋 第152章 这么狠心 贺广林对柳晨鱼点点头 然后视线下移 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沐熙原本面带笑容的脸 瞬间僵住 她心里叹了口气 要是她没记错的话 公公已经决定她的去留了 怎么还会在这个时间 出现在这里 沐熙担忧地看向柳晨鱼 也不知道小姑子 能不能应付得了 她之前在京城的时候 没少跟贺白梅打交道 对这个假小姑子 她是静泻不鸣的 要说有什么过节也没有 就是 她占有欲太强了 家里的什么事 都要婆婆紧着她来 就连贺广林给她买点糕点 这丫头也要挣个高低 好在是她不跟公婆住在一起 要不天天面对这么一个小姑子 她一天都忍不了 早就打包回阳城了 贺广林也担忧地看了眼柳晨鱼 见她脸上没有别的表情 才松了口气 沐熙的担忧 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柳晨鱼动手了 柳晨鱼转身看都没看 一巴掌拍在贺白梅的脸上 翘脸冰冷 眼神冷漠地看着她 我从来不说废话 说了再跟着就打她 绝对不会耽误一秒 沐熙忍不住伸手 捂住了上翘的嘴角 然后小声惊呼 啊 贺广林没想到妹妹这么彪悍 说动手就动手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还是妻子装模作样的惊呼声 把她唤醒的 她宠溺地看了她一眼 忍不住摇头 随后大步走向柳晨鱼 柳晨鱼打完贺白梅 见大哥朝她走来 还以为是要批评她 她冷着脸盯着贺广林 今天贺广林 要是敢为贺白梅说一句话 她就不用去她家了 她直接给他们打包回阳城 免得浪费她的鸡蛋 贺广林看着妹妹 突然变得疏离的眼神 心中一痛 三步做两步走向她 原本挺长的路 硬是几步就到了 贺广林一手抱着孩子 一把拉住柳晨鱼的手 声音严厉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打人 哥哥在这儿呢 有什么跟哥哥说 哥哥给你教训就是 哪用得着你亲自打 柳晨鱼 不是 你的重点是不是错了 还没等她说话 眼前的男人缓和了语气 又道 疼不疼 柳晨鱼抽回手 不自在地眨了眨眼 还行吧 她着实没想到 贺广林居然是这么态度 柳晨鱼这会儿 特别想看看贺白梅的表情 她转头一看 贺白梅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眼泪挂在苹果机上 要掉不掉 眼神里都是震惊 柳晨鱼乐了 贺广林的行为 不止她没想到 就连贺白梅都没想到吧 贺广林刚刚明明 看着丫头的手都红了 她偏说还行 这个妹妹真是爱逞强 原本小妹腼腆怕生 贺广林还怕她受欺负 现在人变得飒爽了 贺广林倒是觉得挺好 至少不会受欺负了 柳晨鱼指了指贺白梅 问贺广林 你不安慰安慰她 贺广林知道 她这是要她表态呢 她叹了口气 没办法自己的妹妹 只能宠着了 小鱼儿 以后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 从你找回来那天 我就只有你跟雪婷两个妹妹 相信你二哥也是这么想的 大哥 贺白梅没想到 一向温润的大哥 居然会说出这么不留情面的话 难不成以前对她的疼爱 都是假的 贺广林没有看她 转身朝愣在原地的沐溪招手 小夕 快来 你不是早就想见见妹妹了 贺白梅神色有一瞬间的扭曲 她怎么也没想到 贺广林居然无视她 沐溪听了贺广林的话 小跑着来到他们身边 笑着伸出手 跟柳晨鱼打招呼 妹妹好 我是你大嫂 叫沐溪 说完 她又指了指贺广林怀里的包袱卷 这个小东西 就是你的大侄女了 贺招招 柳晨鱼伸手回握 大嫂好 我是柳晨鱼 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大嫂跟我想象中一样漂亮 这话柳晨鱼不是公为沐溪 沐溪确实长得好看 小小的鹅蛋脸 大大的信念 睫毛长得惊人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一笑还有两个小虎牙 一点也不像31岁的人 沐溪笑了 眼睛弯弯地 看着柳晨鱼 没让妹妹失望就好 泽泽 说话也这么招人待见 贺广林上辈子 拯救世界了吧 娶了这么一个小甜妹 柳晨鱼看着身边人 来人往的乘客 抬头跟身边的贺广林道 咱们先出站吧 有什么事回家聊 好 贺广林没准备先在省城 既然来了小妹这儿 自然要去小妹家里看看 看看秦怀景对他妹妹到底如何 他生活的顺心吗 柳晨鱼接过沐溪手里的行李 走吧 车在外边等着了 秦怀景现在都能配车了 贺广林怀里抱着闺女 小心的避让行人 抽空还得跟柳晨鱼说话 他记得秦怀景 好像是个团长来着 柳晨鱼走在前面给他们引路 听了这话笑了笑 哪能啊 是一伯伯的车 我借来用用 于市长就在家属去住 驻地和家属去挨着 很多时候 他都是骑自行车上班 这辆吉普车 下边人接金属的时候 用的最多 嗯 今天休整一下 明天上午 你跟我去拜访于伯伯 好 我都跟伯母说好了 一行人就这么准备出站了 贺白眉一看 几人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 赶紧追上去 叫助柳晨鱼 刚刚的贺广林太陌生了 他现在不敢喊这个哥哥 妹妹 我怎么办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你能哪凉快哪待着去吗 真是脚背上的癞蛤蟆 不咬人恶心人 是我请你来的不成 贺白眉又哭了 他站在柳晨鱼面前 一脸惊慌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过 是妈妈 让我来给你道歉的 你看在妈妈的面子上 就带上我吧 这话真是腻外死人了 柳晨鱼听得倒胃口 你能不能做个人啊 刘芳让你来的你 找刘芳安排你 找我做什么 还有你得明白 刘芳在我这儿 可一点前面都没有 就算刘芳本人站在这儿 柳晨鱼照样不给面子 贺白眉一个假货 又哪来的脸 贺广林和沐熙站在一边 对于柳晨鱼的话 就当听不见 他之前也不清楚 母亲糊涂到这种程度 怎么能把一个假的当的宝呢 贺广林和两个弟妹 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对刘芳尊重有余 亲近不足 他作为贺家三房的长子 已经跟父母表明过态度了 母亲依旧毫无顾忌 他身为人子管不了 那就找父亲 父亲要还是管不了 那就找奶奶 明明父亲都将人送回娘家了 还是不消停 居然还找到小妹眼前了 这不是恶心她吗 这么糊涂的人 真的是她的母亲 柳晨鱼懒得搭理这人了 翻了个白眼 继续引路 大哥 我家老三在车上 那孩子有些忐忑 你一会儿微弱点 不许露出嫌弃的表情 贺广林 他好奇在妹妹心中 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难不成他会为难一个小孩子 不过妹妹既然这么说 贺广林能说什么 只能顺着 好 都听你的 柳晨鱼带他们出了站 就看到一辆很明显的军用计步车 柳晨鱼拉开车门 把行李放在脚下 嫂子 大哥赶紧上车 咱们且得开一段时间呢 秦玉歪头看向车下的两人 扯起嘴角 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笑容 舅舅舅妈好 贺广林先护着妻子上车 然后跟她打招呼 你好 小同志 沐熙 你好 确定妻子坐好之后 她一把关上车门 走到车的另一边 拉开车门上车 坐在秦玉身边 怎么救你一个 第153章 心急 秦玉正高兴呢 大舅舅看来人很不错嘛 他居然叫他小同志 不是小朋友啊 这会儿听了贺广林的话 秦玉挺了 挺小胸脯 大哥二哥上学 只有我在家陪妈妈 贺广林听他这么称呼柳辰鱼 看了眼副驾驶的柳辰鱼 那你真棒 陪着妈妈辛苦了 秦玉摆了摆手 不辛苦不辛苦 为人民服务 童真语气 模仿着大人说话的语气 逗得车上的人 哈哈大笑 贺广林又看了眼妹妹 这就是你说的面谈忐忑 柳辰鱼笑得正欢 就接到了大哥的眼神 耸了耸肩膀 他怎么知道 这孩子突然就射牛了 柳辰鱼拿起牛皮纸袋 皱着没问小和 你才吃了几个啊 说完他又拿出 两个色小和手里 大小伙子吃猫时 小和又被塞了两个包子 满脸通红 小嫂子 我吃了四个了 四个哪儿到哪儿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当兵的饭量 他在家争的小白菜油渣包子 秦怀仅一人吃一锅 秦硕吃六个 秦灿吃五个 就连他们家最小的老三 都能吃两个半 更别说小和这种半大小子了 岂不十个包子 都是低估了 我买了二十多个呢 你赶紧吃 说完 他把牛皮纸带递到后边 大哥 嫂子赶紧垫垫 这一路上都没好好吃饭吧 贺广林自然不会跟妹妹客气 结果包子 自己拿了一个 给妻子拿了一个 火车上能吃什么 不饿着就不错了 他吃惯了丈母娘做饭 火车上的饭 是吃不了一点 他咬了口蓬松的包子 舌尖尝到了浓香的肉味 他面上带了些满意 这包子味道不错 居然是没菜肉的 嗯嗯 这边的特色吧 我闻着挺香的 就买了点 喜欢吃下次 咱们再买 柳辰宇买的时间不长 包子还温乎 味道正好 贺广林摇摇头 肉包子吃一顿就够了 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 也就失去了他的闪光之处 沐西在一边点头 小和见大家都开始吃包子了 只能拿起包子加入 等大家都吃饱了 小和才发动车 回去的路上 柳辰宇满脸可惜 朝朝是吃母乳 还是奶粉 这会儿没有保温杯 他就是带上点奶粉 也没触跑 沐西伸手点了点 从车上就一直睡觉到 现在还没醒的贺潮潮 一脸无奈的说 吃母乳 柳辰宇了然 点了点头 不着就行 等回去再给大支女的粮仓补货 家属院 秦淮景还没上坡 就被何萍萍给喊住了 嫂子 秦淮景看了眼上边 他今天回来得有点晚 怕柳辰宇还在等他吃饭 何萍萍笑了 你赶紧的把你们家的皮猴子 还有鸡蛋领回家去 他实在想不明白 老二这嗓子都说不出话了 是怎么能这么闹腾的 就他再加上 他们家那个疯丫头 简直要把房顶掀翻了 秦淮景一头雾水的 跟着何萍萍去了他们家 我媳妇没在家 这个点了 柳辰宇能去哪啊 现在孩子 还在何萍萍家就说明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秦淮景心里有些急了 这么晚了 还没到家别 是出了什么问题 何萍萍见秦淮景面色 有些不好看 不禁摇摇头 别着急了 小柳接到他大哥的电报 去省城火车站接人了 喝广陵来了 秦淮景松了口气 不是出事了就好 面对何萍萍满脸的打趣 他颇有些不好意思 也没着急 也是他关心则乱 要是柳辰宇出什么事 何萍萍肯定不会是 现在这个状态 早就让人去通知他了 何萍萍看破不说破 笑着点头 是是是 嫂子看错了 说完 把柳辰宇 托他换的鸡蛋拿出来 这一小筐都是 身口柳条筐 满满一小筐 足足150个 水瓶票换出去了 那家人大着媳妇 把弟媳妇结婚的 暖水瓶打坏了 要赔一个 这暖水票不好的 不是工人的话 只有结婚的时候 发两张暖水瓶票 没花钱 这鸡蛋 都是那家人 跑了一个生产对凑的 新鲜着呢 何萍萍知道 这是给小孩子吃的 所以特别跟换票的 那家人说了 鸡蛋一定要新鲜 那种攒了一个月的不要 麻烦嫂子了 秦淮紧接过柳条筐 朝屋里喊人 嫂子 我们先回去了 何萍萍端着一个木盆出来 里边装了一盆子 二盒面馒头 他递给空着手的秦硕 拿好了 都是馒头 秦硕看了眼秦淮紧 没接 秦淮紧赶紧拒绝 嫂子 真不用 我这就回去煮饭 我们家大嫂是杨成人 喜欢吃米 他跟柳成瑜结婚之前 就认识贺广林 对他家的情况也了解 何萍萍一听这话也不客气 直接收了回来 成 不够了 就使老大过来拿 他晚上特意多蒸了一锅 就怕他们回来晚了 柳成瑜回来吃不上饭 从好家出来回到秦家 两个小子回屋写作业 秦淮紧则带着鸡蛋去了厨房 蒸上米饭 找出柳成瑜没舍得吃的那根腊肠 炒了个青蒜 现在军人服务社下班了 秦淮紧只能根据家里现有的东西发挥 腊肠本身就鲜辣咸香 放上青蒜 随便扒了两下就好吃 剩下的菜 可把他愁坏了 没办法只能拿出他之前 给少淼做的那几个菜了 切了一盘咸鸭蛋 又凉拌了一个海带丝 咸肉切块跟土豆一起炖 盖上锅盖之后 他又抓了一把木耳泡上 削了一根胡萝卜 打了三个鸡蛋 等咸肉炖土豆出锅之后 再炒一个木耳胡萝卜炒鸡蛋 大舅子第一次来家 怎么也得做六菜一趟招待 秦淮紧又用蒜蓉清炒了小白菜 最后的汤他实在不知道弄什么了 干脆没做 直接拿了瓶好酒放在桌上 他拿了双干净筷子 尝了下土豆炖咸肉 确定没有多难吃之后 松了口气 秦淮紧看了眼边柜上的座钟 又看了眼外边 对屋里的两个孩子说 你们两个写完作业 看会儿连环画 我出去接一下妈妈 天色都这么晚了 小和开车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秦淮紧在屋里是坐立难安 还不如出去门口等人 秦硕先开帘子 对他点头 爸你放心去 他巴不得老爹跟妈妈好好相处 秦淮紧站在大院门口 从左走到右 又从右溜达到左边 时不时地看一眼远处 这一系列的动作 看得值班战士的嘴角死命压 原来秦团居然是这么一个人 这得多稀罕他媳妇 秦团媳妇再不回来 估计秦团就要变成旺七十了 好在秦淮紧也没等太久 半个小时之后 远处的车灯照亮了大院门口的路 第154章 斗嘴 车停在大门口处 秦淮紧见状走上前 确定柳承瑜在副驾驶 他一把拉开车门 将人轻轻扶下来 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 累了吧 柳承瑜又不是第一次了 至于这么紧张吗 他哪知道秦淮紧怎么想的 他实在是怕贺广林不满意他 半道把人给他弄走了 这样真是哭都没地方哭去了 你去接一下我大哥 柳承瑜关上前面的门 转身拉开身后的车门 大嫂 到了 秦淮紧看了眼车的另一侧 确定贺广林自己下来了 他就没再动 沐溪下车之后 秦淮紧十分有眼色的上前 结果他手里行李 嫂子 我来拿吧 沐溪温柔的看着他 微微弯了弯唇 好久不见啊 怀紧 秦淮紧点点头 脸上的神色放松了不少 确实有五六年没见了 柳承瑜歪头 你们认识 这两人没说话 贺广林倒是抱着闺女走了过来 认识好些年了 他把闺女递给妻子 转身拍了拍秦淮紧的肩膀 一脸感慨 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居然会成了我妹夫 当初在阳城 他认识秦淮紧的时候 都没想着 把士林的雪亭介绍给他 不为别的 这人太冷了 是骨子里的冷漠 贺雪亭拿不住他 那会儿的秦淮紧和广林 打心底里觉得 也就是一口气吊着他 哪像现在 一副温情的模样 柳承瑜若有所思 原来秦淮紧 不只是跟贺时昌熟悉啊 秦淮紧 他就知道 这人来势汹汹 把肩膀上的手拍下去 想到能跟贺广林 这个黑心获作挑战 想想以后被大舅哥 二舅哥折磨 秦淮紧都忍不住眼前一黑 他看了眼身边的柳承瑜 深吸一口气 罢了 为难就为难吧 只要打不死他就成 走吧 咱们先去招待所开一个房间 家里房间有限 都不是外人 秦淮紧也不客气 直接领着人 先去招待所 开好房间 回家的路上 秦淮紧看了眼通 生气派的贺广林笑着说 我在家里整了几个小菜 一会儿就委屈贺书记了 贺广林笑了 怎会委屈 怀紧亲自下厨 我跟你嫂子 一定好好品尝 味道好的话 有红包拿 秦淮紧翻了个白眼 这人真是跟小时候一样 一样的装模作样 想让他改口叫大哥 做梦去吧 看着两人 一句我一句斗嘴 柳承瑜无奈的摇了摇头 晚上你跟大哥去招待所住 小丫头太小夜深了 出门不好 到底是亲姑姑 柳承瑜可舍不得 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跟着爸妈 半夜还要回招待所 秦淮紧转头眨了眨眼 看着柳承瑜 不容拒绝的神色之后 转身瞪了眼贺广林 贺广林倒是对妹妹的 安排没意见 妹妹怎么安排她 怎么住就成 怎么 怀紧对我有意见 不想跟我一起住 她笑着看向秦淮紧 跟柳承瑜如出一折的桃花 眼闪过一丝脚侠 秦淮紧 气笑了媳妇 她没搭理这个阴阳怪气惊 转头委屈地 看向柳承瑜 柳承瑜 你们俩男人 就非得一起住 她倒是没看出来 这两人感情这么好 秦淮紧 自然是我再开意见 她忍忍吧 谁让这是清大舅哥呢 贺广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谁愿意跟臭烘烘的男人一个屋 她除了她妻子 可是任何人都忍不了 说着话 几人回到了秦家小院 贺广林借着灯光扫了眼院子 倒是出乎意料地干净整洁 院子收拾得不错 柳承瑜掀开门帘 让他们进屋 笑着说 都是秦淮紧收拾的 他手勤快干活力索 他现在除了读书 主要就是管他跟老三的中午饭 早饭秦淮紧带三个孩子训练的时候 顺手就煮上粥了 实在来不及就去食堂打饭 晚上一般柳承瑜会从食堂打两个菜 然后再做两个 加上点煮食就可以了 院子也是秦淮紧盯着三个孩子放松的时候 顺手收拾的 有时候还带着三个孩子一起 可以说他这一天还是挺轻松的 贺广林听到这个答案 满意地点点头 淮紧眼里有活 不错继续保持秦淮紧 哼 还用得着他说 进屋之后 木熙看到桌上的饭菜 颇为惊喜地朝秦淮紧看去 不错呀淮紧 只是手艺就够广林学的了 贺广林摸了摸鼻子 他确实不太会做饭 我从食堂打回来的饭菜也是很不错的 大师傅的手艺多稳定 哪像秦淮紧这菜一样 不是颜色重了 就是颜色轻了 贺朝朝小丫头 就是这时候醒的 他哼哼唧唧地在包背里踢来踢去 小手已经从包背里伸出来了 贺广林低头轻轻亲了小丫头的额头一下 然后在柳晨瑜的带领下去卧室 给孩子换尿布 秦淮在车上的时候就看着好奇了 这会儿跟着贺广林想要进去看小妹妹 柳晨瑜一把将她搂住 小妹妹换尿布 你进去干嘛 秦淮 我也是宝宝 漂亮宝宝 这是妈妈夸他的 他一直都记着呢 柳晨瑜 漂亮宝宝也不成 一会儿妹妹就出来了 去叫哥哥出来 那两个估计在屋里 看连环画又入迷了 嫂子 赶紧坐下喝口水 他给木曦倒了杯水 放在桌子上 你放心一会儿 咱们睡觉的时候 我把床单被罩都换了 木曦盯着柳晨瑜 没说话 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脸上长花了 木曦被柳晨瑜都得低头浅笑 你说话可真好玩妹妹 柳晨瑜玩耳一笑 这个夸奖我收下了 但是为什么看着我 你还没回答 转移话题转移的也太僵硬了 跟他有一拼了 木曦脸上的酒窝又深了 只是觉得 你不像是在乡下 待了这么些年的 想到柳晨瑜以前的生活环境 木曦忍不住红了眼 你以前受苦了 想必是 你把自己养得很好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他都不能想象 要是他的招招 受了这么多苦 他要如何活下去 婆婆是他的长辈 他不想太多讨论 只能多多安慰 多多照顾这个 受了不公平待遇的妹妹 之前广陵说起 给妹妹压腰钱的时候 跟他商量了 要给多少 他思来想去 就给了五百 倒不是家里没钱或者舍不得 是怕他来这边 心眼太实在 被人哄了去 这次他来也带了不少钱 就是给他的零花钱 他考虑的比较多 一是二弟妹那边 怎么个意思 他不清楚 他太多了 二弟妹有意见 又顾忌面子不得不给 二是小妹妹没有上过学 工作不好安排 吃喝都靠情怀景 男人的钱 哪有这么好花的 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柳晨瑜先天 缺乏了培养的条件 这是贺家全部人欠他的 所以 他的生活 应该贺家人负责 手里有钱心不虚 这点总是没错的 他这次准备给小妹五百块钱 以后每个月 他们夫妻俩 一人拿出十五块钱寄给妹妹 总能让他理直气壮地过日子 第155章 错误的时间 柳晨瑜点了点头 颇为认同 是受了不少苦 这身体的底子太差了 补了这么多天 也就看着脸上气色好了些 木希看他柔弱的小身板 忍不住点了点头 看着就弱 等我回去给 让我妈妈写几个炖汤的方子 配好汤包给你寄过来 就能好伤不少了 那就麻烦清 清 妈了 事关自己的身体 柳晨瑜不会拒绝 这会儿 两个孩子出来了 见了木希笑着喊人 大舅妈 大舅妈 刚刚在屋里的时候 秦玉已经说了 这个大舅大舅妈 跟杨成的大舅大舅妈不一样 不会抢他的包子吃 肉包子都不抢 更别说鸡蛋了 木希看着眼神沉稳的秦硕 还有笑容灿烂的秦灿 不得不感叹 有个长得帅气的老爹 还是有优势的 幸好他们家招招 也有个好看的父亲 他对门口倚着的情欲招招手 然后从包里拿出三个红包 来 这是舅妈给你们的见面里 木希将红包 一个个递塞到他们的手里 乖乖的 以后好好照顾妈妈啊 秦硕看了眼柳晨瑜 见他点头了 这才收下红包 谢谢舅妈 秦灿见大哥收下了 也朝木希点点头 乖 木希恋爱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秦灿的事儿公公 已经跟广林说过了 火车上也嘱咐他了 敏感的人 天生就别别人要辛苦些 苦了这孩子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秦灿咧开小嘴 露出洁白的小牙齿 点点头 大哥二哥都收下了 秦玉也就不客气了 把红包收到小兜兜里 拍拍裤子 扬了扬脖子 谢谢舅妈 你也乖 木希欣慰地看着他们 心里松了口气 看来这几个孩子 不是什么难搞定的 而且 看着对小妹都很尊重 秦玉在车上就吃饱了 秦硕跟秦灿在和平平家吃过 等吃饭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还被大舅舅一人 又塞了一个红包 这下三个孩子也顾不上看书了 回屋把自己的小金库掏出来 一个个眼冒金光的鼠钱 柳成瑜和木希吃得快 贺广林和秦怀景 则一边吃一边喝酒 柳成瑜看着木希怀里 嘴巴冒泡泡的喝潮潮 问木希 嫂子 都这个点了 朝朝不睡觉吗 木希 是该吃奶睡觉了 那嫂子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 柳成瑜说完 起身回屋 一会儿就把床单备照换好了 嫂子 让他们吃吧 咱们回屋些着了 好 木希抱着贺潮潮往卧室走 走之前嘱咐贺广林 少喝点 咱们明天一早 还得去拜访于伯伯 好 我知道了 贺广林站起来 扶着木希的腰 伸手轻轻戳了戳闺女的小肉脸 今天晚上就辛苦妈妈了 木希笑笑 拿着女儿的小手 跟她再见 贺广林对女儿摆摆手 见他们进了屋才坐下 接着跟秦怀景接着喝酒 秦怀景给贺广林倒了一杯 招招很可爱 贺潮潮还没张开 但是已经能看出 两分柳橙鱼的模样了 贺广林端起酒杯清零一口 脸上颇为自得 那是了 我闺女 秦怀景 她就多于说 这人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贺广林放下酒杯 脸上的表情逐渐严肃 怀景 咱们这么多年兄弟 我跟你说话 肯定不会藏着掖着 有话就说 我小妹不容易 你好好带她 如果要是让我发现她受委屈了 我会直接把人接走 贺广林一脸郑重 我们贺家养她一个 还是没问题的 原本也没想着她 能这么早结婚 秦怀景也放下手里的酒杯 神色郑重地回到 我自然把她放在心上 家里的三个孩子 也会尊重她 说完 她松了口气 神色中带着些颓然 只是你也劝劝她 对我好点吧 每天换的换师 她觉得 自己马上就要疯了 她真的怕这丫头 再没心没肺下去 她会做出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贺广林正住 又看了眼秦怀景 等等 她刚刚听到什么了 你让我妹妹对你好点 贺广林气笑了 你有没有搞错 这话 我能劝我妹妹吗 不让她在你脑袋上 称王称霸 就不错了 不过她从来没见过 强大的秦怀景 脸上居然会露出 这样的神色 看来 她妹妹是真的没吃亏啊 她心情颇为不错 笑着拍了拍秦怀景的肩膀 你小子也有今天 我告诉你 真心换真心这点 永远不会改变 也就是我妹妹心大 你有三个孩子 都没嫌弃你 扑斥 秦怀景只觉得 膝盖又被戳了两件 是我对不起她 是她让她 失去了完美的婚姻 贺广林拧了敏唇 看她这失魂落魄的模样 没法说她了 只能安慰她 这也算不上缺点 你只是在错误的时间 遇上了错的人 孩子们是无辜的 那时候她无后 组织也不会把重大任务交给她 再说了 那时候小妹才多大 她发现 这居然是秦怀景的心结 就算劝解几句 也于事无补 所幸她也不劝了 就让这两人自己参悟吧 婚姻一辈子的事 哪是这么简单的 屋里 穆熙把贺潮 潮哄睡 听着外边的话 转头问柳晨鱼 三个孩子还听话吗 柳晨鱼 以前杨凤英维 现在嘛 乖得不得了 总结来说 就是欠收拾 三个孩子还是有些瘦弱 你们平时还得多吃些 这已经很好了 柳晨鱼拿了暖水瓶 和洗脚盆过来 我当初在阳城 看见他们的时候 老大根本不像九岁的孩子 三个一个比一个瘦小 穆熙皱眉 不是在他们外家吗 怎么会 柳晨鱼叹气 谁说不是呢 就老三走路 还是老大老二教的 刚来的时候 甚至连路都不怎么走 话也不爱说 懒得很 就连尿布 都是我们下坡的和嫂子 帮着给他借的 那时候 他带着老大在省城住院 等回来老三晚上 就能自己上厕所了 穆熙叹气 孩子带孩子 哪有大人细心啊 他们能给老三换尿布就不错了 柳晨鱼点点头 这个确实 他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包备 这个包备老三就用了几天 我拆洗干净了 晚上招招尿了 就换这个 这个小包备 还是他赶工出来的 原本有条件 应该得做个大厂的 只是当时赶时间 这个有简单保暖 穆熙接过来 放在枕头边 没想到 你还有这个手艺 招招的衣裳被子 都是我妈给做的 柳晨鱼笑笑没接话 他总不能说上被子 这就是他的老本行吧 对了 赫白没来了容省 就算今天咱们没带上他 明天他也会找来 你想想怎么处理他 穆熙心比里埋怨婆婆 亲生的闺女不心疼就算了 怎么还静想着给他找事 柳晨鱼点点头 我知道了 他准备明天给贺世昌打电话 让他把人弄走 结果电话他还没打 赫白没就在家属去门口闹起来了 第156章 决定 柳晨鱼昨天晚上跟穆熙聊天到很晚 早晨起床的时候 秦硕已经带着秦灿 把早饭从食堂打回来了 他看了眼床上 还在睡得贺潮潮 弯腰轻轻悬空 抹了抹他的肉糊糊的小脸 泽泽 贺潮潮小同志 你可太能睡了 不过也正常 这个月份的小宝宝 可不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吗 他亲手亲脚的出了卧室 堂屋里穆熙正在端着茶杯喝水 见柳晨鱼出来 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醒了 我煮了鸡蛋 硕硕带着弟弟 从食堂打了包子和粥 洗漱一下就吃饭吧 柳晨鱼抬手把长发拢到耳后 一向厚脸皮的他 居然有些不好意思 沐熙实在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 他温柔善解人意 柳晨鱼不知不觉 就跟他聊了很多 到最后 还是他抵不住困意睡过去 聊天才停止的 柳晨鱼一向绝多 睡得晚醒的就晚 结果就是他没起床 还让客人把早饭做好了 想到这儿柳晨鱼就忍不住拉踩一下了 上辈子的大嫂跟大哥结婚十几年 他愣是一年到头 都跟他说不上一句话 实在太高冷了 比他还冷 柳晨鱼性情冷漠 可骨子里还是喜欢软软的甜妹的 沐熙就很好 也不知道未曾谋面的二嫂 是什么性格 辛苦大嫂了 我去洗漱 说完他端着水盆 快速离开堂屋 秦硕听见妈妈的动静 掀开门帘出来 没见到柳晨鱼 疑惑的问 舅妈 我妈妈醒了吗 沐熙看他神色如常 心里满意的点了点头 看来秦家都习惯小妹 睡到这个时间了 他去洗漱了 你去把弟弟叫出来吃饭吧 哦 好的就妈 秦硕看着眉眼的妈妈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来他以后得学学做饭了 要不家里来了人 还得麻烦人家动手 这多不好意思啊 他妈妈脸皮厚 他可受不了 秦硕进屋之后 把秦灿和秦玉喊过来 老二 以后你就负责咱们家的卫生吧 老三 老三这小胳膊小腿 能干什么 秦硕摸着下巴思考 看着秦玉犯了愁 最后只能丧气地说 老三就照顾好自己 就得了 别给妈妈添麻烦 秦玉翻了个白眼 还以为他能得到什么重任呢 就这 他一会儿得问问妈妈 他能干什么 一定不能比大哥差 秦灿满头雾水 比话了一下 大哥干嘛 秦硕一脸沉重 我从今天开始学做饭 以后咱们家的饭都我来做 他爸都能做饭 他肯定也没问题 秦灿一听 这个眼睛一亮 手忙脚乱的比话 大哥这个决定太英明了 妈妈大手大脚的 炒一个肉菜的肉 能吃好几顿了 当然 他吃得也很开心 就是了 只是家里只有爸爸一个挣钱的 他们还是能省就省吧 秦硕见他比话了一通 满眼冒惊心 赶紧伸出手阻止他 好了好了 先别比话了 等吃完饭 你再慢慢跟我说 说完 他就带着三个弟弟来到了堂屋 让两个弟弟坐下之后 秦硕去厨房拿了碗筷 沐西上前接过 然后挨个分发 柳陈瑜这会儿也洗漱完事 回屋抹了雪花糕之后 坐在桌上喝了口粥 嫂子 我大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按理说不能啊 秦淮景之前温居的时候 喝了那么多酒 第二天照样暗示起来了 怎么今天还没带着贺广林回家 九点多 他们还得去一家呢 可不能迟到 沐西咬了口二和面馒头 咬了摇头 不清楚 可能是你大哥喝多了起不来 妹夫在等他 贺广林平时根本不沾酒 昨天难得喝一顿 估计有点多了 柳陈瑜摇摇头 真是人菜饮大 这样吧 吃完饭 我把礼物都准备出来 等他们到了 咱们直接过去鱼伯伯家 这下也不管两人吃没吃早饭了 沐西点点头 笑着道谢 那就麻烦妹妹了 让你破费了 柳陈瑜摆摆手 这有什么 一家人不要再这么客气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是发自内心的 之前他想要逃离贺家 最好跟贺家这一家子 眼瞎心芒的断绝关系 当时他就觉得 有刘芳这么一个混蛋妈 孩子能是什么好东西 结果 逮住还真出了好损 贺广林贺雪亭和贺虽宁 居然都是明白人 又加上他们都觉得亏欠原生的 对原生就更好了 现在柳陈瑜成了原生 那这关心就都给了他 柳陈瑜不是个爱占便宜的 收到好处的同时 他也不会把他们再当陌生人了 出个亲戚是没有问题的 要是相处下来 他们没有问题 那他也会真正把他们当亲人的 贺世昌 还是先考察吧 至于刘芳 他是连考察的必要都没有 柳陈瑜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嫂子 昭昭平时都吃什么 沐西想了下 懒然一笑 昭昭是我妈妈一直在照顾 出来的时候 只跟我说给他喝一些粥就成 他还没长牙 别的都吃不了 昨天晚上没给他喝粥 所以晚上醒了好几次 粮仓都见底了 柳陈瑜点点头 正常 你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了 亲妈照顾昭昭又上心 他想起上辈子 看过大侄子的阿姨 给除失列的单子 上边有腐蚀的添加顺序和时间 昭昭现在几个月了 昨天聊了很多来到这边的事 还有贺广林沐西工作的事 居然忘了问问小侄女的月份 沐西面色紧张 以为小妹会念叨她两句 结果就听她问招招的月份 她松了口气 这个她还是知道的 六个半月了 六个月能吃的东西还有限 最好是给她吃些米糊 柳陈瑜又问 吃过鸡蛋了吗 沐西摇摇头 没有 她还没长牙 蒸了蛋羹也不敢给她吃 怕呛着 成 那给她煮点米粥 弄点米油 然后加四分之一个蛋黄 先看情况 不过敏的话 接下来就能加半个了 打蛋花 沐西有些不明白 柳陈瑜笑笑 大嫂是当局者迷 是煮鸡蛋的蛋黄 哦 这样 我们还真没想到 柳陈瑜起身 去给贺朝朝小同志煮大米粥 沐西则把鸡蛋给包出来 等贺朝朝小朋友醒来 米油温度正好 柳陈瑜这一下 也不用告诉沐西怎么喂 他自己就明白了 见贺招招小朋友安心干饭 柳陈瑜跟沐西说 嫂子 我去招待所喊人 再不回来 该耽误事了 沐西点点头 你去吧 柳陈瑜穿上假袄 出了勤家小院 还没走到家属院门口 就看见那边 乌鸦鸦地挤了一群人 第157章 狗杖人士 秦怀紧揉了揉额头 厌恶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她神色不耐地 看向贺广林 你带她来的 不知道柳陈瑜之 不知道这事 柳陈瑜有多厌恶贺白眉 她就有多厌恶 虽然没有她的毒计 她跟柳陈瑜就走不到一起 但是 她还是厌恶用这样的手段 毁掉一个女孩的清白 要不是柳陈瑜心脏强大 她还不知道 能不能活下去 贺广林也很久没有沾过酒水了 这会儿正是头痛欲裂的时候 看见秦怀紧怀疑的眼神 美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不是我带她来的 贺广林也叹气 昨天晚上 我们遇上她 并未带她一起 谁知道 她这么快就找来了 这是坐的早班车 她以前怎么不知道 贺白眉还有这个星期 秦怀紧懂了 原来昨天柳陈瑜就见过贺白眉了 贺广林不管秦怀紧在想什么 两步走上前 平时温润的脸上满是冷漠 我跟你说过 你不该来 更不该出现在小元面前 看来洋装大队还是太近了 得把她弄到更远的地方才好 贺白眉抹了抹眼角的泪 一副站不稳的模样 听了贺广林的话 更是喘不上气 脸色苍白 大哥 我跟陈瑜都是你的妹妹 我是做错了事 但是我已经过来道歉了 这还不够吗 难不成非得 让我把命赔给妹妹 她才能原谅我 贺广林皱眉 你在胡说些什么 难不成以为利用舆论 就能逼迫小元原谅你 要不是看着秦怀紧 实在不愿意搭理她 贺广林都不想跟贺白眉说一句话 贺白眉是不是被母亲养傻了 真以为他们贺家是个阿猫阿狗 就能拿捏的 我不知道你跟母亲说了什么 母亲又出于什么目的让你来这儿的 但是你得知道 出现在这儿的后果 你必须要承担 贺白眉红着眼睛 满脸的受伤 昨天她自己到了招待所 想了一晚上 她才是贺广林相处了快二十年的妹妹 彼此的感情 怎么可能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能比的 一定是父亲嘱咐了大哥什么 大哥才这么对她的 可是现在呢 昨天她安慰自己的推断 全部被推翻了 柳成瑜不在这儿 大哥有什么好顾虑的 她是真的不把她当妹妹了 旁边的大娘看贺白眉这副可怜的模样 心疼的不行 扶住她的胳膊 安慰道 你大哥肯定是在吓唬你的 血缘至亲哪有什么隔夜的仇 然后她又跟贺广林道 年轻人 这怎么也是你妹妹 两个妹妹的矛盾 还是让她们自己解决吧 你哥当哥哥的吓唬人干什么 是啊 这姑娘也知道自己错了 要我说 就是秦反掌的媳妇太强势了 跟自己姐姐有什么过不去的 居然连门都不让进 我之前就觉得 小柳那人性子冷漠了点 没想到 她居然对亲姐姐也这么冷漠 你看着也是个文化人 做哥哥的 不想着调节两个妹妹的矛盾 还吓唬其中一个 这么是非不分 你就是读书再多 有什么用 贺广林并不在意这些指责 但是涉及到柳晨鱼 她就不乐意了 按住马上要爆发的秦怀锦 贺广林往前走了一步 看着贺白梅的眼睛 眼神冷漠 问 母亲就是这么教你逼迫小鱼儿道歉的 大哥 我没有 贺广林伸出首饰意 她不要说话 住嘴 我不是你大哥 你不是我们贺家的女儿 需要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吗 贺白梅颤抖着唇 这会儿 脑子里要跟柳晨鱼道歉的念头 已经被她抛出脑后 只想着质问贺广林 她居然就这么赤裸裸的 把她的身份公之于众 她想过以后她的虔诚吗 我怎么就不能叫你大哥了 这生大哥 我叫了十九年 难道就因为柳晨鱼我就不能叫了 这是什么道理 哎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是她不让你叫大哥的 又不是小柳 你往小柳身上扯干什么 你说 你是她姐姐 来找她道歉 她不肯原谅你 一大早的 在这哭得跟死了老娘一样 想过你妹妹的处境吗 我看你这不是道歉 这会儿看她又攀扯柳晨鱼 直接质问出声 贺白梅指着何萍萍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知道 你占了她十九年的身份 现在还想用贺家的权势压人 贺广林声音冷漠 看着贺白梅的眼神 就像在看一个死人 贺白梅打了个哆嗦 往后缩了缩脖子 妈妈说了 我永远是贺家的女儿 秦怀仅在一边听得皱眉 刘芳糊涂 她在京城那天领教过了 没想到 她居然会说出这么没脑子的话 贺广林 我贺家长辈都在 什么时候轮着母亲做主了 贺白梅想到严厉的野奶 咽了口唾沫 心里安慰自己 只要母亲承认她 她就能享受贺家的资源 贺广林这会儿也不生气了 跟一个蠢货生气 只会降低自己的格调 她温润的脸上 重新挂起笑容 话语却像带着冰茶一样 一路扎进贺白梅心里 想来你就是仗着我母亲的食材 有胆量跑到我妹妹面前 耀武扬威 还想用舆论逼迫她 白梅你想过 如果我母亲不是贺家的儿媳妇 不是贺世昌的妻子 你会落个什么下场吗 贺白梅瞪大眼睛 使劲摇头 贺广林 那是你亲生母亲 刘芳不是贺家的儿媳妇 还有什么用 刘家已经败落了 现在都是依靠贺家 才能保持出现在的体面 要是刘芳跟贺世昌离婚了 刘家一定不会放过她的 贺白梅想到洋庄大对刘家的那群人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就算不是我父亲的妻子了 也依旧是我们兄弟的母亲 至于你 我会登报声明 你不再是我贺家人 亲朋固友那里 她也会让父亲打招呼 不再让他们再帮助母亲 这样你还会认这个母亲骂白梅 贺白梅彻底站不住摔在地上 她注意到了 贺广林剥夺了她信贺的权利 第158章 如出一折的哄人手法 何萍萍在一边听了半天 到这会儿才恍然大悟 她一把抓住贺白梅的胳膊 好啊 合着你根本就不是小柳的姐姐 你哪来的脸 在这又哭又闹的坏人名上 柳陈鱼扒开人群 走到热闹中心的时候 就看见何萍萍 一副要跟人拼命的样子 而她要拼命的 还不是别人 居然是贺白梅 柳陈鱼歪了歪头 觉得有意思了 贺白梅 你真是不怕死啊 说实话 她是真想弄死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都到了戎上 还恶心她 但是弄死她柳陈鱼不死 也得脱层皮 有贺家在她肯定吃不了花生米 但是也不会轻松 大西北肯荒 肯定少不了她了 她好不容易得来的休假 能让一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打乱 贺白梅从来没有这么恨过一个人 她看着神采意义的柳陈鱼 眼里像是脆了毒 这人为什么就不能死在洋庄大队 明明刘老太太说了 她那会儿都要养不活了 偏偏她命硬 生生被赤脚大夫养了回来 柳陈鱼看着她这恶毒的眼神 饿了 拉开和平平的胳膊 真不知道刘芳是怎么养的你 明明都念过高中了 怎么还跟着白痴一样 之前算计原生的时候 除非像原著中 原生活不下去上吊死了 能有个死无对症 否则她的那点伎俩 有眼睛的人就能发现 贺白梅有刘芳保驾护航 柳陈鱼才下定决心离开贺家的 刘芳的身份太尴尬了 她是贺世昌的发妻 她不能赌贺世昌 对刘芳会从严处理 还有就是 她不清楚 贺家其他三个孩子 对刘芳的态度如何 毕竟是亲生母子 还能因为一个妹妹 连亲妈都不要了吗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跟她一样 冷心冷废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罪是不可靠 秦怀景职位 没有贺世昌高 她想脱身这人 就是想与死网破 也得掂量掂量 只要刘芳还是贺家人 她再贺家就不安全 所以 她跟着秦怀景 来到了戎省 谁知道这个刘芳蠢 贺白梅也听她的蠢安排 她实在想不通 贺白梅来助地这么闹一通 让她身败名裂了 她还能原谅这人 这是什么奇葩的脑回路 柳陈渝像是看 西洋景一样的 打量贺白梅 扮上之后摇了摇头 刘芳你们两个的脑子 就算捐出去 应该都没有研究价值 贺广林不想让妹妹 跟白梅过多接触 上前想要拉住妹妹的手 结果刚伸手 就被秦怀景瞪着 她深吸一口气 不跟这个小心眼的男人计较 转而把手收回口袋里 吃饭了吗 吃了 这不是看大哥和秦怀景还没回家 她耽误了时间 才出来看她吗 柳陈渝抬了抬下巴 指了指贺白梅 我要去打个电话 贺广林皱眉 你不用管 这事我处理 一定没有下策了 她既然说出口了 贺白梅必然不能再信贺 母亲也不能再信贺家人 贺广林准备联系贺老太太 母亲的事还得是长辈出面 父亲才能下决心做出决定 柳陈渝早晨起来的好性质 被贺白梅恶心着了 这会儿正是不痛快 摆了摆手 大哥你处理你的 我打我的电话 不影响 他这人就是这样的 他不痛快了 谁都别想好过 然后贺世昌到单位 正在开会的时候 电话就蹦起来响 他这我没接起电话 还没等说话 就被对面喷了回来 贺世昌 你就是让刘芳 这么恶心我的事吧 办公室里 都是当兵的耳聪目明 听筒那边张牙舞爪的声音 立马就听到了 大家忍不住齐齐低下头 贺世昌这会儿 却顾不得手下怎么想的 他把手里的电话挪远 等那边安静了 才又放到耳边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 有什么话好好说 还有我是你爸爸 不能直呼爸爸的名字 贺广临站在一旁抬头望天 必要时候 他可以是个笼子 柳陈瑜才不管这些 老贺 你是不是管不了刘芳 他让贺白梅来容声恶心我 嫌我名声太好了 来驻地败坏我的名声 贺世昌原本还挂着笑容的脸 听了闺女的话 瞬间沉了下来 转头朝警卫员打了个手势 警卫员点点头 转身离开办公室 好了先别生气了 本来身子骨就不好 气坏了怎么办 他初五的时候 跟老玉通话 老玉爱人说过 他们家小鱼儿的身子骨 还是太差了 柳陈瑜服了 贺世昌 你到底听没听到 我在说什么呀 要不是他管不住刘芳 让人大老远的跑龙声恶心他 他会生气吗 知道了 知道了 爸爸知道了 办公室里的大小领导 就看着他们师长沉着脸 说着最温柔的话 挨了骂 还得哄着人 这也不知道 是师长的哪个闺女 这么厉害 刘芳他就这么恶心我是吧 好啊 我这人别的不多 就时间多 他敢恶心我一次 我就敢揍他一次 我明天就坐火车回去 我非得打他张不开嘴 贺世昌皱眉 看了眼办公室一群 低着头的下属 转而严肃的 对电话那头说 胡闹 他现在在刘家 我不清楚 他最近做了什么 这是爸爸的不对 你要想做什么 直接给爸爸 打电话就是了 何必因为这点小事跑一趟 怕闺女想多 贺世昌又到 当然了 你要是想爸爸了 回来一趟 也是可以的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忍不住瞪了身边的贺广林一眼 真是爷俩 哄人的手段都一样 那你就赶紧把人给我弄走 他是懒得再搭理刘芳和贺白梅了 贺家的事 还是让贺世昌解决吧 爸爸已经让警卫员去找他了 刘芳现在还在刘家 来回的有个功夫 我听你大哥说 这两天要去你那 他到了吗 柳晨鱼看了眼身边的人 贺广林叹了口气 任命的接过电话 父亲 贺世昌听见儿子的声音 温柔的声音瞬间变得严肃 你在那儿啊 还让你妹妹生这么大的气 贺广林无语 白梅是个大活人 他们贺家就算是有点权势 也不能违法乱纪啊 贺白梅是个大活人 有腿哪不能去 不过这事儿 到底是他做的不足 让妹妹大早亲的不痛快 是我的错 父亲 我昨天晚上就应该把人弄回去 贺世昌皱眉 广林 昨天见到人 你就应该联系我 不过 他不是个翻旧账的父亲 贺世昌叹气 我也有问题 没有发现你母亲的动作 你先把人看住 我找人 把他弄回洋装大队 父亲 我准备跟爷爷奶奶沟通了 贺广林声音温和 语气却不容置疑 贺世昌沉默了 半晌之后 他略显疲惫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来 老人家年龄大了 禁不住刺激 这事儿我办 那父亲 这是最后一次 滚蛋 轮着你教训老子了 挂电话之前 贺世昌又嘱咐贺广林 在你妹妹那待两天就走吧 别累着他 他身体不好 贺广林 真是清点 第159章 怕挨揍 随着柳成渝到现场 许多看热闹的人 都渐渐离开了 柳成渝的笑话哪 是这么好看的 秦团长不打女人 柳成渝可是打的 上次钱贵芬那个被摔 让他好些日子都下不来床 谁家不是一家子老小啊 可经不住柳成渝那一下子 柳成渝他们挂了电话 从警卫室出来 就看何萍萍还在原地 看着贺白梅 贺白梅这会儿 怎么也想不通 他就是来到个歉 怎么就把事情 弄到现在这个境地了 见到贺广林出来 他蹭一下 从地上窜起来 大哥 大哥我错了 我立马就走还不行吗 你不要让爸爸妈妈离婚啊 他们这么多年的夫妻 你一定要拆散他们吗 只要刘芳还在贺家 他就还有机会 一次低头不算什么 先把人留在贺家才是重点 大哥 妈妈也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你怎么忍心啊 他离开爸爸 怎么活啊 秦怀井眼疾手快地 拉着柳成渝后退一步 留下贺广林一个人 站在原地 贺广林美好气地 看了他们一眼 你是真的为我母亲着想 还是为自己着想 都不重要了 贺白梅神色绝望 他指着柳成渝 对贺广林吼道 我做错了什么啊 就因为我不是贺家亲生的 爸爸就要把我嫁 给一个二婚带孩子的男人 我为自己争取的好的婆家 有错吗 他一个文盲 能找秦怀井这样的男人 不是烧了高香 要不然就一张脸 他不定找个什么样的废物 他不应该谢谢我吗 现在柳成渝过得多好啊 他凭什么埋怨她 被贺广林点破心思 贺白梅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凭什么她是亲生女儿的时候 要风的风 要雨的雨 不是亲生闺女了 贺家随便找个人 就把她打发了 她为了自己 她没错 贺广林闭了闭眼 实在不明白 母亲一个高中老师 是如何把孩子教得这么愚蠢的 你以为 要不是母亲哭求舍不得你 贺家会轻易放过柳家吗 白梅 你好像不太清楚 贺广林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着最冰冷的话 柳家人是小偷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让我妹妹受尽苦楚 十九年没吃过一顿饱饭 他一想到那一张调查结果 就恨不得用刀活管了柳家人 贺广林红了眼眶 仰起头 接着道 你在贺家的吃穿用度 在贺家几房里 都是拔尖的 因为他身体娇弱 家里的哥哥姐姐都让着他 可是这一切 原本就是柳承鱼应该享受的 父母的爱 有我的生活 光明灿烂的前程 都应该是我妹妹的 是你的家人偷了暗在你身上 你没有歉意就算了 还用心险恶地坑害小鱼 因为柳家人 我的妹妹到现在 没有享受过一天母亲的爱 你有什么立场指责 要不是你在贺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以为秦淮景这样前途光明的军官 是你能嫁的 不过 也幸好你没嫁过来 要不我们贺家 可是做了件措施 秦淮景是为国家立过功的 他们要是把这个事 就贺广林都觉得不甘心 要不是有母亲护着你 你真以为你做的这种事 能不受惩罚吗 现在也好 母亲这边她安排好 白梅也应该去她该去的地方 可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柳家做的错事 为什么要按在我身上 贺白梅现在连柳家人也恨上了 恨他们 为什么做事不能做干净 怎么最开始没把根源解决掉 还让柳承鱼活着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 如果老老实实听贺世昌安排嫁人 他怎么会闹到现在这种地步 贺家对他已经仁至义尽 贺广林闭上眼心痛难当 是啊 人至义尽 这样的人至义 是在戳柳承鱼的伤口 他后悔了 不应该这么简单的处理这件事 京城 贺世昌办公室 贺世昌挂了电话 无视下属打去的眼神 继续开会 开完会 施政委范明等人走完了 他在贺世昌的办公桌上 一脸的好奇 老贺 这是你们家哪个闺女 可真都厉害的 他记得 他们家雪亭还有白梅 都不这样 贺世昌白了他眼 明知故问 说完又想起儿子的话 补充道 贺白梅不是我们家的孩子 我只有雪亭和陈瑜两个女儿 范正伟笑了 我记得 谁当初说白梅和陈瑜 是双胞胎来着 当初他媳妇还说 刘芳把人当傻子糊弄 就柳陈瑜那个跟贺家老太太 如出一辙的模样 还有贺白梅那寡淡的样子 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 这南辕北辙的两个人 不可能是双胞胎 因为刘芳到哪 都带着贺白梅的模样 他媳妇又有些动摇 不是轻生的 怎么可能对他这么好 最后只能归咎于柳陈瑜太会长了 而贺白梅 就选了父母都不好的地方长了 刘芳捧在手里 养了这么多年 舍不得 贺世昌叹气 他当初也是迷了心 怎么就同意 把贺白梅留下了 那你们可真忍心轻生的受委屈 怪不得那丫头 现在也不改姓 还在电话里 指着老贺的鼻子骂 活该 贺世昌 别以为他看不出这人在心里骂他 骂就骂吧 他都想骂那个眼瞎心芒的自己 对了 你们家老爷子老太太 知道这事了吗 范振维想到贺家那位强势的老太太 忍不住给老大当拒了把同情来 贺世昌愣了下 把手里的钢笔放下 抬起手揉了揉太阳穴 也不知道广林那个臭小子 有没有听他的话 要是爹娘知道 贺白梅又闹到小圆面前去了 不光刘芳的离开贺家 就连他都得发配边疆 他咽了口唾沫 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两个大哥 要让他们知道自家事惹老娘动怒了 挨收拾就不止一两次了 就在他担心的时候 警卫员小张回来了 人呢 贺世昌现在一肚子的火 没见到人 忍着怒气问 小张一脸为难 首长 刘同志没在刘家 也没去学校 刘家说他两天没回去了 两天 贺世昌突然想到什么 眼前一黑 差点一脑袋扎桌子上 第160章 脑子缺根弦 你是说他两天都没回家了 贺世昌扶住桌子 闭上眼 实在不想知道 这人跑到哪去了 只是他骗不了自己 查他的火车票 重点往西南方向 火车票需要介绍信买 一定会在火车站 留下购买记录 小张紧张地扣了扣库线 首长 刘同志买了火车票 去荣省了 首长 让他查刘方的行踪 把人带回来 他在刘家和学校扑了个空 自然不能空着手回来 于是回来的路上 他转到去了火车站 贺世昌伸伸手点了点他 就不能一次说完 他吸一口气 看向一旁的政委 老范 因为高于两个孩子 他要真做出什么事 他都不能想象 柳晨鱼会做出什么事来 不能让孩子毁了前程 他时常跟老鱼联系 老鱼说 小鱼儿现在 已经学完小学课程了 正在学习初中课程 孩子这么好学是好事 以后也好 给他找工作 刘方的事 还是交给他吧 范正伟也替老朋友可惜 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媳妇 小事上还没什么 一碰上大事 就掉链子 赶紧去吧 开车能快一点 火车还要一站一站的停留 谁知道这两天中 老贺媳妇能做出什么事 贺世昌拿起帽子 刚要离开 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他迅速接起 你好 刘方去荣省了 听出电话那头是老娘的声音 贺世昌心忍不住颤了两下 娘 怎么惊动您了 甭废话 贺老三你活了这么多年了 连个媳妇都管不好 还能干什么 既然你管不住 那我就替你管 要不是今天他给刘家打电话 喊刘方回来谈话 还不知道 刘方居然不在京城 看吧 老三让他一炸就炸出来了 别别别 娘 您别动气 有什么事儿子去办 这次一定办好 贺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冷哼 你跟他两个糊涂蛋 委屈我孙女 这事儿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你赶紧去把人给我弄回来 他跟老爷子 怕孙女不愿意见他们 一直都没敢去看他 刘方那个脑壳有问题的 居然敢去找他晦气 贺世昌被老太太一顿喷 老太太骂够了之后 老爷子接过电话 只说了一句话 从人命中来 也要到人命中去 我看刘方现在就很合适 把他弄回来之后 就送去洋庄大队教书吧 老爷子直接给这件事定性了 贺世昌不敢反抗 是 我知道的爹 挂了电话 贺世昌带着警卫员小张 还有司机一起往荣省去 走之前 贺世昌还是返回来打了个电话 住地大院门口 小妹 你先跟怀警 还有你大嫂招招 一起去伯伯家 跟他们道个歉 我得晚点才能过去了 白梅还在这儿 他得把人安排好才能过去 显然现在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柳晨宇点头 那你快点 现在谁能处理贺白梅都可以 只要别在他眼跟前 恶心他了就成 好的 哥哥尽快 只是贺广林还没有动作 军区就来人了 两位小战士 朝秦怀紧进了个军里 团长 秦怀紧回里 不明白他们过来有什么事 怎么了 其中一位小战士 指了指地上的贺白梅 听说 有人在大院门口闹事 手掌让我们把人留下来 好好问许 秦怀紧和贺广林相视一眼 从彼此眼神里看到了然之后 又默默地一开 辛苦你们了 秦怀紧没说其他 只是后退两步 两名小战士笑笑没说话 直接弯腰把人夹起来 任凭贺白梅如何喊叫 直接带走了 柳晨宇叹气 摇了摇头 伸手点了点贺广林和秦怀紧 还得是与伯伯出手吧 贺广林难得神色尴尬 他拍了拍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土 温声道 这不是正好 咱们能一起去伯伯家拜访了 至于贺白梅如何处理 等他办完事再来 秦怀紧不说话 抬头望天 别骂他 他倒是想发挥 但这兄妹根本就没给他发挥的余地 你们三个还吵起来了 何平平站在一边 美好气地看着几人 你们不是还去御师长家啊 赶紧的吧 再耽误下去 是要等着吃赏午饭不成 是 那我们先走了嫂子 刚刚的事谢谢了 柳晨宇脸皮最后 指了指贺广林 晚上带着郝正尾 还有春华来家里吃饭啊 我大哥来了 何平平笑骂 真是忙活不够啊你 赶紧走吧 我们就不去了 春花不在家 不准备开火 都跟老好说了 让他吃完饭再回来 柳晨宇吐吐舌头 带着贺广林和秦怀紧 赶紧逃离原地 三人回到秦家 街上等得不耐烦的贺潮 朝几个 一起往于师长家走去 徐静从于师长口中 知道了门口发生的事 也知道柳晨宇他们一时半会儿到不了 也就没有在门口继续等 转回了客厅 一边打毛衣一边等 等听到门外几个孩子说笑的声音 徐静和于师长相识一笑 这才站起身来迎接 到了门口 徐静见到贺广林 自然又是一番感慨 上次见他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没想到贺家老大 现在这么稳重有气势 比他们家老大强了许多 广林 好久不见 十几年了 伯母还是风采依旧 伯父看着比我父亲还要精神 贺广林通身气派温润 说话让人如沐春风 于师长忍不住感慨 也不知道老贺是踩了什么狗屎 摊上这么好的儿女 听说贺家老二在西北也立了大功 真是越看越羡慕 也是 以老领导的家风 贺家的孩子再差 也差不到哪去 这是你媳妇啊 真是钟灵欲秀的好姑娘 于师长满意的点了点头 沐熙这孩子他知道 是木兰山的闺女 在阳城第七纺织厂任副厂长 赶闯赶拼很优秀的女同志 沐熙落落大方的道谢 谢谢伯父夸奖 徐静看着这一帮孩子 笑得合不拢嘴 好了 咱们进屋说 你的旗快赶上他了 今天咱们也俩好好来上一班 于师长一手拉着秦淮景 一手拉着贺广林 率先回了客厅 春夕公社的汽车站 刘芳从车上下来 胳膊肘夸着行李带 一手捂着鼻子 一手拍着裤腿 下乡宣传教育八百次 他也不习惯坐班车 再次看了眼周边的环境 刘芳神色中露出一丝嫌弃 那个死丫头就会为难他 嫁给谁不好 非得跑到这个山沟沟里来 他过来一趟 恨不得累死 也不知道小梅怎么样了 第161章 连狗都不如 柳晨鱼那个死丫头难缠 他给贺白梅出完主意就后悔了 只是贺白梅已经坐上了 来荣城的火车 他就算后悔也晚了 思来想去 还是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追来了 刘芳被裤子上的灰尘枪盗 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一旁跟刘芳一块下车的婆媳二人 满脸嫌弃的往旁边站了站 从来只有刘芳嫌弃别人的范儿 还没人敢当着他的面 嫌弃他呢 一个香巴佬还有脸嫌弃我 你站在我身边 我都觉得灰气 要不是这个香巴佬 带了一蛇皮口袋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立在他的座位旁边 他的裤子上能有这么多土吗 这人不道歉就算了 还嫌弃他 一路上的不顺心 让刘芳彻底忍不住了 要是在京城 他好歹也得忍忍 他毕竟是贺家的儿媳妇 老爷子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 他就是想折腾也不敢 现在山高皇帝远的 他是彻底放飞了 孙红兴翻了个白眼 穿得人母狗样的 但是一张嘴 嘖嘖连狗都不如 哼 他孙红兴在老家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么一个城里人 他几句话就能给他喷哭 而媳妇冯秀英 自然向着他婆婆了 跟着点头道 是啊娘 这年头 真是什么畜生都能穿衣上了 刘芳弃的钻井型礼带 还是年头好 畜生都能站在我面前狂吠了 冯秀英是个暴脾气 骂他两句 他尚且受不了 更别说是对他跟亲娘一样的婆婆了 他把手里的蛇皮口袋 背上的包袱 往地上一放 如起袖子就要打人 刘芳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 怎么 说不过就要打人 怎么会有这么粗鲁的女人 他看着地上的大包小包 你们不会是来部队打秋风的吧 乡下能有什么好东西 这大包小包的 别是为了装东西回去的 他以前在驻地 可是看多了这样的事 仗着自家有个当兵的孩子 就以为能赚多少钱 可这一只羊王死了好 他是看不起这样的爹妈的 孩子是用来心疼的 不贴补就算了 还搜刮 真是不配为人父母 看看他养的鹤白眉 虽然之前做错了点事 但是大方向上还是个好姑娘 他让这孩子来道歉 他二话不说就来了 比那个死丫头强多了 那个死丫头就是个棒锤 他有时候都在想 要是他生的就是小眉多好啊 冯秀英皱眉 实在想不通 这女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孙红星可不惯这人的毛病 你说 你看着挺好个人 怎么就又缺险 又缺心眼的 没有一处不留农的 你们城里人有啥高贵的 吃的还不是咱们种的粮食 没有咱们社员 你们喝西北风去吧 还轮得着 你在我眼前叫唤 孙红星出门之前 儿子还特意嘱咐过 来了筑地 不许他跟人打架 要不是儿子的嘱咐 他早就两个耳瓜子打上去了 刘芳这辈子 除了贺家老爷子 就没有跟这么粗鲁的人相处过 上次让他吃瘪的 还是那个死丫头 你你你 冯秀英一把把刘芳 伸出来的手指头拍掉 这眼珠子愣是一句话说不出来 冯秀英拎起地上的包袱 接过婆婆手上的蛇皮袋子 一手一只蛇皮袋 娘咱们先走吧 这人脑子有病 再过给咱们咋整 孙红星一听这话 赶紧点头 是是是 咱们赶紧走 你大姐肚子里还有娃娃 过给咱倒是没啥 过给娃娃就不好了 毕竟他们娘俩也没啥脑子 生个病也没啥 小娃娃可不行 见冯秀英没动 她赶紧抓过一个蛇皮袋子 躺在肩上撒腿就跑 冯秀英摇了摇头 笑着跟在婆婆身后 刘芳等两人走了 彩虹着眼睛掉眼泪 这两个蠢妇知道她是谁吗 敢对她动手 等她到了死丫头家 非得让女婿 把这两人的亲戚找出来 给她的处分不行 只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找到小梅 还有柳辰渝家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门口跟士兵 打听柳辰渝家的时候 那些过来过去的人的眼神 怎么这么奇怪 小战士胡建云也无语了 怎么她值班的时候 总是能碰上秦团长家的一些 秘密 眼前的女人 就跟秦团长的大哥一样 一看就是文化人 只是那趾高气扬的态度 跟秦团长家 其他的亲戚不太一样 同志 请出示证件 刘芳皱眉 指着快要看不见 人影的婆媳俩 他们的证件也看了吗 她来的时候 就开了一张介绍信 单位的工作证媒带 他们喊了家人来接 那请你也帮我喊下 我女儿可以吗 刘芳没有证件 也不能为男小战士 只能陪着笑脸问道 好 胡建云正好看到来接班的战友 交接之后 快速朝秦家跑去 刘芳从火车上就没吃饭 下了班车 又被那粗鲁的婆媳俩 气了一肚子气 这会儿头重脚轻的 都要站不稳了 没一会儿 胡建云就回来了 立定之后 朝刘芳进了个军礼 同志 秦团长家没人 你看要不要去旁边的招待所 先休息一下 等下午再让我们的战友 去给你喊人 刘芳饿得前心贴后背 一直忍着 这会儿听见胡建云的话 脑子里那根筋彻底绷不住 断了 他红着眼睛 扶着一旁的墙夺子 咬着牙问胡建云 是不是柳成渝那个死丫头 不愿意见我 才让你跟我说他家里没人的 胡建云被他的样子吓着了 赶紧伸手扶住他 同志 你没事吧 刘芳一把甩开胡建云的手 那个死丫头就是没良心 早知道我生他的时候 就应该掐死他 胡建云看了眼被抓破的手背 用另一只手摸了一下 就没到 同志 你真的误会了 秦团家里没人 门是锁着的 没有谁不想见你 他不明白 这位同志不是小嫂子的亲娘吗 怎么恨不得对小嫂子包皮拆骨一样 第162章 我要见领导 刘芳现在只觉得跟天塌了一样 要不是柳成渝嫁到这么远 他至于受这个苦吗 前半辈子吃苦 好容易不打仗了 能过好日子了 这个死丫头又让他吃苦 刘芳自持身份 自然不会坐在地上 跟泼妇一样的哭闹 只是靠在墙朵子上 一言不发地哭 胡建云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使劲挠了挠头 实在不明白 他就是让着女同志等一会儿 怎么就惹到他了 要是柳成渝在这儿 非得给刘芳使劲鼓掌不行 刘芳跟贺白梅 真不愧是精神母女 就连德性都一样 过来过去的人 有不知道情况的 见刘芳在这哭得死去活来的 以为怎么了 赶紧上前问问 大姐 这是怎么了 有什么困难好好说 咱们驻地领导 都是很好说话的 是啊 在大门口闹影响不好 小胡啊 这位女同志是怎么了 不应该啊 最近又没有演习 也没有任务 不可能有牺牲 要不是死了孩子 这女同志为啥哭成这样 胡建云现在也很想哭一哭啊 大娘 我也不知道啊 这女同志 是秦团长家小嫂子的妈 手里没有证件不能进去 我去给她喊人 可是秦团家没人 我也不能私自放她进去 这不让她去招待所先些些吗 等晚点再给她喊人 结果这大娘就开始哭 不光哭 还骂小嫂子 跟仇人一样 这话她没敢说 大娘一听柳成瑜的名字 就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在看刘芳的时候 眼神都不对了 随后朝旁边的人说道 都散了吧 这是秦团长家小柳的娘家妈 大家本来都还在关心刘芳 一听这话 瞬间跑没硬了 这小柳同志会被摔 谁知道她老娘会不会被摔啊 还是跑远点为好 还有在闺女家门口 哭得的跟死了孩子一样的老娘 这不是跟上午 在门口哭得跟死了娘的那个闺女一样吗 上午就被打脸了 他们这会儿 还是不凑热闹了 刘芳见人跑了 眼泪还有没掉下来的 一把抓住最后一个人 不解的问 你们不是要给我解决困难吗 怎么一听小战士的话都跑了 他刚起了个范儿 刚准备骂人啊 没人了他骂给谁看啊 那人一把将刘芳的手拽下去 你这话说的 比起你 还是我们困难些 你闺女嫁出去了 来到他们住地 跟个女霸王一样 谁敢惹啊 再说了 柳成瑜的大哥 一看就是个不简单的 把女霸王当个眼珠子一样的护着 谁是活腻了 才想不开去解决柳成瑜的 那人说完 生怕刘芳缠住他 两条腿跑得都看见虫颖了 胡建云挠了挠下巴 忍不住感慨 咱们住地的嫂子们 可真是了不起 平时买菜要是有这速度 服务社也不用天天挨骂了 哎 嫂子们能跑 她不能啊 眼前还有个哭起来 没完没了的大娘呢 大娘 咱们青餐长的爱人 真不是个小气的 她也不会做你说的那事 他们家是真没人 你就听我的 先去旁边的招待所 我找个地方歇歇 等一个小时之后 我再去给你喊人 就这么在门口闹 也不是回事 再闹下去 领导就该问责他了 刘芳本来就饿得 前心贴后背 这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根本就没有国营饭店 想买口吃的都没有 这会儿 小战士的话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他一把抓住胡建云的胳膊 嘴里叫嚷着 你们不给我处理就算了 还跟着柳成瑜一起骗我 我要找你们领导 我就看看 是不是没有一个人 能治得了柳成瑜 胡建云无语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大娘 你讲讲道理 我都不认识你 有什么必要骗你啊 我不管 我是京城军区 贺世昌市长的妻子 我现在 要见你们驻地的领导 我倒是要请教他们 是怎么管手底下的兵的 他算是明白了 柳成瑜要是没有情怀紧护着 他怎么可能敢 把自己拒之门外 胡建云皱眉 他一个基层小战士 哪知道贺世昌是哪个 只是听他这么说 还是有一丝犹豫的 毕竟眼前的大娘 要是说的不是瞎话 他也是军人家属 他要见驻地领导反应问题 不能拦着 这样吧大娘 我去找我们领导 你先去警卫室待会儿 刘芳现在更想吃饭 但是现在没见到人 也不是食堂吃饭的时间 除了等 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那你去喊领导吧 这算是同意了自己的意见 胡建云忍不住松了口气 把人安顿在警卫室 跟外边的小战士说了一声 小跑着去喊人了 胡建云的牌长 又带着他找到了马鹏飞 马鹏飞又带着他们 找到了好政委 今天秦怀锦有事 团里的事都交给他了 他正在看申请隋军的申请 就听见马鹏飞带人来报告这事 郝山河放下手里的申请 伸出手掏了掏耳朵 满脸疑惑地看向马鹏飞 你确定外边的是秦团长的丈母娘 不是你老娘 不应该啊 老秦的丈母娘 听说是个高中老师 很有文化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要是换成马鹏飞的老娘这事就对了 毕竟马鹏飞的老娘在住地也是 战功赫赫 无人不知 马鹏飞一脸窘色 没好气地回 郑伟 您就盼我点好吧 他们家那一摊子烂事刚弄明白 他们两口子最近正忙着 哄着丈母娘来帮忙 怎么会去招惹他老娘 再说了 他都跟下边的兵说了 他老娘来了 直接说他调走就完事了 怎么可能还在门口闹腾 郝山河善善一笑 不是你啊 他把申请书放一边 钢笔带上帽 走 咱们去看看 师长夫人有什么需求 郝山河早晨出来 就在营地没出去过 还不知道 上午贺白梅已经来闹过一次了 胡建云尴尬举起手 那个政委 刘同志要见团长的领导 郝山河挑梅 看来来者不善啊 那称 咱们一起去找旅长 黄旅长是知道贺世昌其人的 听说是贺世昌的爱人要反应问题 没有犹豫 带着郝山河马鹏飞 带着胡建云来到家属院门口警卫室 第163章 扰人清静 刘芳看见这么多人乌泱泱的来到警卫室 脸上才露出一个满意的神色 他站起身跟为首的黄旅长握手 你好 打扰了 我是贺世昌的妻子刘芳 黄旅长笑笑 贺世长 早闻其名 没想到还没见到贺世长 先见到了师长夫人 贺世昌的夫人确实叫刘芳 这个她也清楚 刘芳客气一笑 什么夫人 不过是个教授老师 您喊我刘同志或者刘老师都可以 请问您怎么称呼 黄旅长笑笑 我姓黄 秦怀景的直属领导 黄旅长不是个墨迹的人 战场上沙发果断 平时为人更是干脆利落 也不跟刘芳客套 直接问 不知道刘老师要反映什么问题 看他行色匆匆的脸色土黄 应该是才到没多久 怎么就不满意了 黄旅长 我大老远的来看女儿 没想到连家属院的门都进不去 我就想问问 这是什么道理 黄旅长看向好山河 刘老师说的是真的 好山河点头 刘老师的手续不全 值班战士胡建云换班之后 立马帮他去秦团家喊人了 秦团家没人 黄旅长点点头 转头温和地对刘芳道 刘同志 你看这是秦家没人 所以咱们下边的小同志 也是按规矩办事 刘芳皱眉 怎么可能没人 柳晨宇每天就在家带带孩子 不在家能去哪 他分明就是有秦怀景撑腰 不想见我这个当妈的 他之前听小张找过奶粉票 说明秦怀景的三个孩子 已经被接到他们身边了 柳晨宇现在在家能干什么 只能带孩子了 黄旅长又看向好山河 好山河无奈道 首长 小柳的大哥昨天晚上来了 我听我爱人说 他们今天去拜访于市长了 去拜访总不能吃了饭磨嘴就走 于市长跟贺市长是老关系了 贺市长的儿子到了 他们肯定有很多话说 在小红楼吃晚上饭都正常 黄旅长点头 刘同志 你也听到了 家中确实没人 他自己手下的兵探能不知道 秦怀景不是是非不分的人 怎么可能放纵媳妇 把丈母娘拒之门外 这不明显就是误会 刘芳哑然 怎么可能呢 分明是 分明是他先断定柳成渝不会见他 所以才认为小战士 帮着柳成渝一起撒谎 现在看来柳成渝是真没有在家 那他刚刚做的 还有怎么大儿子也来这边了 他们怎么没人跟他说一声呢 不过他来都来了 肯定不可能人都没见到就做 刘芳尴尬了 扯起嘴角 那个能不能找个人去市长家 帮我喊一下我女儿 既然误会解开了 黄旅长自然不会再留下 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小胡再去跑一趟 一定要把刘老师的话带到 胡建云任命的只能再跑一趟 等胡建云出了警卫室 黄旅长临走前笑着跟刘芳道 刘老师还没吃饭吧 我让人给你先送点馒头过来 说完不等刘芳反应 就先出了警卫室 他把好山河留下了 你留下陪着刘老师吧 别让刘老师再误会了咱们的战士 好山河笑笑 成 您先忙 刘芳可能不知道 他们驻地的领导是最户独子的了 要不是刘芳是贺世昌的媳妇 黄旅长早就让人把他关起来 冷静两天了 也就是给贺世长一个面子 马鹏飞也没回去 马上要下班了 他回去待不了一会儿 还得走回来 还不如就在这陪着正伟 他歪头朝里边看了眼 歇停下来的刘芳 小声问好山河 正伟 小嫂子的老子真是市长 他们团长可以啊 去了趟京城 不光娶了个天仙回来 还盼了个高枝 这效率真是没法比啊 好山河瞪了他一眼 别什么都打听 就不怎么样 贺家的事复杂着呢 马鹏飞怂怂肩 又歪头小声说 其实也算不上汤高枝 那天咱们跟团长那个哥们一起吃饭 团长那哥们通身的气派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团长的发小都这么厉害 他家里肯定也差不了 好山河无语 忍了半天 忍不住给他脑袋上抱了个例子 就你明白是吧 就你长眼睛了是吧 怎么训练的时候 脑子没有这么灵光 处理你们家那摊子事的时候 还得麻烦人家柳同志 马鹏飞 说话就说话 打就打 干什么 戳人心窝子 胡剑云实在是怕了刘芳这个枯功 小跑着到小红楼 把事跟小何一说 小何赶紧进去找人 小何把话一说完 屋里欢快的氛围 立马冷了下来 徐静闭了闭眼 拉着柳晨鱼的手 要不还是我去一趟吧 你在家好好的 沐溪也满脸担心 伯母 我跟小妹一起吧 对于婆婆那个人 沐溪还算了解一些的 贺广林起身 伯父伯母 我们也打扰许久了 母亲正在外面等着 我们不好耽误 就先到辞了 刘芳怎么也是小妹的母亲 要是小妹不出去 让别人去接 以后再住地的名声就毁了 柳晨鱼点点头 伯母 我们一块去 你别担心 现在不是在京城 我可不怕他 他现在表面一片平静 其实心里都骂炸了 他都躲到荣上来了 他们还追来了 真是打不跑的狗 当初离开贺家 就是为了远离刘芳 他当时就觉得 这人是个麻烦 果然 他走了 贺家也折腾了好久 只是没想到 这人居然还跑到他 跟前来折腾 真是一点清静日子 都不让人过呀 秦怀锦握住他的手 他发现 他情绪不太对 贺广林和柳晨鱼都这么说了 徐静和于师长 自然不好再留他们 出门前嘱咐到 他怎么说 也是你的亲生母亲 有些话有些事 你这个当晚辈的不好做 等一会儿 我过去一趟 有他在 想必刘芳这个当妈的 也不会做得太过分 第164章 吃粪了吧你 家更 他跟贺广林两人 走往家属去门口去 路上 贺广林几次低头 看身边的妹妹 想到今天两个搅局的 真是头疼不已 他好不容易有时间过来 跟妹妹培养感情 先是贺白眉捣乱 再是父亲怕妹妹辛苦 让他赶紧走 气氛刚好点 母亲又杀来了 怎么着 一家子就没有一个 让他省心的 柳晨鱼听着脑袋顶上 马上要化为 实质攻击的叹息声 使劲摇了摇脑袋 大哥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至于用噪音一直攻击我吗 再叹息下去 他的脑袋顶 估计都要长蘑菇了 贺广林抬手摸了摸他的头顶 心里感叹 到底是他们家的孩子 就算在那样的环境中 依旧长得那么高 他一直没说话 柳晨鱼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结果这一眼看得他直翻白眼 他那是什么眼神 怎么像是个老父亲 比贺氏昌都地 贺广林看到妹妹嫌弃的眼神 不仅没觉得受伤 还觉得很有意思 他的妹妹就应该这么活泼 一会儿不管母亲说什么 你只当耳边风就好 其他的交给我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生气 坏的是自己的身子 得了 我知道了 大哥 你得明白 我是身体不好 倒我不是死了 谁都想来我脑袋上踩两脚 把我当什么软柿子了吗 他真是想不通 刘芳是有什么脸来的 他就想平淡的过这几年 怎么就这么难呢 原助理 他可不是女主角 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炮灰 至于给他安排这么多个极品吗 当他是来升级打怪的不成 贺广林看他气势冲冲的模样失笑 怎么会 你就算是柿子 也是柿子里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婚姻生活这么多年 贺广林就学会了一招 女孩子生气的时候 只管夸他就是了 柳晨鱼 还别说 他要是柿子 肯定是柿子里最好看的 反正他一会儿要是敢跟我调歪 我一定不会忍着他的 他明白贺广林的为难 就算刘芳做的不对 那也是他的亲生母亲 贺广林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 肯定是左右为难的 柳晨鱼跟贺广林相处的还不错 他不想 他太为难 这也是他不愿意在贺家的原因 柳晨鱼是可以被刘芳 针对之后发疯折腾一通 但是一次两次可以 三次四次呢 次数多了呢 刘芳对他的敌意不知为何 但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但是他离开就不一样了 贺家除了刘芳都是明白人 对于他的委屈 他们都清楚 这样的贺家人带着愧疚 只会对他更好 现在的贺世昌 贺广林都是很好的例子 贺广林看着妹妹眼神中的 倔强和冷漠 叹了口气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 我不管 老话讲 父辞子笑 父不辞子又何必孝顺 你不欠他的 倒是他亏欠你许多 他实在不明白 蠢人的脑回路 两人说着话 来到警卫室 刘芳这会儿 饿得唇无血色 头晕眼花 等儿子走近了才看清 看清贺广林的下一秒 刘芳的眼泪就下来了 站起身 一把拉住贺广林的手 儿子 妈的广林 贺广林还是第一次见母亲 如此不修蝙蝠的模样 轻轻从她手里把手抽出来 温声道 母亲怎么来了 父亲知道吗 刘芳一愣 眼神恍惚 咽了口唾沫道 自然知道 怕儿子细问 他赶紧说 儿子 妈妈还没吃饭 你先带妈妈吃点饭吧 贺广林总算知道 他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狼狈了 他看了眼柳晨鱼 柳晨鱼抬头望天 表示不关他的事 他们家没有一口他刘芳的饭 贺广林叹气 妹妹 我带母亲去食堂吃点饭 马上到饭点了 他现在带着母亲过去 正好能吃点 这个柳晨鱼没有意见 走在前边带他们去食堂 刘芳应该是真的饿了 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 狼吞虎咽的一点样子都没有 柳晨鱼以为贺世昌跟他嘱咐过 不许乱讲话 结果他这口气还没松 出了食堂 刘芳就开始了 来了你们家 还让你大哥出粮票吃饭 你真是思溜不懂 刘芳满眼心疼的看着大儿子 这孩子也是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 一年到头看不到人 上次见他 还是儿媳妇生孩子的时候 工作也太辛苦了 看看他儿子都瘦成什么样了 都这么辛苦了 还得过来看这死丫头 刘芳更是心疼 你不去看你大哥就算了 还让你大哥过来看你 你知道他工作多忙吗 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人 贺广林送完餐盘追上来 听见这话眼前一黑 大吼道 母亲 住口 他看了眼 络绎不绝来吃饭的战士和家属 拉住刘芳的手 怒气冲冲地往秦家走 刘芳被儿子拽了一个亮枪 慢点 慢点 他不就是说了 这死丫头两句吗 这孩子就跟他老子一个德行 柳辰鱼刚要张嘴 问候他八倍祖宗 人就被贺广林拽走了 到了家门口 贺广林把人拽进院里 等柳辰鱼进来之后 直接把门插上了 而刘芳这会儿 已经开始打量秦家的院子了 一边看一边嫌弃 这菜一看就是你中的 真是干什么什么不行 也不知道你这么废物 到底随了谁 母亲 贺广林快气疯了 秦怀景和穆熙站在屋门口 见刘芳进门就数落人 都目瞪口呆的 秦怀景是没想到 这人这么没脑子 来他们家也敢这样 对柳辰鱼 穆熙则是震惊婆婆的为人 他嫁给贺广林这些年 见过刘芳几面 在他印象里 婆婆人虽然小气 但是说话还是讲究的 可他印象中的婆婆 跟眼前这个满口误言会语的人 简直是天差地别 柳辰鱼在外边忍了半天 进门确定 贺广林把大门插好了之后 抄起门后的竹条扫帚 一把朝刘芳门面上拍去 刘芳还准备数落死丫头两句 结果一回头 照脸来了一把大扫帚 他下意识躲 结果只躲了一边 另一边脸被扫帚打了个正着 竹条扫帚刮在脸上 瞬间刘芳的脸上 就冒出了几道血珠 疼得刘芳嗷嗷直喊 柳辰鱼处着扫帚 冷眼看着刘芳跳脚 知道的你刚刚吃的是饭 不知道的你以为你刚刚吃的是粪呢 一张嘴就臭气熏天 看来上次我打了贺白眉 还是没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要不然你怎么赶来我面前大放厥词的 柳辰鱼说完这话 不等贺广林反应 抄起条肘朝刘芳诱试一下 直接把人拍在地上 第165章 被雷劈 沐芳也没想到情势直转 小姑子三两下 就给婆婆拍到地上了 刘芳趴在地上捂着脸 连哭都忘记了 一个劲儿的喊疼 看到母亲脸上的伤痕之后 瞳孔一缩 对门口的沐芝说 小夕 麻烦你拿点纸来 母亲的脸不小心擦到了 沐芝抿了抿唇 朝贺广林点点头 扭伸回了堂屋 刘芳被儿子扶起来 还以为儿子要给自己做主 心底那口气还没松 就听了这么一番官方话 煞时间他脑袋上 恨不得冒出火来 这就是他生的好儿子 刘芳一把拍掉贺广林 搀扶他的手 瞪着眼伸出手指 指着贺广林的鼻子骂 你个混账 瞎了不成 你老娘被这死丫头 打的脸都化了 你居然还说我不小心擦到的 你们贺家的男人 都有睁着眼 说下话的本事是吧 他真是白白生了几个孩子 没有一个向着他的 一个个的都不如小梅贴心 刘芳越想心越凉 转身瞪着一旁 笑眯眯的柳晨鱼 双目赤红 像是要吃人一样 你也是个活出生 这么打青娘 也不怕天打雷劈 柳晨鱼两条肘下去 心里的气已经出了不少 这会儿听刘芳气急败坏的骂人 他看着刘芳 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是畜生你 又算什么东西 生而不养的废物 蠢货一个 柳晨鱼冷笑 养了将近二十年的孩子 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不清楚 你凭什么当人亲娘 柳家人至少还有脑子有手段 把养不活的孩子换给你 以求孩子有条活路 你呢 你生的孩子的活路 差点被仇人生生毒死的时候 你又在哪 现在站在我面前 跟个人一样的叫嚣 你以为你就算个人了 放任仇人的孩子 谋害自己亲生的孩子的你 又算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我从贺家离开了 你会做出什么蠢事 恐怕你自己都不清楚吧 生而不养 你凭什么当人亲妈 呸 说 你是畜生都侮辱了畜生 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我今天打死你 都是替天行道了 说完 他朝贺广林招了招手 大哥快离他远点 万一雷劈他 连累你怎么办 贺广林 紧接着柳晨鱼把扫帚扔到一边 拍了拍手 一脸的后怕 可不能再打他了 再打下去 我怕功德圆满 直接飞升 从堂屋拿指出来的沐西 一时间不知道是该心疼小姑子 还是心疼小姑子 原本给婆婆的卫生纸 他转身 走到柳晨鱼身边 递给他 擦擦手吧 贺广林无奈地揉了揉脑袋 看了沐西一眼 都这会儿了 媳妇怎么跟着一起添乱 沐西回瞪 他就是看不惯婆婆的做派 怎么能骂自己亲生的闺女呢 他见过婆婆跟贺白眉相处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整个一个千一百顺 他也理解 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有感情了 但是有感情 也不是伤害亲生孩子的借口 更别说亲生的 还是受害者 秦怀锦默默走到柳晨鱼身边 一把拉住他的手 满眼心疼道 那扫帚把个手 柳晨鱼笑笑 那你就换一个呗 秦怀锦点头 一会儿就换一个原木的 柳晨鱼笑了 刘芳被这死丫头 一口一个畜生 骂得眼冒惊心 险些站不住 你住口 我跟小梅的感情 是不是亲生的 有什么重要 她不是亲生的又如何 她对我好就行了 只有她把我这个母亲 放在心里惦记着 这几个孩子都白养了 一个个的冷心冷肺 明明小梅也做了 他们这么多年的妹妹 怎么能说扔就扔 母亲 贺广林自来心狠 唯一的温柔都给了家人 所以有时候难免投鼠忌气 其实小梅的担忧她 何尝不懂 她留在贺家 就会让贺家所有人左右为难 柳陈渝是贺家亲生的不假 但是刘芳更是为贺世昌生而育女 人心善变 哪个明白人 会把希望都压在陌生人身上 所以离开贺家 是最正确的决定 只是没想到 她都离开了 母亲和贺白梅 依旧不放过她 贺白梅真的对母亲 有很深的感情吗 不见得 可能对母亲有感情 但是这感情 完全抵不上母亲的身份 所以 她之前决定 把母亲贺家媳妇的身份剔除 她成为一个普通老师之后 看贺白梅 还会不会如现在一样依赖母亲 一切都听母亲的安排 看来她还是优柔寡断了 她实在没想到 母亲已经走火入魔 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现在 恐怕贺白梅把她卖了 她还给贺白梅数钱呢 母亲 我想你必须清楚一件事 贺白梅不姓贺 也不是我贺家的人 柳陈渝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血脉亲人 我们只认这一个妹妹 所以母亲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要把我们兄妹都从你身边推走吗 她倒是要看看 是不是他们兄妹几个的分量 都不如一个贺白梅 刘芳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 心中忍不住往外冒寒气 贺广林 你长大了 敢威胁你亲妈了 你们跟着你奶奶长大 哪里懂妈妈的辛苦 小梅是妈妈捧在手里长大的 她那么小 每个月都生病 我成天成素的不睡觉照顾她 你们身体健康的孩子 根本就不懂 我们母女俩受了多少罪 因为小女儿的身体 她不得不同意婆婆的提议 把大女儿二儿子 都送到婆婆身边教养 她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 倾注了所有心血 就为了让她平安长大 多少个日夜 贺家只有他们母女的相依为命 他们根本就不懂 小梅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秦怀锦翻了个白眼 柳家人要是不换孩子 你也不会成天成素睡不了觉 你不去找罪魁祸首 反而处处打压 从小受罪的亲生闺女 是什么道理 如此不可理喻 不就是欺负柳辰于示弱吗 第166章 相亲相爱 你说的这些都是自我感动吧 说了半天 你还是觉得 你这四个孩子 都抵不上一个贺白梅 这句话有这么难说出口吗 明明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 非得拐弯抹角地说了这么多 贺广林心里早有准备 母亲的话并不能伤她分毫 她跟雪亭虽宁 早就不是渴望母亲的孩子了 她和雪亭从有记忆开始 因为太小 不能送儿童兵 只能养在老乡家里 他们换过一家又一家 对父母的渴望 早就在这辗转间烟消云散 等回到父母身边 父母又有了虽宁 可他们又太忙了 父亲忙着打仗 母亲在后亲帮忙 根本顾不上他们 幸好她的年纪不小了 可以带着妹妹弟弟 跟在娃娃兵后边混 自此之后 她和雪亭带着虽宁奉鸡毛信 跟着娃娃兵一起完成任务 等到解放之后 父母工作繁忙 她和雪亭虽宁 兄弟三人 才从娃娃兵中退下来 回到爷爷奶奶身边 这一待就是三年 三年之后 母亲终于不忙了 工作稳定下来 才把他们接回去 但是照顾了也没有半年 她就怀孕了 不得已只能听奶奶的提议 再把他们送回去 比起跟母亲索取 他们更善于奉献 柳家不作孽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们一家人 也不用天南海北的分开 说了这么多 找了这么多借口 不就是舍不得贺白梅吗 您与其跟我打赶琴牌 不如直接 不如直接说明 舍不得那个孽障 贺世昌暴怒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院子里的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上午打电话 下午这人就出现在住地 刘芳看见 贺世昌直接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是偷着 从京城来荣省的 根本没跟贺世昌通气 柳辰鱼眨眨眼 看了眼贺世昌 又看了眼 他身边的渔师长夫妇 则则 伯母瞒得还挺严实啊 徐静美好气地 瞪了眼这小妮子 他看见贺世昌的时候 也很震惊好吗 贺广林收起表情 快步走到父亲身边 轻声问 您怎么来了 贺世昌 我不来你弄得了他 给亏他最后 没选择开车来 而是搭乘的飞机 飞机到了荣省之后 他又飞车赶到驻地来 小张都被他颠吐了 贺广林 他确实在身份上 天然的低母亲一头 徐静看着刘芳 虽然很不想理他 但他灰头土脸的 实在不成样子 只能出声提议 刘老师先收拾一下 咱们进屋说吧 一直站在外边 刘芳吼得他们 在坡底下都能听到 贺世昌点点头 算是同意了他的提议 转头准备 跟闺女说一声 但是想到刘芳不干人事 又换了个人 小夕 去给你妈打盆水 让他收拾一下 贺世昌现在头晕得很 他的血压 肯定又上来了 眼不见心不凡 他一把手抓着柳辰鱼 直接进了屋 于是长夫妻 跟在他身后 带着小辈一起进屋 三个小子知道家里有事 没赶出来 窝在卧室里 哄小妹妹呢 进屋之后 贺世昌打量柳辰鱼 虽然他从电话里 也知道这丫头的近况 但毕竟不是亲眼看到 心里还是不放心 这会儿 看他脸色好了很多 也稍稍有些肉了 心里松了口气 但嘴上还是不满意 还是太瘦了 秦怀谨舍不得给你吃肉不成 柳辰鱼笑笑 嗯嗯 他发的肉票不到月中 就被我活活没了 他是吃的不多 但是架不住吃的次数多 隔三差五就要吃 一个月的肉票没几次 就被他活活完了 贺世昌一听这个 瞪了眼七茶倒水的秦怀景 没事 爸爸贴补你 不用 没有猪肉 我们能跟老乡换别的 这个月用得快 主要是家里来人太多 这个疯婆子 还有他那个疯闺女给弄走 我真怕我忍不住 把这两人打死 柳辰鱼一脸的后怕 打死了你还得捞我 没准干了一辈子的事业 就白玩了 闺女一口一个老贺 在老战友面前 一点也不给他留面子 好在贺世昌 现在让柳辰鱼 锻炼的脸皮够厚 一点也不在乎 有什么话好好说 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柳辰鱼撇嘴 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但一定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贺世昌瞪眼 这孩子怎么还是游言不尽啊 于市长听完 眼睛一亮 使劲给柳辰鱼鼓掌 说得太好了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跟他们国家一样 有啥可怕的 干就完了 柳辰鱼摸了摸太阳穴 不好意思道 于伯伯 这话也是我听别人说的 于市长摆手 听谁说的不要紧 要紧的是你能听进去 柳辰鱼黑黑一笑 然后问贺世昌道 他说是你让他来的 怎么的是来给我添堵的 贺世昌老脸一皱 苦笑 你看我是没事 给自己找事干的人吗 因为之前的事 到现在都不肯喊一声吧 我哪敢得给你添堵啊 今天打完电话 我让小张去找他 才知道他来容赏了 柳辰鱼点头 他就知道 贺世昌还没糊涂到这个地步 那您这次准备怎么处理 贺广林看父亲皱眉 赶紧接过话茬 父亲白眉应该从咱们家的户口里 牵出去了 该回他的本性 至于母亲 我之前觉得应该跟您分开 没了您和贺家 白眉应该就不会纠缠了 于师长皱眉 老贺 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离婚对你 离婚对他影响太大了 他这次本来很有希望 贺世昌摇摇头 于师长的顾虑他都清楚 但是生殖比起闺女 他心里的天平 还是朝闺女倾斜 最开始 他也是准备这么做的 只是现在 有了老爷子的指示 只能按照老爷子的说法来 他可不敢跟老爷子对着干 他前脚对着干 后脚他大哥 就敢把他发配边疆 你估计你妈家里都清楚 你爷爷说的对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杨庄大队就是个好地方 他转头跟于师长说 杨庄大队的村晓 现在还缺老师 我爹的意思 是让刘芳过去补了这个空 至于白眉 从哪来回哪去 他会跟杨庄大队的大队 长大队书记 公社领导都打个招呼 不给这两人开介绍信 这样两人都出不了杨庄大队 来找柳成瑜的麻烦 于师长点头 这样确实是影响最小的了 要是把刘芳逼急了 他那个性子 做出什么事来都不稀奇 想必刘老师 也会满意这样的处理方式 刘芳既然这么舍不得 那个假闺女 那就去杨庄大队 相亲相爱吧 第167章 死都不忘戴上她 刘芳从外边清洗干净之后 还没进门 就听到堂屋里的谈话 原本忐忑不安的表情 瞬间变得猙獰 沐夕在她身旁 看了之后 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 她这个婆婆 真是越来越没有德行了 我不同意 刘芳一把掀开门帘子 大步踏进去 对正在喝茶水的赫世昌怒吼 赫世昌你个没良心的 你忘了当年 我是怎么跟你在沐苍林淡雨里 拼死拼活的 我跟了你一辈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就这么把我困在乡下 你是想要我的命啊 她出生小富之家 除了出来打仗那些年吃过苦 解放后就再没有受过气 他们刘家没出过大关 但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你把想把我送到乡下 也得看我娘家答应不答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刘家是不行了 但也不是任人搓扁柔鸢的软骨头 赫世昌闭了闭眼 只觉得这样歇斯底里的人陌生得很 刘芳 你还记得当初跟上组织队伍时得出心吗 他赫世昌算不上什么大英雄 但也是刀山火海里拼过命的 他那时候想得很简单 要让他的儿女吃饱饭 他没有他爹那么重刀的理想 当初亲朋介绍 当时还是小学老师的刘芳给他 他当时是不喜欢刘家的做派的 连带刘芳也不待见 只是相处之后 他被刘芳这个人打动了 他们有共同的理想 当初参军他是全力支持 甚至把孩子都寄养在老乡家 跟在他们队伍的后边 做一名吉吉无名的后勤 他当时怎么跟他说的 他说 只要让我的儿女吃饱饭安稳下来 就是拼上这条命也是值得的 他们一路坚持到现在 为的不就是这么简单又朴素的愿望吗 刘芳愣住 愤怒的表情冷了下来 我现在的初心也不曾变过 贺世昌 他是我养大的 贺世昌闭上了红枝的眼眶 你以为要不是你舍不得 我跟孩子们顾及你的感受 他赫白没能有机会祸害我的女儿吗 你以为他柳家做的事情 会这么轻飘飘地掀过去吗 贺世昌把水杯蹲在餐桌上 站起身攥紧拳头 狠狠地朝自己的心口捶了几下 刘芳 是我贺世昌昧着良心 对不起亲生闺女放纵了你 才让你这么思溜不懂 为了个假货 连亲生女儿都敢糟蹋 后悔吗 贺世昌悔的肠子都轻了 可有什么用 事情已经这样了 他只能狠下心瓜骨疗毒 把腐烂的肉剔除下来 刘芳没见过贺世昌这副模样 他嫩的道 可是白眉也喊了你十几年的父亲 他怎么忍心这么处置他 刘芳 接小鱼儿回来的时候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刘芳舍不得把贺白眉送回柳家 当时贺世昌担心过 柳陈渔是他们亲生的 刘芳就算对贺白眉好 也不会对亲生的差吧 施里有任务 他一走就是将近一个月 走之前他嘱咐刘芳 两个孩子既然都留下了 那他就要做到公平 可是他还是想简单了 刘芳表面答应的好好的 转头却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他心里可能有这么一丝愧疚 但看到粗鲁怯懦懦的柳陈渔之后 他心里的愧疚 全被莫名的好胜心占据了 他居然认为 这样的柳陈渔还不如不回来 他刘芳怎么能有一个文盲女儿 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儿 刘芳张了张嘴 到底是没说话 他也想过对柳陈渔吼 可是每天面对一个 可爱讨喜贴心的贺白眉 和一个八杆子 打不出一个屁的柳陈渔 他对柳陈渔无论如何都喜欢不起来 刘芳 我给过他机会 也给过你机会 贺世昌睁开眼 眼神已经平静下来 这次是全家的意思 我爹会跟刘家交代 什么 刘芳像是被雷劈中 愣在原地 居然是老爷子的意思 刘芳回过神 满脸慌张 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贺广林的手 儿子 儿子 妈不能去乡下呀 贺广林神情温和 但眼神却冷漠 母亲 现在下边的学校教师资源匮乏 你去了 正好能弥补这个空缺 希望你能不辜负组织的期待 面对父亲接二连三的质问 母亲的三肩齐口 让贺广林心都凉了 母亲 那里是妹妹长大的地方 你只有亲自去了 生活过 才会知道妹妹的不容易 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刘芳现在就是这样 就算把柳家的累累罪行 塞到刘芳眼前 他恐怕也不会多看一眼 他只关心他在乎的 去了那边安心教书 没有攀比 没有炫耀 刘芳甩开儿子的手 指着他的鼻子骂 贺广林 我是你亲妈 果然老太太养大的孩子 只跟老太太亲近 根本没把他这个当妈的放在眼里 贺广林低头苦笑 您要是不是我亲妈 就您和贺白没做的那些事 剩下的话他没说完 刘芳却懂了 大儿子小时候送鸡毛信 一个人带着弟弟妹妹 硬是在娃娃兵里 坚持到解放 后来又被老爷子教养 心智手段样样拿得出手 他要是没有顾及的出手 恐怕他跟贺白没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刘芳小跑到贺世昌身边 一把拉住贺世昌的手 老贺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柳陈瑜的 小梅也会尊重他这个妹妹的 贺世昌看着走火入魔的妻子 心里满事不解 他不明白 贺白没到底给刘芳下了什么迷魂样 到这个时候了 他求情都忘不了带上贺白没 刘芳见贺世昌不说话 小声抽气 老贺 你现在正是关键时候 我走了你的前途怎么办 就让我在家吧 我可以在京城的小学教书 你要是不高兴 我就不去教书了 我带着小梅 直接来这边帮柳陈瑜带孩子 我们弥补他 被刘芳一屁股挤走的徐静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为了老贺之后的安排 他能这么安排你 早就离婚了好吗 第168章 护着他 刘芳对徐静的讽刺充耳不闻 还想跟贺世昌求情 秦怀紧歪头 看着一脸冷漠的柳陈瑜 心疼的一抽一抽的 首长 我之前没有追究贺白没对我的算计 是因为我不想小鱼儿名声有损 小鱼儿也是顾及亲生母亲 不愿与其发生冲突 才跟我结婚 来了荣赏 秦怀紧钻了钻手里温热的小手 继续道 可是他的百般退让换来的是什么 是享受了他人生的小偷 从京城跑到住地来 在大门口继续污蔑小鱼儿的名声 就连这个他血缘上的亲生母亲 来了之后 非但没有安慰他 反而眉头眉脑地辱骂他 我秦怀紧虽然没什么大的本事 但是是关我妻子 我还是得站出来 师长 我要举报贺白没 刘芳侮辱军属 最后这句话 是秦怀紧对于师长说的 声音铿锵有力 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决心 他答应过柳陈瑜 既然娶了他 就不让他受委屈 他秦怀紧一口唾沫一个钉 跑来他家门口 辱骂他的妻子 就要做好被他报复的准备 什么贺家的儿媳妇 老领导的爱人 朋友的母亲 他都不想管 他就是要给自己的爱人一个说法 我们当兵的 在前线拼死拼活 不是为了让我的妻儿 被领导爱人 家人侮辱的 如果他们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那我就继续往上报 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要了 也得给我妻子要一个说法 贺世昌眼神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贺广林也沉默不语 刘芳则惊讶地看着秦怀紧 这秦怀紧难不成被死丫头迷昏了头脑 刚三十岁的团长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居然为个女人说放弃就放弃了 于师长朝秦怀紧 投去了个满意的眼神 接着扫了眼老战友的脸色 清了清嗓子道 你连你岳父的前途都要毁了 贺世昌的爱人这回出事 就是给对手递上去一个 可以攻劫他的把柄 他这次升职就悬了 秦怀紧冷笑 您这话就说错了 贺世昌是我的老领导 可不是我岳父 这话一出 贺世昌原本没什么表情的脸 立刻沉了下来 指着秦怀紧的鼻子大骂 你个王八犊子 娶了我女儿想不认 亏他刚刚还在心里夸奖这小子 结果这小子 转头就被刺他 他老人家容易吗 现在闺女不肯喊爹就算了 女婿连岳父都不叫 贺广林看向秦怀紧的眼神中 充满了钦佩 他之前怎么没发现 兄弟这么用 柳晨鱼则是不知道想到什么 捂着眼睛低头轻笑 人我娶了 但是改口费 贺世长还没给 于是长 徐静 真想不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情怀紧 贺世昌瞪向柳晨鱼 鼓起腮帮子 咬牙切齿的 不用想 这小子敢这么说 肯定是家里那个前串子惊叫的 刘芳看着这情景心中窃喜 要是那死丫头不认老贺 他到时候让小梅嘴巴甜点 是不是就能把老贺哄回来 但是又想到这两人僵持的原因 他心中的那一丝窃喜也没了 果然是一个被窝 睡不出两种人 秦淮景跟柳晨鱼那个白眼狼一样 嚣张狂妄 于是长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啊 看了眼媳妇 徐静冷笑 老贺赶紧给改口飞啊 这老小子到现在都没捞上闺女喊声爹 女婿的爹总得听听吧 人秦淮景话里的意思多清楚 柳晨鱼并不介意秦淮景 喊贺世昌岳父 贺世昌摸摸逗 看了眼门口的小张 小张神色一紧 首长 我就带了十块钱 贺世昌翻了个白眼 去去去 没准备要你的钱 他转身问徐静 徐团长 能不能借点钱 他出来得及 根本没时间回家拿钱 徐静笑笑 没有拒绝 拿多少 这里可不止秦淮景一个 还有四个孩子呢 一千二吧 贺世昌算了下直接说 成 你们贪 我回去拿钱 贺世昌确定了数目 徐静起身离开了秦家 柳晨鱼一听这个数目就笑了 忍不住偷偷朝秦淮景竖了的大拇指 秦淮景看见之后 眼神中忍不住戴上些笑意 贺世昌低头喝水 正好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哼了哼 徐静走了 屋里的事还没完 与师长看向秦淮景 这事贺师长已经给出处理意见了 你不满意 秦淮景点头 他当然不满意了 把这两个人弄到洋装大队没问题 但也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肉体上吃点苦算什么 他媳妇受的可都是精神上的伤害 不让他们弥补回来 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 你想怎么样 这话是贺世昌问的 下方 刘芳和贺白没明显思想不正确 这样的人去教书育人 也不怕误人子弟 他们这样的人 凭什么下乡做个受人敬仰的老师 他们就应该去做最脏最累的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刘芳听了这话 腿一下就软了 下乡当老师 最起码不用下地 秦淮景竟然连这点也不能容忍 他才是真想要他们的命 刘芳好几名同事都在下方的时候 因为受不了自杀了 一想到以后他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刘芳的心都凉了 这会儿也顾不上贺白没了 他狠狠抓着贺世昌的胳膊 老航 不行 你不能答应啊 下方之后 我真的有去无回了 他这时候真的害怕了 凶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秦淮景现在在刘芳眼里 就是那不要命的罗刹 他就没想让他们活着 从洋庄大队走出来 于是掌皱眉 你知道 咱们驻地一向不弄那一套 这是三令五身过的 如果把外边的风气带进来 军队就乱了 秦淮景一心要弄刘芳和贺白眉 我也不是非得让军区处理 你们不处理 我可以举报到学校 贺白眉我可以举报到街道 想挨以他们的为人 肯定没少得罪人 到时候 强倒众人推 痛打落水狗的人比比皆是 柳晨鱼眨眨眼睛 看了眼一脸严肃的秦淮景 他确实没想到 这人能豁出去 给他讨个公报 关于洋庄大队柳家 我们也会以受害人的身份 报警处理的 伤害过柳晨鱼的人 他一个也不会放过 第169章 太不像话 于市长被秦淮景突如其来的 混不吝气的心口疼 你小子真是油烟不尽啊 你就算想给你媳妇讨个公道 但是你问问小鱼儿的意见啊 这不是件小事 一旦刘芳被下放 除了贺世昌 贺广林贺雪亭 贺虽宁的工作 都要受影响 于伯伯 不用考虑这么多 他们兄妹已经比很多人的起点都高了 被母亲牵连也没什么 现在时局动荡 安文反而不是一件坏事 贺广林想得开 他想雪亭和虽宁都能理解 于市长很欣赏贺广林 从见到他开始 脸上的笑容就没下去过 就算看到刘芳也没有影响半点 贺世昌既然来了 刘芳自然会有个处理方法 只是他没想到 秦淮景会不依不饶 其实今天这事儿 确实不好做 除了贺白眉 手心手背都是肉 都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刘芳大错特错 但是有一点谁都不能都否认 他是贺家四个孩子的母亲 处理他 除了柳承鱼不在乎 对于其他三个孩子 都是断臂之痛 可三个孩子 都是明世里的好孩子 即使痛也很下心来处理了 秦淮景这个提议 就是明摆着告诉贺家人 他就是想要刘芳的命 还是光明正大 没有一丝阴谋的要他的命 于市长不担心刘芳的死活 他担心的是 贺世昌几人的前途 还有跟柳承鱼的关系 本就岌岌可危的关系 是不是会因为刘芳 直接分崩离析 他这会儿沉下脸 满眼心痛的 看着贺广林 广林 你踏入仕途这么多年了 事情真的能简单到 你妈妈下放就结束吗 这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 会把贺家所有人 都捅一遍的刀子 你妹妹不是小孩子了 这里边的利弊应该告诉他 于市长伸手制止了 贺广林的话头 转头对柳承鱼道 小鱼儿 还用伯伯跟你说吗 这孩子通透的很 他们所谓的保护 不过是为了安慰 自己愧疚的心罢了 真的想要让他过得好 就应该让他参与进来 自己决定 市长 秦淮景不愿意 让柳承鱼参与进来 这事儿是他一意孤行 跟他没关系 闭嘴 于市长对着秦淮景 第一次发火 现在外边乱得很 我一个市长都不能保证 我是绝对安全的 你又算什么 这话难听却现实 部队里也有派系 真以为自身没问题 人家就不整你了 天真 贺家在军中的地位 与另一位一样 无人能撼动 动不了上边的 不代表动不了下边的 秦淮景想到之前柳承鱼 进纠察队的事儿 张了张嘴 到底没说话 柳承鱼伸手把人拉回来 屋里紧张的氛围 好像他好像完全感受不到一样 笑着说 于伯伯 我明白你的意思 真要是把刘芳下放 贺世昌这次的升职 肯定要泡汤了 贺广林虽然自认为没什么事儿 但是葛伟会那帮人 硬是要往上靠 也是能靠上去的 贺雪亭和贺虽宁都在部队 顶多升迁无望 可贺广林是最严重的 他很可能被刘芳牵连 直接从上边跌落下来 下放到一个不知名的艰苦之地 刘芳死不足惜 但贺广林一家却是无辜的 贺朝朝那么可爱 怎么能去受那份罪 他舍不得 凭什么刘芳一个人的问题 让这一大家子跟着受罪 他还不配 秦淮景听了他的话 低头看他 柳承鱼捏了捏他的手安抚 他自然也不会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他可不是那种 让别人给他冲锋陷阵 然后他自己出来装大度的好人 柳家肯定是要交给公安处理的 他们偷孩子 还虐待儿童 这是犯罪 至于怎么处理 那是公安的事 他不负责 也不会让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沾上身 至于刘芳 有什么比活着 被心心念念的女儿虐待更难受的呢 让他去洋庄大队教书吧 贺白梅也一起去 说完这话 他的手被男人拽了拽 柳承鱼叹气 把人拉到自己这边 看了眼这身高马大的身高 瞪了瞪眼 秦淮景勾了勾唇角 弯腰凑近他 就这样 柳承鱼还得稍稍地垫垫脚 他凑近他的耳朵 小声道 你说失去一切的贺白梅 在有个人能拉他一把的时候 会不会紧紧抓住 说白了 这事要是做了 比杀了刘芳还难受 他没有明知说出来 毕竟刘芳还是贺广林的亲妈 就算他在身名大义 铁面无私 碰上亲妈眼麻爪 再说了 他很喜欢和招招小朋友 还有沐西 以后还得相处呢 秦淮景瞬间就明白他的意思 眼神里多了一丝笑意 好 后边的事交给我 他记得县武装部有他的老战友 这事让他去办就成 想到这儿 他低头深深地看了眼柳承鱼 他能瞬间想到 这么损的折磨人的点子 可真坏啊 不过他好喜欢怎么办 可转念又想到 这样的坏点子 也可能用在自己身上 秦淮景又黑了脸 这会儿 也不管堂屋里有多少人 拽着柳承鱼回了卧室 把人顶在柜门上 他的鼻尖划过他的下巴 在他的脖梗上停住 好说好商量 不许给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这人突然发疯 柳承鱼还以为是因为 当众搏了他的面子 恼羞成怒了 结果进屋这人 就来了这么一句话 柳承鱼笑了 这得看你当不当人了 他要是那么好说话 也不至于气得秦淮景 拿他没办法 轻不得重不得 秦淮景无奈 他倒是想不当个人 可是这人明显想吃了之后 磨磨嘴就走 他怎么敢轻举妄动 柳承鱼推了推身前的人 好了 咱们的事之后再说 先把外边的事解决 泽泽 这手下的触感真是不错 隔着好几层衣裳 还能摸出形状 秦淮景抓住他的手 声音低沉 别闹 随后深吸两口气 恢复了往常冷淡的模样 伸手给柳承鱼 整理了有些褶皱的衣裳 走吧 出去 他拉着柳承鱼的手 出了卧室 来回不到三分钟 贺广林见着两人出来 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 这秦淮景也太不像话了 沐熙抿唇笑笑 扯了扯他的衣角 贺广林低头 看着妻子作乱的小手 无奈地摇头 贺世昌见两人出来 冷哼了一声 你悠着点 把老子的闺女拽坏了 老子毙了你 于师长喝了口茶水 掩盖脸上的笑意 第170章 给老子做主 您放心 我要伤了他 不用您动手 我自己了结 秦淮景冷着脸说道 贺世昌翻了个白眼 怎么着 你想把三个孩子 扔给我闺女多清闲 甭想 这臭小子死了 三个孩子怎么整 自然不会 我直接把他们扔回给秦淮 他们还有大伯 呃不死就成 柳辰于邓卓言 吃惊地看着秦淮景 这人居然把秦家都搬出来了 他不是对秦家生物痛绝吗 秦淮景低头看他 秦淮不是个东西 但秦淮宇养孩子 还是不错的 前提是 秦淮宇两兄弟 不对上秦淮 贺世昌皱眉 绅士的秦家 于师长歪头 跟他小声说了下 秦家的关系 这也是秦淮景大哥走了之后 秦淮本人联系上他之后 他才知道 秦淮景这小子 出身不简单 他的资料是保密级别的 要说最清楚的 应该是阳城军区的 只是原本负责那次任务的领导 现在正在边疆执行保密任务 根本联系不上 这些年他的调动 都是上边直接下令的 你是他的老领导 你也不清楚 于师长呐喊地看着贺世昌 贺世昌瞪眼 他的审核有专人负责 我只需要知道 给我的人绝对干净就成 这个确实十来年前的事了 那会儿的局势 也没有现在这样 我跟秦家断了关系 但是我没了孩子 可以回秦家 秦淮都十岁了 有口吃的 就能带大两个弟弟 放你的屁 你给老子好好活着吧 你这小子 真是一句重话 都听不得是吧 贺世昌气的眉毛直跳 他不就是心疼闺女两句吗 这小子就不依不饶了 随后也不搭理秦淮景了 转头跟闺女告状 小鱼儿 你就看着他这么欺你老子 柳城鱼挑眉 别告状 我谁都不帮 先把他的事解决再说 柳城鱼指着刘芳 示意他们不要跑踢太远 什么时候干什么事 不知道吗 贺世昌叹气 闺女不管 他只能自己心疼自己了 秦家的事就这么差过去了 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 爸爸没有意见 就算生不了职又怎么样 什么职位都是带兵 不影响 至于儿子闺女 就当替他们亲娘还债了 刘芳面无血色 知道已经不能挽回 也不闹了 挽了挽耳边的碎发 含笑看着柳城鱼 我就不谢谢你了 看到我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你应该是高兴的 反正我只要让我跟小梅在一起 我也认了 求谁都没用了 老爷子发话了 柳城鱼这边也同意了 他的下场只能这样 洋装大队也好 有小梅的亲人帮衬 他的日子也不会难过 他只是想要个贴心的女儿 家里所有人都不理解他 贺广林自认为 这两天跟柳城鱼的相处 已经足够了解他 他既然轻飘飘地做出决定 就说明他肯定还有后手 至于后手是什么 只要不要了母亲的命 他可以当不知道 宁去了那边 好好休养身心 他会让人看着他的 活着就好 那时候的小妹也没人帮衬 也在那个家里活下来了 相信已经是成人的母亲 更没问题了 那总得有个期限吧 刘芳拍了拍身上的土 就算是判刑也有刑期 总不能把我困在那一辈子 贺广林和贺世昌 看向柳城鱼 柳城鱼笑笑 十九年 原主在洋装大队受罪十九年 刘芳不是觉得没什么吗 干脆也去待十九年好了 刘芳只要是不涉及贺白梅的事情 脑子十分清楚 他摇摇头 柳城鱼杀人不过头点地 杀人也就是送到农场十年 十五年 我不过是对女儿不好了些 十九年是不是有点过分 是吗 柳城鱼最不耐烦 别人跟他讨价还价了 既然你觉得不合理 那就二十五年 你 刘芳皱眉 你不要太过分 二十五年 他还不定能不能活到那个岁数呢 他可真敢说啊 柳城鱼看了眼贺广林 一脸无辜的问 真的很常很过分吗 贺广林虽然不想反驳妹妹的话 但是 这确实有点过分了 杀人一颗花生米的有 改造十来年的也有 看情况 看恶劣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 有些地方处理比较极端 有些地方改造就成 柳城鱼了然 这会儿的司法形同虚设 每个地方的处理都不一样 那就十年 十年也够贺白梅寿的了 有这个期限 到时候贺白梅寿不住 做出什么事来 就不怪他了 刘芳松了口气 十年 十年也成 好歹有个期限也能有盼头 十年就十年 刘芳赶紧答应下来 生怕柳城鱼反悔 小梅呢 我来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都没看见她 刘芳还是惦记着贺白梅 贺世昌见她这副死不悔改的模样 心里的怒火都要忍不住了 贺白梅贺白梅 你心里就只有她是吧 亲生的四个孩子 一个都不值得你留恋的 这人难不成疯了不成 刘芳眼眶寒泪 委屈到 家里的孩子都成家了 有没有我这个亲妈也无所谓了 只有我可怜的小梅 连个归宿都没有 之前她给贺白梅准备的几个后生 也用不上了 他们回了 杨庄大队就彻底跟以前的生活断开了 他不再留家 家是乡等的人家 自然不会再跟贺白梅相看 杨庄大队条件好的人家 也就是大队长大队书记家 但是有没有适龄的小子还不清楚 难不成他这么好的孩子 就被耽误在乡下了 贺世昌已经彻底不想跟他沟通了 庸庸碌碌 未尝不是一件新事 你不配做几个孩子的母亲 为了不相干的人 放弃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人怎么配 柳陈瑜笑了 人家下放的人都不活了 好歹她是名正言顺的柳家女儿 人家还会亏待了自己亲生的 柳陈瑜这话说的一看 就是老阴阳人了 你是找了个好人家吃喝不愁了 可是小梅 以后怎么办 都是女孩子 你怎么忍心看着她 落到这样的地步 刘芳忍了半天 还是没忍住 对柳陈瑜不满道 第171章 觉悟 这样没有脑子的话 都不用柳陈瑜搭理 贺世昌直接让小张 把人拖出去了 他想见贺白眉就带她去 贺世昌看都不看刘芳一眼 把人看好 回去的时候带走 他决定亲自把人弄回京城 警卫员小张把人带走之后 徐静正好赶回来 把信封递给贺世昌 也没问刘芳去哪 直接道 给这是你要的钱 点点吧 贺世昌接过鼓囊囊的信封 瞪了于师长一眼 管管 他们什么关系 还用得着对树木 这不是骚他吗 于师长接到贺世昌的眼神 转头把徐静的水杯递给他 走了这么远的路 辛苦了 赶紧喝口水 这狗腿子还跟以前一样 贺世昌见状笑骂 紧接着把钱拿出来 对秦淮景横道 把孩子叫出来吧 因为自己的无能管不住媳妇 让闺女嫁给秦淮景了 事情已成定局 再说其他也无用 既然都是一家人了 那秦淮景的孩子 也就是他们贺家的孩子 说完也不理秦淮景 转头温声朝暮西道 小夕你看看朝朝醒了吗 醒了的话也爆出来吧 小孙女出生的时候 贺世昌就看了一眼 之后就忙着找孩子 等而媳妇坐月子了 他一个当人老公公的 也不好去打扰 所以半岁的贺朝朝小朋友 跟爷爷只见过一面 哎 好的爸爸 沐熙笑着应声 进了孩子们那屋 贺朝朝小朋友 在三个哥哥的逗弄下 根本就没睡着 一直刺着光秃秃的 牙床子哥哥笑 两条小胖胳膊胡乱挥舞 手上还攥着一本 不知道什么内容的小人书 小朋友们 老爷在外边 等着给你们发红包 赶紧出去吧 沐熙抱起贺朝朝小朋友 然后朝兄弟三个说 秦硕三人没动 他们盯着沐熙满脸倔强 他们刚刚都听到 妈妈的妈妈骂他了 还骂得那么难听 他们才不要他的钱 在他们心里 老爷和姥姥是一家人 姥姥不喜欢妈妈 那老爷肯定也不喜欢 看他们站在原地不动 沐熙了然 刘芳被带走的时候 被捂了嘴 他们也没听到 他被带走的声音 姥姥已经走了 外边只有老爷 秦硕 那老爷对妈妈好吗 在阳城的时候 老爷老了 根本不敢跟他们亲妈 这么说话 回去一趟 恨不得把人供起来 他们以为所有的父母 对女儿都一个样 沐熙笑着摸了摸 秦硕毛茸茸的脑袋 自然 以前没机会对你们妈妈好 现在妈妈回到贺家了 自然所有好的都给你妈妈 不好的 也被清除出去了 以后他们可以安心 补贴小妹了 秦硕不清楚 这里边的弯弯绕 但是舅妈很好 舅妈的话他相信 走咱们出去 秦硕拉着两个弟弟的手 从卧室里走出来 后边跟着抱着孩子 满脸笑意的沐熙 柳陈瑜朝秦硕招手 指着上位的贺世昌 笑着说 快过去喊老爷 有红包拿 在场的都是耳聪目鸣的人 秦硕和沐熙 当当的一番话堂污的人 听了个八九不离十 这会儿 贺世昌脸上的笑意 更真挚了几分 他闺女这么好 小孩子喜欢他太正常了 这三个臭小子有眼光 贺世昌原本准备给三个孩子 每人十块钱红包的 现在大手一挥 每人五十 贺朝朝小朋友 也五十块 秦硕听了柳陈瑜的话 沉着的小脸上 这才有了笑模样 他拉着弟弟走到餐桌前 带着微笑 跟上边唯一一个 不认识的人问好 老爷好 好好 老爷给钱 你们买汤吃啊 贺世昌大手一挥 直接数出五张大团结 塞到小孩手里 秦硕没想到 老爷这么豪放 他原本以为 跟阳城的老爷差不多 给个一毛五分的 就差不多了 谁承想 转头看柳陈瑜 见柳陈瑜点头 这才收起来 这么多钱 他还是等晚上没人了 再给妈妈吧 秦灿瞪眼 他不会说话 他处了处大哥 眨了眨眼睛 贺世昌看着两个小子的互动 哈哈大笑 你小子甭捅固你大哥 我知道你 好好努力 争取尽快发声 说完又数了五张大团结 给秦灿 秦灿乐乐 点了点头 手里攥着钱朝 贺世昌做了个座衣 然后转头 就把手里的钱 递给柳陈瑜了 这一动作 惹得屋里的大人 哈哈大笑 直夸他有意思 秦朔 这操作可真骚 秦玉 太奸诈了 二哥怎么能抢他的活 柳陈瑜把钱塞回去 跟着笑 自己留着吧 不过得交给我一个 你的消费计划 秦灿歪头 啥计划听不懂 柳陈瑜 就是你这个钱 准备怎么花 花到哪 给我个计划表 零花钱的作用 就是让他们 真真实实的生活 在使用过程中 学着控制自己的欲望 锻炼他们对金钱的 规划能力和理财能力 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有可财务敏感度 等开放之后 面对大把的机会和金钱 才能守住本心 不至于迷失 嗯 说的就是你 小老三 川叔这件事 对柳陈瑜的冲击 并没有那么大 他更心疼的是 里边的主人公 早早丧命的老大 疯了的老二 还有疯批 无差别攻击的老三 还有那个正直善良的马飞云 现在老大 还活着就说明 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他所求不多 前途什么的 都是虚无缥缈的 想太远 只会让自己辛苦 活在当下身体健康 比那些东西更重要 所有一切的前提 都得是活下去 他只要督促秦怀景 让秦怀景保持警惕就够了 他就负责开开心心的 做这本书中的路人甲 秦灿 他一听这个就头疼 用嘴巴说说还行 字他还不认识几个啊 怎么写 他比划了半天 柳陈瑜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 摸了摸鼻子 尴尬的说 要不就口述 秦灿 听听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他要是能说话 比划半天做什么 他又不是个猴 第172章 皮羞醒悟了 贺士昌看不过去了 鬼女斗秦灿 把孩子急得跟个猴一样 上蹿下跳的 急坏了杂掌 好了 老二也上学了 就用拼音写计划 不会再请教你大哥 秦玉在一边使劲的点头 是啊是啊 二哥 你赶紧的 在这使劲折腾 耽误他领钱了 秦灿瞪了眼秦玉 臭孩子别以为没人知道 他在想什么 只是发钱的人都说话 他也只能回到大哥身边 秦硕摸了摸弟弟的脑袋 一脸的同情 他还以为妈妈会表扬他呢 没想到 居然领了个任务回来 秦玉可不管二哥的纠结 小跑着来到桌边 刺着小白牙道 谢谢老爷 祝老爷身体健康 想了半天 他只能想到这个词了 想必老爷也会喜欢的 贺士昌被这个小机灵鬼斗的 赶紧数了五张大团结给他 没想到秦怀景 还能有个这么灵巧的儿子 也不知道 以后他家小鱼儿的孩子的 可爱到什么程度 贺士昌只要想想 就觉得开心 三个小子都给过了 贺士昌朝沐熙招手 来 给咱们招招了 他同样数了五张大团结 钱递给了沐熙 没给孩子手里塞 你们现在养孩子都讲究 钱 还是你给我大孙女拿着吧 沐熙也没拒绝 大方的结果 笑着道谢 贺士昌原本还想多看几眼 贺潮潮小朋友 最好再报一下 只是那边还有三个大孙子 就说了两句话 也没怎么清香 他忍了忍 还是没报和招招 小的发完了 该轮着大的了 贺士昌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看着秦怀景 最后冷哼一声 还不过来 等着我给你送过去 秦怀景压了压上翘的唇角 上前走了一步 小须哪敢 岳父安好 呵 贺士昌冷眼看他 数了二十张大团结给他 诺二百的改口费 辛苦你开紧口了 秦怀景压着的嘴角 彻底压不住了 忍不住露出一个笑容 爸这话 我可就听不懂了 结婚给改口费 不是应该的吗 去去去 滚一边去 看见你就生气 这臭小子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有嘴滑舌的 把秦怀景轰走 贺士昌神色温和的 对柳成渔招招手 闺女来 上爸爸这来 柳成渔惊讶了 他实在没想到 还有他的事 怎么了 他走到桌边 从桌上拿起了一块 果斧塞进嘴巴里 则则 老乡晒得杏干 也太好吃了 酸酸甜甜的 特别够味 过两天人都走了 他再去换一点 贺士昌把剩下的钱 都递给柳成渔 笑着说 爸爸也不偏心 那个臭小子有的 你也有 于是长听了这话 嘴角抽了抽 忍不住同情 看了眼秦怀景 摊上这么个 护独子的老丈人 以后自求多福吧 柳成渔笑了 给他二百 给我八百 让我改口 老贺的算盘珠子 都快崩在脸上了 贺士昌瞪了他一眼 陈道 胡说什么 爸爸是那样的人吗 就是给你点零花钱 你整天在家没事干 可以约上两个朋友 出去逛逛街 想买点什么买点什么 咱家有钱 他每个月 大几百的津贴 还养不起个闺女 要说其他几个孩子 嫉妒怎么办 都成家的人了 指着吃老子 还不如早点 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听你伯母说了 你小学毕业证 都拿到了 马上就要拿出中毕业证了 爸爸为你高兴 孩子这么上进 他当老子的 一定得支持 买书本铅笔的钱不够了 给爸爸打电话 爸爸给你挥过来 这孩子除了第一次 打着要地址的借口 跟他通了个电话 拜年通了个电话 之后还没联系过呢 他看了眼秦怀景 眼神悠悠 好家伙要挖墙角 于市长赶紧瞪了他一眼 别想那没边的事 人在我这 这几年都不能动 被老战友到破心思 赫世昌板了脸 说的什么话 我能是那样的人吗 再说了我手底下 也不缺好兵型吗 然后把钱放桌上 推给赫世昌 结婚的钱 你已经给我了 这钱就算了 这下轮这赫世昌惊讶了 怎么皮修觉醒了 这钱是爸爸 给你零花的 你不要万一刘芳 跟我要走给赫白梅花 怎么办 刘芳走的时候 不可能一分钱不给他 虽然他工作 这些年的工资 都贴到赫白梅身上了 柳辰鱼 您甭急我 这钱还给你 你就赶紧拿着 赫世昌给予市长夫妻借的钱 他就是再理直气壮 也不好意思拿 赫世昌欣慰的笑笑 然后把钱又塞给他 爸爸在京城花不着钱 家里有钱还给你伯伯 爸爸没有哥哥姐姐也有 你就放心花 柳辰鱼还想推回去 赫广林笑着劝他 拿着吧 手里有钱 心里踏实 他们夫妻还决定走之前 给他留下一笔钱呢 他跟父亲真是想到一起去了 柳辰鱼不喜欢推来让去 都这么说 索性把钱收了 好吧 谢谢了老赫 叫爸爸 那就得看老赫的表现了 其实事情到今天 柳辰鱼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吗 这个家里除了贺白梅暗戳戳的倒事 最大的危险就是刘芳 这个才是个不定时炸弹 因为他给贺白梅提供了倚靠 贺白梅做什么都有恃无恐 贺世昌的过错 就在于眼瞎心忙 但他也确实工作很忙 他去瑜伽的次数不少 每次都是徐静一个人在家 于师长经常在省军区 和住地两个地方之间泡腾 根本就没有闲暇时间 管家里的一摊子事 但是柳辰鱼心里就是有一个结 至于是什么 他现在还没想通 既然想不通 那就不想了 交给时间吧 刘芳的事处理完 贺世昌还有工作 就没有多留 连饭都没吃 就让小张开车 带着他们回了省军区 明天凌晨有飞机飞京城 送走了于师长夫妻 还有贺世昌 柳辰鱼和沐西两个 在秦淮景和贺广林的帮助下 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 结果这筷子刚加上菜 门口就传来高亢的声音 第173章 快人快语 哎呦 都跟你说了 不用你跟着 我还能丢了不成 孙红星走两步 还得往后望眼 嘴上净是嫌弃 眼神里却透露着关心 你走慢点 不着急 向雪扶着肚子 仔细着脚下的食子 小声道 都跟你说了 小嫂子家今天有客人 咱们明天过来也成 向雪现在满脸的笑意 她看着前边的女人 打心底里开心 她老娘终于在她 打了第六个电话的时候 骂骂咧咧的来了 要是刘芳在这儿 一眼就能认出来 前边风风火火的女人 正是她下车时 骂她脑子不好的女人之一 孙红星翻了个白眼 我听说今天那个脑子不好的 是小柳的亲娘 我得赶紧过来看看 这世道明白人 本来就不多了 可别再让亲娘给霍霍了 向雪之前电话里 已经把解决 马家老婆子的法子 跟她说了 要不是有柳成瑜 这个明白人 她这个傻闺女 只不定被人欺负死 人家可是你的恩人 你这丫头 一点也不知道着急 孙红星 其实在向雪来 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就开始收拾准备过来了 只是家里的活迹太多 一时半会儿 安排不明白 后来这闺女 跟催活一样的来电话 而媳妇都受不了了 干脆娘俩一起过来了 两家就坡上坡下的距离 走路也没几步 很快到了秦家小院门口 小柳在家没 柳成瑜这筷子刚加到菜 还没放到嘴里 就听到门外嘹亮的喊声 她看了秦怀景一眼 苦笑道 今儿这是吹的什么风 一个两个地都来咱家 秦怀景放下筷子 起身 你吃 我出去看看 柳成瑜叹了两口气 实在是一口气不顶事 还是我去吧 外边的喊的是她 秦怀景出去 最后也得叫她 贺广琳和穆希也放下筷子 准备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贺广琳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柳成瑜这个妹妹 不仅不是个软弱的性子 相反还特别厉害 但是到底是自己的妹妹 她再厉害 她也怕她受伤害 柳成瑜看着这一大家子 都开始动弹 摆摆手道 都吃饭 我出去看看就成了 等她出去的时候 向雪已经带着孙红兴进了院子 柳成瑜看着向雪有一瞬间的争忠 自从知道向雪肚子里 这个小的是援助的男主之后 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向雪了 不过他现在想开了 男主又如何 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吃大米白面的人 他有什么好怕的 等到最后 还没准儿男主要感谢自己 救了他一命呢 他最近可是让秦怀景对着老三加恋了 老三不封批 男主活下来的几率 几乎可以提高到90% 至于剩下的10% 谁能左右其他人的生死啊 反正他柳成瑜做不到 这是 柳成瑜看着向雪身边 跟他有几分相似的妇女 主动开口温 向雪刚要张嘴 他娘已经主动拧了上去 一点也不认声地 拉住柳成瑜的手 心一下提到嗓子眼 他跟柳成瑜相处这段时间来看 柳成瑜特别不喜欢别人触碰他 他老娘什么都不知道 一腔热血冲上去 不会被小嫂子来个被摔吧 柳成瑜确实皱了眉头 但是他没感受到身边人的恶意 看在是向雪带来的人 到底忍了下 哎呦 真是神仙一般的闺女 我孙红星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闺女 泽泽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该扔 跟你一比我闺女就是那 孙红星顿了下 她到底是亲妈 不想把闺女贬低了 犹豫了下才到 你是天上的神女 我闺女是菩萨身边的小仙童 柳成瑜 她无语地看向向雪 你妈说话这么不着调 你知道吗 向雪无脸 赶紧上前拉住 还要夸人的孙红星 小声道 娘 说话注意点 破死救呢 这也就是在柳成瑜跟前 要是在马鹏飞的对头面前 一会儿 他们一家子 就得去纠察队吃免费的饭菜了 孙红星在村里跟人口嗨惯了 他们生产队 没有这么不长眼的人去举报 他一高兴 忘了现在身处住地家属院了 所以他一时也没注意 他伸手拍了拍嘴巴 一脸后怕道 哎呦 我个农村妇女懂个啥 刚刚我就是嘴快秃鲁了 现在看来 伟人的亲闺女 也就长这个模样了 他赶紧换了说词 然后讨好的看着柳成瑜 柳成瑜知道 这是向雪的母亲之后 也替他高兴 笑着说 大娘的夸奖我收下了 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哎呦 长得好看就算了 还这么善解人意 孙红星越看柳成瑜越是喜欢 今天下午到的 到的时候 还给你亲娘吵了一架来 孙红星歪着头往屋里看 你亲娘还在不 我可跟你说 你那个娘啊 娘 向雪扶着肚子 简直要被老娘吓死 那人就是在脑子有问题 也是小嫂子的亲娘 哪好在人面前骂人亲娘不好的 他真的很怕 他老娘下一秒就被人甩出去 孙红星听着闺女的嚎声 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叫唤傻 谁还不知道 我是你老娘不成 他没文化 又不是个傻子 还能不知道 不能当面骂人亲娘 他跟儿媳妇下车的时候 可是听见那个女人骂闺女的话了 真要是关系好的母女男 舍得这么骂孩子 孩子都到这深山老林里随军了 心疼还来不及呢 等打理他 大娘知道 你们关系不咋地 反正你听大娘的 离你那个不着调的亲娘远点 他孙红星觉悟高招呢 眼睛看人也读得很 什么人他一看就明白了个五六分 就跟当初他叫孙香香 解放之后 他立马给自己改了个名字 孙红星 这名字多好 公社的领导哪次来村里 不得跟他说两句话 柳晨鱼倒是被这快人快语的大娘逗笑了 大娘 你这眼睛却实力 他笑着安抚了向雪 随后道 他已经走了 现在还在去省城的路上 孙红星点头 走了好走了好啊 那样脑子不清楚的 还是离远点吧 人蠢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不知道自己蠢 那就很可怕了 柳晨鱼没准备再提刘芳 这个扫兴的人 转而问道 大娘吃饭了没 跟我们一块吃点吧 孙红星一听这个赶紧摆手 打扰你们吃饭了吧 真是太过意不去了 我就是想赶紧来跟你道歉 柳晨鱼 道什么歉 第174章 雪 向雪见柳晨鱼一脸的问号 赶紧道 我娘是来谢谢 你帮我都忙的 小嫂子 婆婆再好也不是亲妈 更别说 她婆婆还是个那样的人了 再生产 前亲娘能来照顾她 向雪一直悬着的心 总算落到了实处 柳晨鱼还以为是什么呢 摆了摆手 这有什么好些的 你们不嫌疚我 多管闲事就好 说起这个孙红星 就有的说了 哪能啊 这丫头要是敢埋怨你 我第一个饶不了她 做人哪能好赖不分啊 也是这丫头打电话 她才知道 马家这么过分的 闺女 我跟你说 也就是之前这丫头 嘴巴紧得很什么都不说 但凡我知道一点 也不至于让几个孩子 受这个罪 想到闺女说的 在看几个豆芽菜一样的 外孙女 孙红星忍不住红了眼眶 你是个好孩子 大娘得谢谢你 不是替这个没出息的丫头 而是替大娘的三个外孙女 柳晨鱼笑笑 大娘 真没必要这样 她当初管了这事就后悔了 不说其他 这事太容易里外不是人了 马鹏飞是秦淮景的下属 真要是有了一心 这就是的大雷 好在秦淮景 也支持她这么做 大娘明天做好吃的 你跟家里人可一起来 我儿媳妇也在 也是做饭的一把好手 向雪神色炯炯 什么做饭的一把好手 弟妹分明是杀猪的一把好手 一般人真不敢惹 柳晨鱼点点头 大娘 我明天肯定去尝尝你的手艺啊 向雪家里来人了 她作为秦淮景的妻子 怎么也得过去看看 看来 明天得去军人服务社 买一斤肉带上了 程程 你赶紧吃饭去吧 我们就不打扰了 孙红星是个疯疯活活的性子 说完话 直接拉上向雪就走 柳晨鱼看着向雪的大肚子 吓得心惊肉跳的 赶紧出声道 慢点 回答她的是 向雪还有孙红星同时伸出的手 柳晨鱼看人走出院子 这才转身回屋 结果一转身 就看见一只门口 朝他笑的温柔的秦淮景 柳晨鱼两步凑上前 看门连关的岩石 踮起脚尖 抓住这人的领子亲了一下 早就想了 这人温柔的时候更好看了 柳晨鱼这会儿 不得不承认 自己就是个眼狗 这人就是个祸水 秦淮景眉目精致 脸颊锋利 骨相更是顶级 不笑的时候 都似古代的有匪君子 笑起来更是让人目眩神迷 美貌在哪个时代 都是稀缺资源 他为了这张脸昏了头 也是正常 柳晨鱼在心底暗骂 一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 不过 他要是长得一般 他也不至于给迷得五迷三道的 秦淮景眼神愈发深邃 一把搂住眼前人的细腰 压低声音贴近他的耳畔 咬牙切齿道 找我是吧 贺广林来之前的那些天 柳晨鱼一心学习 秦淮景摄不得他太累 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是纯素 现在大舅哥一家还没走 他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抱上媳妇 他还这样招惹他 柳晨鱼轻笑 他真不是故意的 谁叫这人笑得这么好看 招惹他来着 好了 我回去吃饭了 你自己去解决一下吧 柳晨鱼说完 拽着秦淮景的手 把人甩到身后 掀开门连进了堂屋 贺广林吃好了 正在为贺招招小朋友 吃蛋黄和米糊 看他一个人进来 往后看了眼问 怀景呢 柳晨鱼笑了 去茅房了吧 说完 坐在凳子上 准备拿起筷子吃饭 沐熙指了指盘子 吃另一边 那边是给你们留下来的 我们没碰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来 沐熙和贺广林 就把盘子里的菜一分为二 他们带着几个孩子吃一边 剩下的一边 留给柳晨鱼夫妻 柳晨鱼见状 把筷子放下 等着秦淮景回来一起吃 秦硕几个吃好 已经回屋 带着秦灿写计划了 这会儿 堂屋就贺广林夫妻 还有柳晨鱼四人 沐熙笑着问 我听外边来人是感谢你的 没想到 小妹还是个热心肠 她跟柳晨鱼相处了不到两天 她能感觉到 这女孩外表看着笑嘻嘻的 实则很不好亲近 按理说 她是最不可能多管闲事的 但是来人嗓门甚大 他们在屋里也听清楚了 柳晨鱼摇头 一时的烂好心 然后就把向雪的事 跟沐熙和贺广林说了 最后她总结 反正有了学识 女孩子就能多一条路 贺广林看着她 眼神里的笑意 都要溢出来了 她着实没想到 小妹还有这种境界 说得很对 这也是你自学的原因 这两天她 虽然没见到小妹学习 但是屋里有些地方 是能看到初中课本的 你要是有不会的 就问怀景 想到秦淮景准备的叫案 顿时老脸一红 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秦淮景进来之后 看了眼柳晨鱼红着的耳朵 看向贺广林 贺广林翻了个白眼 我只是让他 有什么不会的问你而已 他又没欺负他媳妇 至于用这样的眼神看她吗 这也是他小妹好不好 秦淮景伸手摸了摸柳晨鱼的手 唇角忍不住勾起 去省城的吉普车上 刘芳满眼复杂的 看着前边闭着眼睛的贺士昌 伸手摸了摸腿上 趴着的贺白梅 贺白梅这会儿 已经知道他们的处理结果了 一时间受不了 哭得晕了过去 贺士昌察觉到身后的视线 闭着眼睛冷声道 是你先放弃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舍不得情有可原 他容忍过 也给贺白梅找了不错的人家 刘芳冷笑 我们的孩子 用得着我这个当妈的放弃 他们恨不得只有妹妹 明明是他们先对不起她的 贺士昌懒得跟她讲道理 直到 你去了下边 不要误人子弟 我就千恩万谢了 你要还是折腾 你知道老爷子的手段呢 刘芳耿住 孙女辈的事情 一个当爷爷的 总是插手算什么事 两人说话的时候 没有注意贺白梅的手紧紧握着 一滴血从掌缝里掉落 第175章 他太高兴了 小鱼儿 明天我跟你大哥就回阳城了 你在这边好好的 有什么事 来不及发电报就打电话 别舍不得花钱 沐熙微笑着 拉着柳晨鱼的手 温柔地看着她 相处的这两天 去后山挖笋子 下午跟柳晨鱼去了春西大队 看着眼前满满一框的鸡蛋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土鸡蛋是好 但是贺潮潮能吃多少 放时间长了就坏了 给三个小子挑卸出来吧 柳晨鱼赶紧拉住他的手 不至于我们离得近 没得吃了就去换 也不算倒买倒卖 贺潮潮一天吃两个 剩下的你们也吃 土鸡蛋吃着香 都说土鸡蛋营养价值高 这点他不能确定 但是吃着香这点 肯定是没跑了 他指了指脚下的面袋子 这是我让人给小鸭头沫的米粉 回去之后给他添点菜米 他选的都是去年年尾的新米 磨了好几道 小孩子可以吃 你们都有工作要忙 我也知道你们请的价不容易 现在也看到我在这边过得还不错 也不用担心了 以后就安心工作吧 他们能过来待这么些天 柳晨鱼都觉得惊讶 小姑子事事都安排得妥当 沐熙除了感慨就是感动 也就是你心系 柳晨鱼低头一笑 这算什么心系 比不上沐熙和贺广林寄来包裹的万一 沐熙看了眼贺广林 贺广林放下手里的茶杯 温声道 你二哥不是不疼你 他过来一趟太远了 等休长假了再来 边疆到这边坐火车 也要几天几夜 到荣省这趟倾假就没有了 知道我又不是堂瓷琉璃球做的 何至于让你们一个个的来看我 柳晨鱼是真的觉得 贺家人没必要一个一个往这跑 大家都有正经工作 哪有这么多闲工夫 你明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小妹这个嘴真是一点都不饶人 贺广林摇摇头 无奈地说 柳晨鱼嘿嘿一笑 你继续学习 我说的话你放在心里 如果能上个高中最好不过 到时候哥哥推荐你去上工农兵大学 出来之后找个单位 以后也有个铁饭碗 他妹妹的聪明他已经领教过了 他希望小妹不要放弃学习 柳晨鱼点点头 对于工农兵大学倒是不怎么感兴趣 不过贺广林也是好意 他自然不会反驳 大哥放心 过些天我就要考试了 争取一次性拿下初中毕业证 他已经尽可能的延缓考试时间了 再拖下去 他看见书本都要吐了 好好 那哥哥就在阳城等你的好消息了 妹妹有上进心 贺广林比自己考上大学都高兴 送走了贺广林木西 还有贺潮潮一家人 柳晨鱼把老三交给向雪 自己一个人夸着军绿色的书包 往学校去了 走到大院门口 就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柳晨鱼走上前 歪头看着低头看表的秦怀景 你不是去营地了 早晨这人给三个小崽子训练完之后 就去营地了 他以为今天有什么训练计划要做 没想到 这人这个点出现在这里 秦怀景伸手 把胯包从柳晨鱼肩膀上摘下来 走在柳晨鱼身边 低声说 有劳好在旧城 我先陪你考试 上次小学考试 他带着兵出去训练就没赶上 这次说什么 也得陪着他一起去 别紧张 不会的就空着 咱们子弟学校的成绩标准 没有那么高 也就是子弟小学是归军区管理的 幻城城里的小学 估计根本没有老师管你考不考试 那我考高中毕业证的时候 是不是得去县里考 柳晨鱼一点也不紧张 秦怀景的关心 他照单收下 反问 秦怀景低头看了眼身边的人 嗯 到时候我送你去 他常常被他惊人的学习能力震惊 他不想问 为什么他能短时间内 学完小学到初中的课程 甚至还没学高中课程 就已经想拿高中毕业证 他身上有很多他看不清的事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么懒的人 一定不会是那边派来的间谍 柳晨鱼笑笑 我又不是小孩子 县城也去过这么多次了 自己去也没问题 不是他善解人意 而是这人平时确实很忙 秦怀景难得在这事上坚持 你放心 我会安排好 成 既然他已经要送 那他就体验下 小学生被家常接送的感觉吧 到了学校 秦怀景站在校长室门口 把手里的书包递给他 加油 柳晨鱼一脸的轻松 伸手拍了排面容严肃的秦怀景 放心 等我拿着毕业证送给你 这可不是柳晨鱼自大 他虽然离开学校很多年了 但是现在的知识本身就钱 在这个年代 吃饱财是最重要的 读书都是次要的 要不是因为家属院的随军家属 被组织安排了工作 学校的孩子还会更少一点 住地的子弟学校 虽然看着比县里的好些 说是上课 但是更多的时候 都是参加劳动 或者处在一个放养的状态 知识分子稀缺 学校的老师资质能力有限 初中生的知识水平 也就是跟现代小学生差不多 但是有一点也得承认 拿现在的学历参考 7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 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 柳晨鱼好在是 只要拿个初中毕业证 他要是去上高中 还得要初中老师的推荐 加上成绩才能去上高中 现在想来 和嫂子家的好村民 已经是很优秀的了 只是在优秀的孩子 高中毕业之后 找工作也是件麻烦事 柳晨鱼再次庆幸 他没有这样那样的麻烦 子弟学校的校长 早就把县里的卷子 都准备好了 柳晨鱼坐下之后沉下心 拿出铅笔就开始答题 一个半小时过去 柳晨鱼拿着崭新的初中毕业证 站在秦淮景面前 脸上一脸的得意 怎么样 我说能拿毕业证就能拿吧 秦淮景接过柳晨鱼 手里的初中毕业证 脸上净是笑意 神情比他拿了军校的 结业证时还高兴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咱们晚上去公社的 国营饭店搓一顿 柳晨鱼见他高兴的模样 忍不住打去 这么高兴啊 秦淮景小心的 把毕业证放进柳晨鱼的书包里 当然 这是你努力的证明 回去就放起来 他说完之后 又道 我给县里打电话 让他们给你 找一套高中课本 把柳晨鱼的包碑到肩膀上 他又温声道 没有别的意思 你要是想学就学 不想学就当贤书看看 住地要办托儿所了 柳晨鱼初中毕业的话 组织上应该会安排他 去幼儿园当老师 如果托儿所办好柳晨鱼 是高中毕业 他就有信心 给他争取校长的职位 当然 这一切都看柳晨鱼的意思了 他要是不想上班 那就在家里好好休养身体 也是没问题的 总之他养得起 第176章 0.5战力 柳晨鱼没想到 秦淮景已经想了这么多 跟他在家属院门口分开之后 他晃晃荡荡的 去向雪家接孩子 带着秦淮到家没多长时间 他家门口又响起吵闹声 柳晨鱼深吸一口气 手里的水杯狠狠灌在桌上 他爷爷那个脑袋的 真当他家门口是菜市场了 秦淮在一边抱着小杯子喝水 被柳晨鱼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 手一晃荡 杯子里的水溅到脸上 他伸出已经出具雏形的小胖手 抹了把脸 一脸无语地看向柳晨鱼 妈妈 咋的啦 柳晨鱼见他手脸都湿了 从洗脸架上抽了条毛巾 递给小崽子 对不起啊 不是故意的 擦擦吧 秦玉老气横秋的白白手 算了算了 不跟你一般见识 那个无可奈何的小模样 简直跟秦淮景一模一样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不要什么都跟你爸爸学 就这模样 以后谁再说 他跟秦淮景长得不像 真就该看看眼睛去了 按照柳晨鱼看 以后三个孩子里 估计只有这个老三 长得最像秦淮景了 老大现在长得最像 但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会有变化 天天看人吵架 都学得碎嘴子了 男孩子话少点没啥 变成了婆婆嘴 那可真是让人糟心 秦淮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柳晨鱼 爸爸让我保护你 他可是男子汉了 爸爸说过 他们爷们最重要的事 就是保护妈妈 秦淮一脸执拗 看得柳晨鱼 忍不住笑出声来 好啊 让你保护 不过得等你比我高了之后才行 你现在要做的事 先保护好自己 他伸出手轻轻 掐了把秦淮软乎乎的小脸 哎呀 长肉了真好 捏着都舒服了许多 秦淮拍掉柳晨鱼的手 一脸正惊 爸爸 显然秦淮景之前 没少嘱咐这小子 只是柳晨鱼这会儿 可没时间听了 听着外边的声音 人估计都进院子了 柳晨鱼转身出去的时候 对秦淮道 不许出来啊 说完头也不回得出了堂屋 秦淮坐在椅子上 握着小手一脸的沉重 他在思考 这会儿应该是听妈妈的话 看着院子里的人 这是干什么 来我们家开会的 柳晨鱼不说话还好 众人还敢往前凑凑 柳晨鱼一出声 壮着胆子的众人 忍不住齐齐后退一步 钱贵芬就这么拽着 两根麻绳暴露在柳晨鱼面前 柳晨鱼看着眼前头发糟乱 眼睛红肿的钱贵芬 一头雾水 你来我家干嘛 钱贵芬也没想到 这些人如此耸 居然怕柳晨鱼到这个地步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走到绝路了 柳晨鱼冷笑 团长媳妇就能逼着下属离婚 这世上没有枉法了 既然你不给我一条活路 我干脆也不活了 直接吊死在你家门口 说完 他拿着麻绳就往大门上挂 众人一看他来真的 连忙手忙脚乱的上前拉扯 好容易把人弄下来 钱贵芬坐在地上 握着麻绳哭得肝肠寸断 之前柳晨鱼吓唬他的话 他都荡成耳边疯了 年前的话 年后还没消息 他敢肯定大队那边 不会把那件事吐出来 毕竟东窗事发大队干部 也跑不了干系 只是他没想到 原本一切如常的刘传鸣 突然就要跟他离婚 这对于他来说天都塌了 生产对他根本就不能回去 如果刘传鸣再跟他离婚 那他岂不是活不下去 再说了 跟着刘传鸣过 惯了好日子 重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他也受不了 刘传鸣虽然不待见他 也不愿意跟他远房 但是工资 每个月到点上交 从来没短过他的吃喝 大年初一就闹离婚的人 怎么就闹了这么久 你来我们家 就能挽回你男人的心 柳承鸣不知道 这人的脑回路是个什么情况 但是肯定不正常就是了 你这么闹 除了让刘连长更坚定的跟你离婚 还有什么好处 他最看不起 动不动就要寻死逆活的人了 生命珍贵只有一次 不是用来威胁别人的武器 你自己不珍惜 谁还会珍惜你的命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狐媚子迷的秦团长 什么都听你的 纵着你打压手下 让手底下的兵离婚 柳承鱼深吸一口气 慢慢抄起地上的调肘疙瘩 恨不得一下子他嘴里 不过没等他说话 钱贵芬嘴里就被塞了一只鞋底子 柳承鱼拿着调肘疙瘩的手 就这么停在半空中 他颇为佩服的 看着气势汹汹的孙大娘 孙大娘见他不动 以为他被吓到了 一只手死死 拽着钱贵芬的头发 一只手朝柳承鱼摆摆 闺女 咋的啦 吓着啦 孙洪心叹了口气 你就是面薄 这要是在我们生产队 我一定让他知道 生产队的驴 为啥这么听话 却驴子不收拾哪来听话的 换言之就是欠抽 这样满嘴喷粪的人 就直接堵住他的嘴 让他来不了口 就完事了 说完 孙洪心还不解气 抽手照着钱贵芬的脸 就是两个抡圆了的大耳瓜子 草你八辈祖宗的 糟蹋的老娘的鞋 说完看着他沾了口水的鞋子 回首又是两个耳瓜子 这两个耳瓜子 一点都不带含糊的 孙洪心是常年上工的 跟村里的壮牢力一样 拿满公分 直上直下的大坡 他推着小推车 弄着一车份 气都不带喘的 一把就能推上去 可想而知 他的力气有多大了 几个耳光子下去 钱贵芬只觉得眼貌精心 连嘴里的千层底老布鞋都忘了土 这胡老娘们 从哪冒出来的 出手很绝 他挣扎了半天 愣是没挪动半分 柳成瑜震惊于孙大娘的战斗力 他思绪飘远 向雪要是能有0.5个 他老娘的战力 也不至于被千里之外的婆婆 压得喘不过气 第177章 点辣 向雪扶着肚子进门的时候 就听见他老娘骂人 心里一咯噔 凑上前一看 骂的是钱贵芬 立马松了口气 你又来秦家干啥 你们两口子的事 还有完没完 动不动就闹到别人家来 真当这是公安局复联了 向雪扶着肚子 一脸的看不上钱贵芬 这人要不是来闹事 他娘才不会教训他呢 这人真是讨厌 之前弟妹在家 好不容易劝住他娘 不在大院里打架的 这人还没走 他娘就跟人打起来 哦 也不是打起来 是单方面的锤打 柳成瑜看着向雪扇微微的肚子 下得赶紧上前 把人扶到堂屋门口 你都什么月份了 还掺和这事 赶紧进屋待着去 钱贵芬是个疯的 可不能站他身边 向雪一脸气愤 我看他们就是见你好欺负 你们家折腾柳成瑜安抚他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先进屋去吧 听着柳成瑜这么敷衍他 向雪撅着嘴瞪了他一眼 我灵活着呢 下边抓着钱贵芬的孙红兴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赶紧的进屋去 没听见你嫂子说啥呀 这丫头就是个属毛驴的 顺着不行 非得小鞭子抽两下才听话 娘 赶紧的吧 你 真是耽误事 孙红兴摆摆手 显然不想跟这丫头废话 也不知道他咋生的这一二一女 闺女软淡一样 让婆婆欺负的抬不起头来 儿子更别说了 见了儿媳妇 就跟那耗子见了猫一样 泽泽 那副嘴脸他看了 都觉得辣眼睛 向雪被老娘 吼得神色善善 只能拖着肚子进屋 跟情欲作伴 柳成瑜见人进屋了 也松了口气 他转头看向 坐在地上拽着麻绳 不松手的人 冷声道 你要是真想死 应该去住地门口 而不是我们家 刘传明是个大男人 他的决定跟我们家没关系 你来我家 完全就是因为左右不了他 想拿捏我们一家子 给你做担保 让刘传明不跟你离婚 柳成瑜走到钱贵芬身边 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死了正好 刘传明也不用离婚 就能摆脱你 至于你死在我们家 想让我负责 别做白人梦了 你是自杀的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就是好事 柳成瑜目光冰冷 钱贵芬用舌头 把嘴里的老布鞋顶出来 干呕了两声 要不是你们跟他说了什么 他怎么会给你们拜年之后 回去就要离婚啊 他现在跟个疯子一样 瞄准了柳成瑜一家 秦怀仅是刘传明的顶头上司 只要秦怀尽管这事 刘传明就离不了婚 他就还能再住地 是啊 怎么就从你们家拜年出去 就要离婚呢 人群中传来一道弱弱的声音 见没人附和 那人又道 都说宁插一座庙 不毁一桩婚 柳成瑜你家 到底跟刘营长说什么了 让人回家就要离婚 这搅柔造作的声音 柳成瑜就算不看人 都知道是谁说的话 刘小慧 没有证据的事 你最好不要乱说 是之前的教训没吃够 据他所知 邹寻已经写了半个月的报告了 何彬彬也说了 邹寻老娘来了 管教刘小慧很严格 怎么挨了这么多教训 也没管住那张嘴 刘小慧心里一慌 他没想到 柳成瑜立马就把他点出来了 孙红星说话 没有柳成瑜这么文雅 双眼犀利的朝人群里 说话的小媳妇看去 怎么的看着 别人拉屎屁股眼发酸 你看娘的 被人捅死了 咱公安同志抓杀你的人 去抓国营厂的领导 你听听这项话吗 脑子里没有十个大包 都说不出这么混账的话 老天爷 今天他算是开了眼了 这驻地大院 真是什么人都有啊 咱们这领导 也应该审查一下 什么阿猫阿狗的 都能来随军 真是降低了咱们这些军属的 降低的啥来着 孙宏兴这会儿 就是想不起公社领导 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词了 他看向柳晨瑜 满脸的郁闷 柳晨瑜笑笑 小声道 素质 孙宏兴眼睛一亮 对 就是这两个字 拉低了咱们这些军属的素质 说完 他又想起来 你们跟人小和学学 人家那为人出事 说不上顶好 那也比你们强多了 要他说 这群人里 他最待见的 还是柳晨瑜 直到他来了之后 何萍萍也去马家做了做 还拿了自家做的菜送来 但是孙宏兴对他 也就是当普通的邻居处 他是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过来的 经历过的太多了 这人什么德行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说其他 就说他家这个蠢丫头 跟何萍萍做邻居 也有好几年了 这丫头 嘴巴跟得露勺一样 家里的情况什么样 何萍萍肯定早就知道 何萍萍没管孙宏兴不埋怨 这世道就这样 好心人活不长久 掺和别人的家世 太容易落个里外不是人了 但是为啥柳晨鱼来了 这短短两个月 他闺女这事就解决了 是因为柳晨鱼 看不过三个丫头受委屈 他是个好人 交遣延伸不是什么好事 他相信 要不是因为家里三个丫头 人柳晨鱼才不会多管闲事 好在他们家的蠢丫头 也没辜负柳晨鱼的心意 所以说 不管到什么时候 什么世道 好人还是多的 柳晨鱼哪知道 孙大娘给他发了一张又一张好人卡 他伸出葱白纤细的手指 点了点人群里的刘晨慧 看来我是时候跟你婆婆好好聊聊了 怎么天天家里这么多活 这人还有功夫 出来凑热闹 刘晨慧早在孙鸿兴骂人的时候 就哆嗦过一次了 不是怕了孙鸿兴 而是怕他婆婆 孙鸿兴的做派 跟他婆婆也太像了 现在又听柳晨鱼 要跟他婆婆聊聊 吓得刘晨鱼脸色苍白 他哽着脖子 看向柳晨鱼 你少拿我婆婆吓唬我 虽然嘴硬 但他心里已经后悔了 他好不容易才把那个老前婆哄得 能让他单独出来松口气 柳晨鱼要是找上门 他都不敢想象 之后要遭遇什么 柳晨鱼翻了个白眼 这要是换个人 他说不准要伸手帮一把的 他从何平平嘴里 知道了太多刘晨慧婆婆的手段了 也真是难为他这么大岁数了 还得为儿子的前程出来奔波 邹寻之所以没有调理 就是因为他老娘去领导面前卖惨 然后下了保证 一定会把刘晨慧管好 结果也看到了 人要是不想改变 你就是累死累活的管教 也没什么用处 除非跟他一样 心甘情愿地做出改变 柳晨鱼摸了摸鼻子 他说的就是去纠察队的事 从那之后 他自觉收敛了好多 而那件事 从头到尾 秦怀警都没有说过他一个字 所以你看 人要是想改 根本不需要外力介入 他先给邹寻点根蜡烛吧 第178章 拖刑 哎呦 你可少说两句吧 具体怎么个事 咱们也不知道 是啊 刘英长又不是来了 勤架一次两次 人家第一次不鼓刀他离婚 非得大年初一鼓刀他 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功夫啊 谁不知道 勤团长家属第一年来住地 好些人赶着来拜年啊 当天柳晨鱼 估计都没腾出时间 来多聊天 你婆婆可跟我们说了 让我们看着你点 生怕你出来再惹事 我看你是一点也不心疼你男人 非得官他禁闭你 才满足是吧 他们过来 也就是看个热闹 柳晨鱼的事 他们是不敢管了 打脸不是一次两次了 大家伙也都是要脸的人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何必闹得太僵 刘晨晨没想到 这些人不骂柳晨鱼就算了 反而转过来数落他 还有那个说他婆婆 让他看着点的 别以为他不知道 去他们家告状的 就他最勤快 只是还不等他说什么 地上的钱贵分爬起来 扒拉开人群 一把薅住刘晨晨的头发 不过他指挖乱叫 直接把人拽到柳晨鱼面前 他眼底疯狂的神色 让柳晨鱼忍不住后退一步 就连上前拽人的孙鸿心 也被柳晨鱼往一旁拽了拽 他皱着眉朝孙大娘摇了摇头 孙鸿心皱眉 往柳晨鱼身边侧了一步 做个明显保护的姿势 看得柳晨鱼心里软乎乎的 你这是要干什么 是嫌刘传明收拾烂摊子 收拾的不够 钱贵分冷笑 手里死死的好着刘晨晨的头发 反正不是 你跟刘传明有一腿 就是他跟刘传明有一腿 柳晨鱼 不是 这事不是什么小事 是会被拉到大街上 替阴阳头皮 逗的 柳晨鱼神色严肃 我知道你不想离婚 但是这是你们夫妻的事 你们关上门 怎么解决 我们管不着 但是要跟疯狗一样攀咬 那这事就没法善了 不说他了 刘晨晨那边也不会轻易放过 刘晨晨原本都快疼死了 这会儿听了钱贵分这个疯婆子的话 也顾不上疼了 抓着钱贵分的守候 钱贵分 你满嘴喷分你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家刘传明有关系了 这话要传到他婆婆耳朵里 他以后还能有好日子吗 要不是他婆婆压着 邹寻都有心思跟他离婚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把脑袋硬生生的从钱贵分手里拽出来 摸了摸头皮上的血 刘晨晨彻底疯了 直接朝人扑去 你这疯婆子 我要是吐了 你看我不要你的命啊 大家都惊着了 没想到刘晨晨这么虎 看着钱贵分手里的一大把头发 都替他疼 见两人要牛打起来 赶紧七手八脚的把人拉开 刘晨晨气疯了 松开我 松开我 你个疯婆子 污蔑我的清白 我要找领导 钱贵分把手里头发甩干净 冷笑 要不是你有那脏心眼子 怎么知道 是他柳晨鱼劝刘传明离婚的 他来秦家 一是要找秦家要说法 二是拿捏秦家给他做说课 根本就没往柳晨鱼身上想 倒是刘晨晨晨的两句话点醒了他 刘传明要不是有相好的 为啥要跟他离婚 刘晨晨话里话外这个意思 说明他肯定跟刘传明说过 自己屁股不干净 才敢怀疑别人 反正今天不管是谁 都要给他的说法 他是不会跟刘传明离婚的 你 你胡说八道 刘晨晨冤死了 他就是想公公火 谁成想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男人是团长 我看得上他一个营长 钱贵分撇嘴 刘传明年轻力壮 比邹寻强多了吧 是不是把你伺候好了 住地家属区 谁不知道邹寻长得又丑又老 也就是刘晨晦下得了口 刘晨晦因为一句亲爱的 都羞得拽着邹寻哭死哭 活绝地受了羞辱 更别说钱贵分这么粗俗的说法了 他满脸通红 简直羞愤欲死 一副上不来气的模样 伸手指着钱贵分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家老周身体好着呢 我跟你拼了 他看上的是邹寻的脸吗 是邹寻的年轻力壮吗 他刘晨晦明明图的是邹寻的职位 再让这人胡庆 恐怕他不想离婚都不行了 柳晨晦听了也皱眉 钱贵分 没有根据的话 不要胡说 怎么的 他刘晨明也把你伺候好了 钱贵分现在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无差别攻击 看来他活儿不错呀 让你们一个两个地跳出来 给他做主 就在大家以为 柳晨晦还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柳晨晦沉着脸迈不上钱 一脚踹在钱贵分的心口处 他满眼的寒刃刺 向钱贵分 冷笑 你很不错 造谣造到他脑袋上了 真当他是你捏的 柳晨晦见钱贵分 被柳晨鱼踹得岂不来身 正脱开拽着他的人 两步冲了上去 刚到柳晨鱼身边 就被柳晨鱼的眼神逼退了 滚 他的账还没算完 轮着找柳晨晦上 院子里的人 也没想到柳晨鱼会突然发难 这会儿 看着在地上捂着心口 哎呀哎呀喊疼的钱贵分 又忍不住齐齐后退了一步 柳晨鱼才不管那些 他转头对着门口的孙红星道 孙大娘 秦玉在家 孙红星也没想到 原本娇滴滴的小闺女 生气起来这么威风 明白柳晨鱼的意思之后 他赶紧点头 放心 大娘给你看着 柳晨鱼笑笑 然后弯下腰 拿起枣 就掉在地上的麻绳 各自往手上转了两圈 然后一把抓起 钱贵分的两只手 快速地打了个结 不等众人反应 直接把人往外拖 钱贵分被这一记窝 心脚踹得刚缓过气 就被柳晨鱼拖在地上走 出了秦家大门 向雪站在窗户前 目瞪口呆地 看着柳晨鱼 把人拖走了 等他娘孙红星 进门的时候 他一把两人抓住 满脸的不可置信 娘 他伸手指了指外边 不会出人命吧 这要是把一个 营长的妻子 给生生托死 柳晨鱼就完了 他只要想想 都觉得这口气缓不过来 想要死过去 孙红星摇摇头 看闺女脸色苍白 赶紧上前扶住他 把他扶到凳子上坐下 这才开口 我看小柳不是 那没有分寸的人 你看他 不是没把麻绳 套在那个 等老娘们的脖子上吗 放心吧 出不了大事 真想要他的命 还用得着直捆双手 他那两条腿 又不是摆上 向雪见老娘 这么信任柳晨鱼 顿时哭笑不得 那这事影响也不好 毕竟秦怀锦 也是一团支掌 他爱人这么厉害 对他也未尝没有影响 孙红星翻了个白眼 我看你是昏了头才对 我原本以为你 就是笨了点 让你婆婆压得 喘不过气日子 过得不舒坦 现在看来 纯粹就是因为你蠢 孙红星盯着向雪 看得像雪头 皮直发麻 他把屁股 你怎么这么说我啊 人蠢就少说话 孙红星白眼一番 一把抱起 在一边听热闹的 秦家老三 今天这事儿 就得闹得长耳朵的都知道 要不然 以后就洗不清了 自古以来 女人的清白就很重要 那个疯婆子 张嘴就污蔑他人的清白 如果柳晨鱼不强势一点 保不齐今天晚上 他跟刘传明有一腿的消息 就传遍大街小巷了 到时候才是黄泥 掉进裤裆里 不是屎 也是屎了 可是 向雪能不知道 这倒是这么回事吗 但是把人送纠茶也好 政治处也好 不比柳晨鱼 亲自把人拖出去好吗 孙红星伸手指了 指向雪的脑袋 你这猪脑袋 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反正你的脑子 有跟没有一样 以后跟着聪明人走 就完事儿 别自己瞎打主意 害人害己 眼前的蠢闺女 更让孙红星 对柳晨鱼佩服的 五体投地了 多读书就是有好处 找个好人家 这么远的事儿不提 最起码读书 让人明白事理 不至于跟他闺女一样 是个睁眼下 向雪绝嘴 娘 我也是为了小嫂子好 我怕秦团长回来 跟小嫂子闹别扭 本来就是半路夫妻 男人的性子 谁能保证啊 说你蠢还不乐意听 孙红星低头看了眼 听了向雪的话 气得跟包子一样的情欲 这话是应该当着 人家孩子面说的吗 小老三 你说说 你爹回来会骂你娘不 情欲早就憋坏了 只是这俩人说话 跟机关木仓似的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这会儿让他说话了 他臭着脸对向雪道 我爸爸才不会怪我妈妈 我妈妈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爸爸都说了 不管啥事 都是妈妈对 万一真碰上妈妈不对的事了 那一定是他们的错 向雪真没想到 秦玉会这么说 当场愣住 孙红星看着闺女 这个模样直撇嘴 真以为谁都跟她似的 没出息 另一边 柳晨渝拖着钱贵分 来到了家属院门口 胡建云远远的 就听到身后七嘴八舌的声音 在家属去站岗 不比在营地 这边更轻松点 他转头向后一看 好学没下她个跟头 怎么这么多人 而且人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他定睛一看 打头的 不正是他们团长的媳妇吗 胡建云抬头看了看天空 嗯 今儿天挺不错的 也没做白人梦 怎么就出现幻觉了 他们团长媳妇 手里居然牵了个人 尾随的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胡建云和警卫室的 另一名小战士赶紧赶过去 他们手里端着木仓 家属去的嫂子们 吓得后退了一步 这是干什么 禁止聚集 禁止聚集 赶紧散开 手里有武器 说话就是硬气 小媳妇嫂子大娘们 有害怕走火的 担心小面的 一个两个的都走了 看热闹重要 命更重要 留着小命 才能看更多的热闹 人走了不少 但剩下的人更多 胡建云看着情况头皮发麻 让战友赶紧去摇人 他则素着脸 问柳陈鱼 小嫂子 这是怎么了 他指了指地上的钱贵分 现在钱贵分的状态 实在是太差了 柳陈鱼别看身条细柳 但是架不住他走得快 钱贵分还没爬起来 就被拽倒了 这一路上 他就这么站起来 摔下去 站起来摔下去 到了最后 他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能任由柳陈鱼 像拖死狗一样拖着他 他的薄棉裤 被磨搓的棉絮 都露出来了 柳陈鱼看了眼 趴在地上的钱贵分 没啥事 小胡你去忙你的 我带着人去趟住地的政治处 胡建云看他一脸云淡风轻的模样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嫂子 有什么事好好说 先把人放开吧 他看着这人的惨样 心差点从肚子里跳出来 小胡 你怎么总是来值班 柳陈鱼没答他的话 转而问道 胡建云 当他想值班啊 今天这不是碰上战友请假去县城了吗 他跟人换了一天 原本以为今天会无事发生 结果又看到李团长家的密室 该说不说 他们之间是该死的缘分啊 我跟人换班 嫂子 胡建云心里嘀咕再多 也不敢敷衍柳陈鱼 没法 这可是他们情团的媳妇 他还想说什么 还没张口 就听见地上的人 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 我要见领导 也要举报 我要举报刘传明 和柳陈鱼刘晓慧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胡建云 真的恨不得自己是个笼子 看看他听到了啥 这人在说什么疯话 柳陈鱼歪头 无辜的朝胡建云笑笑 看见没 说完 不等众人反应 脸上还挂着笑容呢 转头朝地上 趴着人的肩膀上踹去 一脚把趴在地上的前 贵分踹得向后仰倒 啊 第180章 不耻行为 大院的嫂子小媳妇们 听过柳陈鱼的厉害 倒是一直没见过 这会儿看他前一秒 还笑眯眯的说话 后一秒就笑着 恨不得一脚踹死的模样 大家不由的胆寒 聚在这干嘛呢 都没事干了是吧 一声爆喝从大门口传来 众人一看 原来是于师长 带着手下的一众军官过来了 小战士去找人的时候 团里的领导都去开会了 他又怕真闹出人命 没法交代 硬是找到会议室 被于师长的警卫员 把情况汇报了 然后 他就跟警卫员 一起跟着于师长一起过来了 于师长小跑过来的 生怕柳陈鱼冲动之下 真把人弄死 师长都跑不前进了 下边的人哪 敢说其他 只能跟着一起跑来了 这会儿气喘吁吁的 到了家属区门口 于师长见对方还活着 心里悄悄地松了口气 于师长的到来 并没有下退 看热闹的嫂子大婶 他们更想知道 这事怎么处理了 于师长走到柳陈鱼面前 面容严肃 柳陈鱼同志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柳陈鱼咬了咬唇 自然 我要去驻地政治处 钱贵芬这种人张嘴胡庆 他要是不把这个歪风掐死 岂不是以后 谁都能造他的谣 先把人给我放开 我要去政治处 于师长第一次直观地感受 柳陈鱼的倔强 他气得呼噜了两下头发 指着他道 好好好 你真不愧是他贺氏昌的闺女 一样的臭脾气 一样的降肿 他老子的 于师长气得扭头 朝身后人吼道 都瞎了 还不把人给我放开 秦怀锦敏唇 上前握住柳陈鱼的手 揉了揉 他手上被麻绳勒出的红痕 看向钱贵芬的眼神里 充满了杀意 柳陈鱼任由他解开麻绳 眼神倔强 郝山河和徐立功 见柳陈鱼松手了 赶紧去把钱贵芬 手上的绳子给解开了 于师长朝家属们 摆摆手 今天这事会下通报 都不要聚在这儿了 说完 扭头带人离开 秦怀锦拉着柳陈鱼 跟在身后 郝山河和徐立功架 这钱贵芬跟在后边 最后是黑着脸的邹荀 和跟个安纯一样的刘小慧 邹荀黑着脸 原本就丑的模样 现在更丑了 他看着瞪着刘小慧 小声问 不在家跟着娘做活 你怎么来这儿了 刘小慧这会儿 哭死的心都有了 他哪知道就这么寸 事儿就闹大了 邹荀现在 还不知道钱贵芬说了啥 要是知道了 估计掐死刘小慧的心都有了 偷鸡不成 反惹一身骚 刘小慧都想问问 一个小时前的自己 这热闹就非凑不可吗 这火不拱 也不至于烧自己身上 他现在可是后悔死了 我 我就是看个热闹 邹荀 看热闹 别人看热闹 怎么没被带上 就带上你了 怎么的刘小慧 你拿我邹荀当傻子糊弄呢 最后一句没压住声音 瞬间整个队伍都听见了 前边的人扭头往后看 邹荀嘴角抽了抽 扯起嘴角笑 没啥事 我就跟媳妇说两句话 刘小慧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邹荀刚刚还能笑出来 等柳晨宇把事情的经过 复述了一遍之后 他再也笑不出来了 看向刘小慧的眼睛 好像带了刀子一样 吓得刘小慧一边摇头 一边往后退 于是长也没想到 居然是这么回事 他看了眼秦淮景黑透的脸 又看了看邹荀扭曲的脸 叹了口气 去把刘传明喊来 就在秦淮景给柳晨宇揉手的时候 刘传明来了 刘传明一进办公室 就被邹团长瞪了一眼 他一头雾水地看过去 不明白他哪招惹这个黑面神了 首长 刘传明利落地进了军里 然后就看到了坐在凳子上 耿着脖子的钱贵分 他皱眉 不明白眼前这是什么情况 好山河凑到他耳边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刘传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看着钱贵分的眼神 恨不得把人戳死 钱贵分也不相上下 盯着刘传明恨不得把人吃了 你看我做什么 你要不是有相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离婚 刘传明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走到柳晨宇身边 对着他鞠了一躬 对不起嫂子 让你受委屈了 抱歉团长 是我没处理好家事 柳晨宇知道 钱贵分是个疯婆子 也知道刘传明的为难 他今天把事情闹大 本来就不止 是为了自己 你别多想 你们是独立的个体 他发疯 你能怎么办 秦怀锦也点头 算是同意了柳晨宇的话 但是看着刘传明秀气的脸心里 还是不怎么不痛快 刘传明抿了抿唇 转身跟于师长道 首长 我跟他过不下去 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他的为人 您在大院找个人打听一下就知道 那你为什么早不离婚 晚不离婚 非得大年初一 去秦家拜完年才离婚 刘传明脸色铁青 一向温和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这样难看的表情 郝山河看了眼于师长 又戳了戳刘传明 有什么话你就说 咱们首长给你做主 要他说 刘传明也够可以的了 忍着钱贵分这个惹事了这么长时间 堪称圣人啊 现在是大好的机会 有上边出面 他这婚能离得痛快 刘传明看了眼秦怀锦 见秦怀锦点头 长输一口气才开口 首长 原本我就是要跟他离婚的 只是证据还没到手 我一直忍着 大年初一说离婚也是因为 他 他 徐立功眨眼 有啥说不出来了 你说就是了 咱们都是你的证人 钱贵分看着这样的情况 心都凉了 他没想到刘传明早就想跟他离婚 刘传明低着头 脸色胀红 他怕我们前院的后窗户 看人家方式 说完 他低下头紧紧的攥着拳头 这事儿 是他从秦家拜完年回来发现的 他睡觉醒来出去喝水 就见钱贵分趴在人家后窗上往里看 他稍稍走上前 听见动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邹寻脸更黑了 他妈的 他们家就在刘传明家前面 这封老娘们扒的 就是他们家窗户 刘晓慧听了这话 也想到了 瞬间脑子充血 熬一声晕了过去 第180章一 加更 刘晓慧多纯洁一人 当初听了柳晨渝一句 亲爱的就跟邹寻要死要活的 这会被人扒了窗户根 这不是要他命吗 当时他就不想活了 晕倒的那一刻 他想了很多 更多的不是厌恶钱贵分 而是讨厌他们家那个 多管闲事的老前婆 要不是他成天在家盯着他 他们夫妻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 他们俩何至于等 中午婆婆串门的功夫忙活一会儿 就这么一次 还被钱贵分这个不要脸的扒了窗户根 他刘晓慧以后还怎么做人啊 邹寻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边还有自家的事 他一个大老爷们倒是不怕看 但是跟媳妇的床室被人偷看 这又是另一码子事了 刘传明 你们两口子干的好事 被扒了墙根的是他们两口子 偏偏这事还不能宣扬 他媳妇的性子他是知道的 等醒了还不知道怎么寻死觅活呢 刘传明也觉得没脸 钱贵分看到他发现他的行为之后 拽着他回屋 死活都要远房 他娘去世的事还没弄清楚 他怎么可能会碰他 最后只能跟他提了离婚 这一个月他被闹得不行 已经在营地宿舍住了二十多天了 没想到他今天又闹到秦家去了 想必是去让团长爱人帮着说和的 只是这人一哭二闹三上掉习惯了 求人都不会 上去就是要挟 办公室里的众人也没想到 事情的起源居然是这么回事 于是长脸黑了 伸出手指点了点邹巡 到底没骂出口 能骂啥 人家在自家床上跟媳妇亲热 没招没惹被人看了不说 现在还造谣刘传明跟刘晓慧不清不楚 要说非得说上两句就是 大年初一大白天的 也不知道有个故技 就差这一天 但是这话说的出口吗 他是领导 又关系到女同志 这话没法说啊 邹巡抱着怀里的刘晓慧 一脸的气愤 市长 要说之前我老娘没来的时候 媳妇跟姓刘的 有啥我还能怀疑 但是我老娘来了之后 除了睡觉不跟着她 平时都会不得把她双裤腰带上 她肯定不会跟姓刘的有关系的 与市长摆摆手 在场的谁不知道 钱贵分就是疯咬的 目的就是不离婚 带着你媳妇去医务室吧 以后不该凑的热闹别凑 要不也不能把这事 当着这么多战友抖落出来 她就不乏了 这个这次的教训 希望她能记在心里 改改性子 搜寻点点头 飞着脸抱着刘晓慧出了办公室 你来说说 之前为什么要离婚 于市长背着手 一脸的严肃 在她看来 离婚这事就不是闹着玩的 多大的人了 成家之后 就要对女同志负责 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 刘传明看了眼秦怀景 这事 她也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应该说出来 那边到现在还没个说法 她怕打草惊蛇 秦怀景叹气 送来柳晨瑜的手 来到于市长身边 面上没了表情 但是看向钱贵芬的眼神 像带了刀子一样 好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山河 到 把人给我看管起来 不许死了 也不许疯了 了解于市长的人会清楚 他越是没有表情 就越生气 平时笑眯眯的人 一旦动怒不见点真章 是不会把休的 好山河一击灵 出去赶紧和徐立功 把人嫁出去 见钱贵芬还要喊叫 又连忙把嘴捂住 好山河带着人走了 于市长把小河叫过来 你去联系刘传明老家的公社主要领导 这事儿 这两天就要结果 他在原地转了两圈 然后又到 县武装部也联系一下 这个情况应查尽查 不要有一丝疏漏 于市长看向办公室里剩余的下属 陈生道 这件事现在没有证据 那就去查 但是你们要明白 这不是一件小事 刘传明的母亲 如果真的被迫害 说出去 只会伤了广大人民子弟兵的心 我们的战士在保家卫国 他们的亲人在老家被迫害 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国家 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于市长说完 他扭头看向一言不发 红着眼眶的刘传明 刘传明 如果此事当真 部队会为你讨回公道 如果这事儿冤枉了你妻子 那你就跟他一起滚蛋 钱贵芬在家属区闹腾 不是一天两天了 自己的媳妇管不好 还指望 你管手底下的兵 趁早滚蛋 刘传明立正经理 声音铿锵有力 是首长 如果钱贵芬真的把他娘伺候走了 那他就应该养他一辈子 他的性格也不适合在驻地 回老家 也是对彼此都好 柳辰宇敏纯 钱贵芬当初的表现 可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的样子 他有些不忍心知道真相了 如果真相惨不忍睹 刘传明往后的半辈子 都在悔恨中度过 只是他没想一会儿 就被于市长的声音给拽了回来 柳辰宇 被人攀污 是你受了委屈 但是将人捆起来脱刑 你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又很恶劣 两相抵过 罚你关一天禁闭 你认不认罚 于市长也知道 这丫头是个敢爱敢恨的性子 他要是把胡言乱语的钱贵芬给打一顿 倒是好解决这事儿了 但他偏偏把人打了 还拖行至家属院门口 这无疑是虐待行为 影响太过恶劣 他就是不想处罚 他都说不过去 柳辰宇挑眉 关静闭这事儿他熟啊 上辈子他可没少跪词堂 于市长赏罚分明 我自然是认的 这事儿 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以后再也不会了 他就不信 这次之后 还有不开眼的 凑到他跟前耍小心思 于市长见他认错 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 去收拾收拾东西 让怀警给你选一间禁闭室 好好在里边反省 柳辰宇 您这是不是偏心的太明显了 于市长看着他的表情 没忍住瞪了他一眼 今天把他罚去禁闭室 等回家他还不知道 怎么应对他媳妇呢 第182章 他到底是谁重要吗 在场的没有一个傻子 今天的事儿出了 整个驻地家属院的随军家属 没有一个在赶造柳辰宇的谣 不说别的 大家伙都惜命啊 办公室里的人散了之后 秦怀警跟柳辰宇并排行走 柳辰宇见他不说话 低头笑了笑 做什么这么严肃 不就是一天的禁闭吗 纠察队我都进过了 真想起来柳辰宇也觉得好笑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不长 价没少干 事儿也没少惹 很多时候他都有些恍惚 有些不认识自己 难不成这就是他的本性 短短两个月 上辈子的公筹交错五光十色的世界 就跟他隔了千万年那么长 这个年代的生活简单又质朴 衣食无忧的时候 真的可以放空脑子 全身心的休息 秦怀警见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心里更憋气了 我说过 不会再让你遭遇这种事了 他说的话好像是放屁 没啥用 因为这个秦怀警 第一次有了向上爬的冲动 以前他觉着 只要让他带兵 什么职位都无所谓 有了柳辰宇这事之后 他迫不及待的想往上爬 现在有人敢去他们家闹 威胁 不就是因为他只是个团长吗 他要是市长 军长呢 谁还敢去他们家 处柳辰宇的眉头 说到底 还是他不中用 柳辰宇挠了脑脑袋 看着他一脸严肃又自责的模样 深吸一口气 朋友 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 秦怀警同志 说好的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呢 你现在思想很有问题啊 想到这儿 柳辰宇忍不住也跟着严肃起来 秦怀警 我关禁闭的时候 你也好好想想 当初是为什么要当兵的 你是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 还是为了我不受欺负 怕他钻了牛角尖 柳辰宇缓了缓语气 一样迷扬百样人 你要尊重物种的多样性 秦怀警停下脚步 低头看着柳辰宇 眼睛里是柳辰宇看不懂的情绪 没看一会儿 秦怀警低头一笑 算了他到底是谁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在自己身边 就够了 好 听你的 我一定深刻检讨 秦怀警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 他知道 刚刚一闪而过的念头 被柳辰宇捕捉 他很担心 他不想让他担心 行吧 那就走吧 给我挑一间阳光好点的禁闭室 不要离你太远 秦怀警看他 禁闭室都在后边 都很远 不过他会陪着他 柳辰宇撇嘴 好吧 那我就不挑了 你还没说 为什么要离我近点 秦怀警眼神侵略 一步一步的逼近柳辰宇 柳辰宇左右看了眼 伸出手把人推远 你说的影响 秦怀警没抬头 继续低头看他 盯着他的眼睛 没事 这附近没人 随后温柔的又问 为什么 柳辰宇被他执着的模样逗笑 踮起脚尖 勾着唇脚凑到他身前 小声说 因为我会想你啊 说完 柳辰宇不等男人反应 抬脚就跑 只不过 他到底是低估了秦怀警的反应速度 还没踏出那一步 就被拽住了 秦怀警把人扶稳 跑什么 你找得着地方 说完 拉着柳辰宇的手 右转继续往前走 柳辰宇摸了摸太阳穴 看着两人交握的手 想到刚来的时候 他想挽着人的手 他当时很严肃地告诉他 注意影响 到现在 他面不改色地拉着他 在营地里行走 虽然是把他送进碧市去 但也是极大的进步了 这一路上碰上的小战士 眼珠子都瞪圆了 揉了好几次眼睛 不敢相信 他们团长 居然牵着一个女同志 柳辰宇敏纯 他也反思过 是不是他的情感浓度太低了 相对于秦怀警 现在每个毛孔都透露出他 对他的感情 他却没有 他现在觉得秦怀警好 但是也不是不能分开 分开也不会撕心裂肺地难受 他们感情的天平 已经不对等了 柳辰宇 我这人最不缺的 就是耐性 这是两人亲热的时候 秦怀警死死扣住他时 说过的话 他想 这人说的确实是实话 要不然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也不能让他只尝了个味道 不过今天倒是个机会 他撑了 撑秦怀警的手 秦怀警 我今天都关禁闭了 你说 你要不要补偿我 秦怀警头都没回 刘晓渝不要胡思乱想 说完 他们也到了禁闭室所在地 秦怀警选了一间位置最好的 拿着扫帚 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让柳辰宇等在原地 他回到办公室 把军大衣放进禁闭室 收拾好一切之后 他牵着柳辰宇走进去 你先凑合着 等饭点我再给你送饭 柳辰宇看了眼外边的小战士 笑了笑 你的兵都在看你的笑话 刚当他收拾卫生的时候 差点把人小战士吓坏 一个劲的抢着干 只不过秦怀警都拒绝了 全部亲力亲为 秦怀警回头看了眼 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跟爱人感情好 有什么好笑话的 先有个对象在笑话我吧 光棍有什么资格 笑话别人感情好 柳辰宇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怎么没发现 你眼皮居然这么厚 秦怀警把人按到凳子上 冷笑 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慢慢了解吧 柳辰宇抬头看他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关禁闭还能吃饭 他吃了早晨饭 中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呢 秦怀他倒是不担心 孙大娘见他一时半会儿 回不去也不会饿着他 师长又没说 你不能吃饭 柳辰宇 于伯伯也没说他能吃饭吧 他无语的看了眼睛怀警 还是不要搞特殊了 就一天而已 到时候传出去 真的会对秦怀警有影响 秦怀警冷哼 不行 一顿饭都不能差 你身体不好 正是养身子的时候 吃饭不规律怎么行 说完 他抬起胳膊看了眼时间 我去找司务长 让他给你批两个小丑 虽说这事儿找厨师长也成 但是司务掌管着食堂 他怎么也得打声招呼 柳辰宇撇嘴 这不是怕对你影响不好吗 难不成你也想跟邹巡一样 写半个月的报告 秦怀警给了他个放心的眼神 在我的地盘 谁敢泄露出去 他要是按不住这事儿 他尽早别干了退位让行好了 说完 他让柳辰宇在这儿等着 他跟门口的小战士 嘱咐了些什么 小战士往屋里看了两眼 忍不住点了点头 都嘱咐好 这人才离开去打饭 第183章 亲力亲为 小战士在看向柳辰宇的第五次 柳辰宇终于忍不住了 小孩 你看什么呢 他笑着看向年轻的小战士 我好看吗 小战士一听这话 赶紧立正目不歇视 再也不敢看柳辰宇一眼 哎呀妈呀 怪不得能把团长吃得死死的 团长这媳妇 不是一般人啊 一般人谁对着不认识的 问自己好不好看 小战士是没见过这样的女同志 柳辰宇看他跟个黑兔子一样 乐了 你还没说看我干嘛呢 小战士看着前方 一板一眼道 嫂子 没啥事 他觉得自家老大肯定想多了 团长媳妇哪儿 有一丝要哭的样子 而且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跟来这儿关禁闭的人都不一样 他不说柳辰宇也没死气白赖地问 反而转头 看着铁窗外的大树 他发了没一会儿 秦怀警就回来了 来人见他情绪还好 悄悄地松了口气 过来吃饭 他把铝制饭盒放在空着的凳子上 又掏出一双新筷子 我从司务长那儿顺的 新的 用开水烫过了 你直接用 秦怀警知道柳辰宇在卫生上讲究 一开始就没想着 让他用自己的筷子 柳辰宇看着桌上的小炒肉 和蒜蓉青菜 司务长没骂你 现在根本就不让开小灶 他这次去 估计没少被司务长唠叨 秦怀警想到司务长指着他脑袋 说他七管炎的模样 不在乎地笑笑 管这么多做肾 吃上饭得了 赶紧吃 凉了之后 吃了肚子不舒服 那咱俩一起吃 我吃不了这么多 秦怀警 你先吃 吃完了我再吃 禁闭是原本就没有凳子 是秦怀警从办公室拿来的 也就两个 柳辰宇坐着一个 一个放饭菜 秦怀警就蹲在柳辰宇身前 看着他一小口一小口的吃饭 你这么看着我 我吃不下去 娇妾 我们在外出任务的时候 能吃上饭就不错了 更多的时候 是守在原地 直接抓身边的草嚼嚼就吃 不过看着这祖宗吃饭斯文的模样 秦怀警又有种成就感 他们这么拼命 不就是想让老百姓 能安心的吃饭腰 柳辰宇也听他说过出任务的地方 还惊恶脸 叹了口气 得亏有你们 要不还真不能安生吃饭 有时候 他真的庆幸穿越到七十年代 要是穿越到三十年代末 他真的会哭 不对 可能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想到这儿 柳辰宇吃饭的动作 更认真了三分 得了 吃饭就吃饭 怎么还吃出感悟了 秦怀警伸出手擦了擦他嘴角的饭里 跟他小孩一样 也不知道他之前在哪个山头生活 这样的山金腰 怪真能活下去吗 柳辰宇放下筷子 瞪了秦怀警一眼 好了 吃饱了 秦怀警见饭盒里下去的那个小卧皱眉 还没鸟吃得多 再吃两口菜 柳辰宇摇头 真的吃饱了 原生的胃不好 养胃养胃三分要七分养 他从来不吃撑 适量就好 秦怀警见他真不想吃了 也没有再强迫他 柳辰宇平时的习惯他也知道 只吃七分饱 他也怕真让他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 秦怀警拿出自己筷子 端起柳辰宇剩下的米饭 快速地把剩下的饭菜打扫干净 他收拾起饭盒 看着柳辰宇道 我就在外边 有什么事你就喊我 柳辰宇皱眉 不用 你该干嘛干嘛去 晚上带孩子们去国营饭店吃饭 我中午答应了秦玉 就一宿而已 真没必要守在这儿 秦怀警把卫生收拾好 离开前答应了柳辰宇 进闭室的门关上之后 秦怀警把手里的饭盒 交给门口的小战士 你把这个放我办公室 小战士接过饭盒 指了指进闭室 老大 这是我的活 堂堂团长抢他的活算怎么回事 秦怀警翻了个白眼 里边是我媳妇 小战士一夜 行吧 你媳妇最大 拿着饭盒转身就跑 等等 小战士一个急刹车 扭头看向秦怀警 就不是媳妇了 秦怀警伸手 照着小战士的后脑勺 就来了一下子 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去接孩子 六点 秦怀警把秦朔和秦灿 接到营地交给小战士 又从兜里掏了粮票和五块钱 全都递给秦朔 让哥哥带着你们兄弟 去国营饭店吃饭 爸爸在这儿守着妈妈 秦朔皱眉 我也想在这儿守着妈妈 秦灿点头 回去吧 这儿没地方放你们兄弟 秦怀警把孩子们送走 又回到了禁闭室门口 禁闭室里外的人都没有说话 柳承鱼坐在屋里 秦怀警站在屋外 第二天一早 秦怀警就把柳承鱼抱回秦家 一路上柳承鱼睡得结实 柳承鱼的行为非常好使 自从钱贵分的事情之后 他现在走在家属区 每个人都特别和善 还有不少跟他打招呼的 柳承鱼很满意 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安静平和 千里之外的洋装大队 柳家闹得人羊马翻 谁也没想到 贺白梅不仅没有回到京城贺家 反而带着养母 回到了他们洋装大队 突然多出两张嘴 柳家每天不是大狗 就是骂鸡 话难听的刘芳 已经偷着 哭了好几次了 好在大队很快就给刘芳分了一间宿舍 他立马带着贺白梅搬出了柳家 第一个月 刘芳手里有他娘家大哥 零行钱给的粮票 日子还算好过 第二个月 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刘芳教书 每天只有七个公分 贺白梅不上工 每天就在屋里躺着 一个公分都没有 贺白梅吃着手里的红薯干 彻底熬不住了 跟刘芳大吵一架 跑去了公社 他没有介绍信 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范围 就在公社他遇到了一个男人 第三个月 贺白梅哭着 求刘芳把工作让给他 他跟那个男人出对象了 他们家里嫌弃他没有工作 他答应刘芳 只要刘芳把工作给他 他跟对象结婚之后 就把刘芳接去县城 贺世昌再厉害 也不可能天天盯着他们 而他的对象家里 在县里颇有势力 县官不如县管 等他嫁给对象 就能带着刘芳离开洋庄大队了 刘芳这会儿 已经跟原来大不相同了 这段时间 他不仅要交书 还要下地帮着除草 发现的银丝添了不少 他看着趴在腿上 哭得死去活来的贺白梅 到底是点了头 从小宠大的女儿 他怎么舍得他难过 贺白梅成了洋庄大队村小的老师 刘芳没办法 只能每天都跟着村里的社员下地 请你离开 加根 贺白梅联系不上那个男人了 那个说 要带他见家长的男人消失了 刘芳安慰他 只要他还是小学老师 还不至于饿死 就是累了些 贺白梅却不领情 他现在满心都是怨恨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要不是刘芳出了馊主意 他们最起码还在刘家 吃的用得比不上贺家 但是比乡下要好得多 刘芳瞪着眼 不敢相信 这话是从他的小棉袄嘴里说出来的 小梅 妈妈都是为了你 要不是想把他带回贺家 他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贺白梅把书桌上的书一把推到地上 你为了我 你为了我 怎么不弄死柳成瑜啊 你就是自私 你对我好 就是因为带着我出去给你长脸 要不然 你怎么会放着亲生闺女不要 非得要我 说到底 就是你虚荣 你嫌弃柳成瑜粗鄙 情愿没有这么的女儿 刘芳捂着心口 指着贺白梅的骂道 我虚荣 我虚荣 能为了你放弃贺家的权势地位 我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你拉扯大 你生病的时候 我甚至几天几夜不敢闭眼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这些话贺白梅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这话你偏偏自己就算了 你不是舍不得我 是舍不得这么多年你的辛苦而已 我也好 柳成瑜也好 贺广林他们也好 没有一个被你放在心上 你就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贺白梅看着刘芳那张脸就恶心 他拉开宿舍的门 指着外边 冷声道 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宿舍 你要赶我走 老师不住这里不是正常吗 贺白梅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回 我把刘芳的衣裳全都扔到门外 你这么爱跟生产队的人上工 以后可以上得够了 我的公分也够我一个人吃 养了你一个月 已经人之意尽了 反正他们又不是轻生的 一天七个公分 贺白梅将将够用 刘芳被贺白梅赶出来 最后只能跟牛棚的人挤一挤 离开的时候 刘芳抬头望天 泪水顺着脸颊流进衣服里 他想不通他的小眉 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又过了半个月 有人着急忙荒地来找刘芳 刘芳 我记得你跟柳家找回来的闺女 一起回来的吧 你快去看看吧 柳家把他打死了 刘芳已经被繁重的农活 熬的脑子都麻木了 一句话他消化了半天 反应过来之后 扔下手里的锄头 踉跄着往柳家跑去 跟他一起干活的人 跟抱信的撇嘴道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都被养闺女轰出来了 一听他有事 这人还跟疯了一样的过去 要我说他那个养闺女 不愧是柳家人的种 骗了养母的工作就算了 还把人轰出来 现在好了 没人护着他那个工作也守不住 我听说刘芳家里还挺有势力的 结果现在 还不是跟咱们一样 在地里抛石 他那是自找的 他为了个养女 连亲闺女都不管 直接跟着来咱们大队 不是脑子有问题是啥 说起柳晨鱼 大家伙都不说话了 那孩子苦啊 柳家不做人 刘芳跑到柳家的时候 柳家大嫂正气在赫白眉身上打他 嗷一嗓子 刘芳冲过去把人顶开 护在赫白眉身上 他面目猙獰的看着柳家人 你们是不是人 他是你们亲生的 就让人这么打他 柳家人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赫白眉的养母 刘老太太见状 朝两个孙媳妇使了个眼色 两人上前把刘芳夹起来 拽到一边 刘老太太 这死丫头 是我们刘家的孩子 他冲撞了我这个当奶奶的 我让他嫂子教训他两下怎么了 你是他什么人 管我们家的事 刘芳 我 我是他养母 刘芳翻了个白眼 你也说是养母了 孩子都还给你家了 你还来管我们家孩子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说完 他对着大儿子道 我是他爹 我今天就说了算 给我打他 直到他签字为止 大儿媳妇见公爹都发话了 自然不会留情 赫白眉还没起来 就被他按着 又是一顿拳头砸在身上 赫白眉捂着脑袋 任由拳头雨点式的 打在身上 也不松嘴 刘芳见他一直不说话 干脆道 你不说话也没啥 我干脆把你打死 你大哥也能顶你的半 一直捂着脑袋的赫白眉松开手 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你们敢 我们有什么不敢的 你是我生的 我就是打死你 又怎么了 刘老太太见他说话魂不吝 瞪了他一眼 你不让工作也没啥 奶奶从山里给你挑了个人家 你嫁过去工作 自然你大哥就能接手 刘芳没想到 是因为工作闹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 他是你们亲生的呀 刘老太太懒得 跟这个脑袋有问题的女人说话 指了指二媳妇 说 跟这位同志说说 以前那个死丫头 在我们家什么待遇 要不是亲生的 谁还要跟他商量 老二媳妇看着刘芳 不屑地笑 我们家管女儿就是这么严格 要我说亲生的还不如小鱼 至少小鱼在家吃饭 少干活多 还能帮着带弟弟妹妹 可不要太能干 刘甫哼了一声 他敢不听话 他几天打一顿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刘芳牙刺欲裂 他使劲摇头 他从来不相信 柳辰鱼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你们居然敢这么丢我女儿 你们不怕报应吗 刘芳要不是被人架着 这会儿早就扑到柳夫身上了 他要撕了这人 贺白梅再听到老太太 要把他架到山里之后就怕了 跪着爬着地抱住刘芳的腿 妈妈 你救救我 我不想嫁去山里 你去求求爸爸 求求大舅 把我们接回去吧 不想嫁山里 就赶紧把工作让出来 以后在家伺候家里就得了 你跟女孩子上什么办 刘芳瞪了眼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要不是把她骗回来 这死丫头根本就不露面 刘芳这会儿动弹不得 泪水顺着脸颊滑下 流出一道的沟壑 最终贺白梅也没低过柳家的威胁 工作让给了柳家老大 刘芳每天都要在柳家门口 待上几个小时 荣省驻地 柳晨鱼正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草帽盖在脸上 别提多悠哉了 就在这会儿 秦淮景从营地赶了回来 男人蹲在柳晨鱼身前 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道 一会儿咱们就去京城 票位已经买好了 你收拾下东西 第185章 太惨了 关于刘传明母亲的事 原本秦淮景那边 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一点证据 现在由于师长插手 县武装部和公社同时施压 生产队那边 很快就凑齐剩下的证据了 刘传明母亲的去世 确实不是简单的因病去世 刘母只有刘传明这一个儿子 岁数还不大 平时有儿子接回家的津贴 上宫也是做的亲生活计 原本日子不错 但是刘母一直心疼儿子在外 没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又怕哪天回不来了 就自作主张给他娶了个媳妇 刘传明因为一直无法 在母亲身边静笑 对刘母的决定也默认了 老老实实地回家结了婚 只是没来得及原房 就被紧急任务叫回了部队 在见到钱贵芬的时候 他娘就没了 大队说是突发急症摔在灶台上 送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凉了 刘传明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对照顾母亲走了的钱贵芬 只能多多照顾 他惹事了 他在后边收拾 也是钱贵芬来了部队之后 刘传明才发现他的为人 对于他的行为他不认同 自认不是一路人 所以一直没有跟他远房 直到被团长点醒 他才发现母亲的去世有疑点 看着手里的电报 刘传明一个大男人 在办公室哭得撕心裂肺 于是长眼圈泛红 转身不去看他 其他军官也面路不忍 谁也没想到 刘传明的亲娘居然死得这么惨 这次的电报有部队单着 县武装部没有吝啬钱 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发来 钱贵芬刚嫁到刘家的时候 还知道遮掩 只不过确定刘传明一年到头 也回不来一次之后 他直接不演了 生产队里的每一户 都被钱贵芬讹诈过 有的时候是一把青菜 有的时候是一个鸡蛋 因为他是军属 生产队的人拿他没办法 只能忍着 这人啊 从来都是欺软怕硬的 刘母就是个好脾气的 年轻的时候 刘甫没死的时候护着 刘甫去世之后 刘传明12岁就撑起这个家 16岁去当兵之后 生产队的人更是没人敢欺负他 刘母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舒心的 跟生产队里社员相处的也好 只是这样的日子 去了儿媳妇钱贵芬之后就不见了 大家惹不起钱贵芬 就明里暗里地排挤刘母 刘母也觉得 钱贵芬的行为丢人 不止一次跟他吵架 只是他一个软了一辈子的包子 哪里是钱贵芬的对手 每次争吵 都被钱贵芬骂得窝在被窝里 哭得尚不来气 最后 这次是因为钱贵芬闹到大队长家 定不能咽下这口气 于是开大会的时候 当着整个生产队的人 批评了刘母至家不言 刘母除了在家伴媳妇骂过 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丢人过 回家两人就打起来了 钱贵芬是个标的 刘母哪是他的对手 被钱贵芬按在地上 打了得起不来之后 钱贵芬依旧没有把休 他把家里之前拴牛的缰绳找出来 套在刘母脖子上 还绑了他的手脚 把人拴在刘母的屋里 钱贵芬也没想要人命 就想着让刘母给他讨个饶 结果刘母也是个有骨气的 硬是不低头 又赶上钱贵芬娘家出事 等钱贵芬回来 刘母已经被活活饿死了 大队长的供词也很清晰 他是被钱贵芬讹诈的 钱贵芬说因为他的批评 刘母觉得现眼 绝食而亡 当时下葬刘母的时候 他是看见刘母手腕脚腕上 磨得深可见苦的伤口 他自然不信刘母会因为这个寻死 但是现在人已经死了 还是在他手底下死的 想要不被追责 最好的就是病逝 所以大队商量了下 曹操给刘母办了丧事下葬 然后给钱贵芬开了介绍信 让他离开了生产队 这会儿刘传明哭得像是一只 失去母亲的右兽 哭声悲凉 秦淮景蹲下 拍了拍刘传明的后背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刘传明都要崩溃了 他抓着秦淮景的胳膊 双目无神 老大 我娘是生生饿死的 他那会儿一定在想我 想他的儿子 为什么不去救他 于是长震怒 处理 一定要严肃处理 他指着好山河 把人压到县里 告诉他们 这事不能轻飘飘地放过 一定要那个女人偿命 原本军方就不应该插手地方的事 但是这事涉及军属 军方无论如何 都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团里给刘传明放了长假 当他回乡处理母亲的事 自从这事之后 家属去安静了不少 柳晨渝也过了几个月的安生日子 当然 除了每天依旧要死要活的刘晓慧 柳晨渝看着眼前的男人 伸手摸了摸他的眉眼 京城出事了 通讯不方便就这样 有什么消息 都要秦怀景传递 看他的模样 应该不是小事 秦怀景伸手握住他作乱的小手 拿到唇边亲了亲 亲声道 不是什么大事 但确实要去一趟 他摸了摸柳晨渝冰凉的膝盖 皱着眉 这次去了京城 让静老给你看看膝盖 已经出下了 柳晨渝的膝盖 好像还活在冬天 从骨子里散出的寒气 冰得秦怀景新凉 好 对自己身体好的事情 柳晨渝从来不会拒绝 他没问到底是什么事 转身进屋收拾衣服 这段时间 他在家学习 做衣裳 疗养身体 岁月静好的 都有些不真实了 现在好了 一下又把他拽回现实世界了 秦怀景行动迅速 柳晨渝收拾好东西之后 带上睡得迷糊的老三 去学校街上老大老二 直奔省城火车站 半路 柳晨渝看着窗外 飞速闪过的风景 笑问 是刘芳出事了吧 能让秦怀景三间齐口的人 京城好像就是贺白梅和刘芳两个了 看他的样子 刘芳出的事 应该还不小 居然有生命危险了 他是想让刘芳吃点苦头 却没想要他的命 这世上没有谁必须要爱谁 柳晨渝早就看透了这点 第186章 疯了 这世上没有谁必须要爱谁 柳晨渝早就看透了这点 真要说起来 刘芳这样不留情面的抛弃 其实还好一点 最起码直来直去 让你对他没有期待 而他上辈子父母 好像更爱钱和权利一点吧 可以爱钱 爱权利 这是人的天性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假惺惺的说爱他们 长这么大 他见秘书助理的次数 比见父母的次数还要多 他们假惺惺的爱不过 就是为了在外界 给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 爱家爱妻爱子的好形象罢了 他从小就知道了 不是吗 十几岁被一个人扔到外国的时候 他没有抱怨 穿越来到另一个世界 他也没有抱怨 当你抱怨的时候 是希望别人能知道 让自己舒畅 可是没有在乎你的人 说出来也没人会在乎 那抱怨有什么必要吗 这种负面情绪 柳成渝从来不会让他影响自己 没人爱他 他就爱自己 没人重视他 他自己重视 秦怀景坐在副驾驶 听了柳成渝的话 攥紧了膝盖上的手 刘芳和贺白眉 回到杨庄大队之后 他没找战友处理这事 这事是秦家安排的 他也没想到 刘芳这么脆弱 居然疯了 不要想太多 这次回去 就当看看爷爷奶奶 岳父说 他们都念叨你好几次了 柳成渝有时候给他的感觉 像是飘在空中 他要拼命才能抓住他 他迫不及待的 想让他跟这个世界多一些联系 就算没有刘芳的事 他也应该带着柳成渝回一趟京城 柳成渝点点头 他确实不怎么在乎 火车上 秦怀景照顾三个孩子 根本没用柳成渝操心 睡了两觉之后 一睁眼 已经到京城了 来接站的是贺世昌的警卫员小张 还有素未谋面的贺虽宁 老秦带着孩子坐罢的车 小妹跟着二哥坐 二哥有话跟你说 柳成渝看着眼前穿着绿色军装 高大俊朗的男人 笑着点了点头 结果秦怀景手里的行李 行李我拿着 你带着他们三个吧 说完 他拎着行李 跟在贺虽宁身后上了个车 秦怀景则带着三个孩子 上了小张开的车 一路上秦玉都在不高兴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跟妈妈分开坐 他不喜欢臭哄哄的男人 想要跟香喷喷的妈妈坐一起 不坐你就下去走着 秦怀景看着前面的车 一脸的不痛快 小声说 好好的 秦怀撇嘴 前边贺虽宁开着车 歪头看了眼 一脸淡定的柳成渝 这个妹妹找回来之后 他还没见过 我们好像只通过一次电话 柳成渝看向他 点点头 准确来说 是三次通讯 一次电话 两次写信 正月初五的时候 他收到了西北寄来的包裹 对照单子上的日子 这个包裹在路上 飘荡了近一个月之久 过年的时候 他给阳城 西北还有京城 都回了年里 回礼自然不能不写信 所以 这算是三次通讯了 贺虽宁仰头大笑 他一手扶着方向盘 一手摸着下巴上的胡茶 看来你的性格 跟奶奶真的很像 二哥相信 你跟奶奶会相处得很好的 说完 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信封 扔给了柳成渝 突然飘过来一样东西 柳成渝吓了一跳 赶紧伸手接 给我的 柳成渝捏着信封 不用看他就知道 里边是大团结 我跟你嫂子 给他见面了 少了别嫌 他出发之前 妻子塞给他的 也叮嘱了 万事有伤有量 不要跟个狮子一样 动不动就发脾气 柳成渝歪头看他 贺虽宁跟贺广林的长相 简直是南辕北辙 贺广林不管那里如何 外表一看就是温润君子 而且跟自己长得很像 眼前的这个二哥就不一样了 他长得更舒朗 扑面来的阳光 眉眼能看出几分 贺世昌的模样 说话也跟他的人一样开阔 柳成渝老神在在的 把钱收进口袋 帮我谢谢二嫂 不嫌少 贺虽宁就喜欢妹妹 这场快劲 一家人有什么好谢的 一会儿我把你送奶奶家里去 医院你就别去了 贺家现在没人不知道 柳成渝跟刘芳的关系不好 他这次能回来 已经不错了 没必要再去医院 柳成渝摇头 去吧 九十九步都走了 还差这一哆嗦 他也想看看 人到底怎么了 也算给原生看看了 贺虽宁挑眉 也称 他现在状态不好 谁都认不得了 昨天晚上 他连夜赶回来的 凌晨到了医院 看着往常穿着得体的母亲 突然变得疯疯癫癫了 他甚至有一瞬间的恍惚 你没有立马 让父亲处理了柳家人 为的就是这会儿吧 贺虽宁点了根烟 叼在嘴里 漫不经心的问 柳成渝笑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 不过你做的没错 他妈只是经历了几天就疯了 柳成渝受苦受罪了这么多年 还坚强的活着 可想而知有多难 贺家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立场去责怪他 就连他妈刘芳也没有 柳成渝已经领略过贺广林的人前 铁面无私人后宠妹无边的样子 现在听贺虽宁这么说 只觉得原来这才是贺家人的常态 刘芳那样的才是不正常的 贺虽宁见他一直不说话 叼着烟幕式前方 声音悠远 你不要去恨他 恨也是需要能量的 一个人的能量有限 与其用来恨一个不重要的人 不如学会如何去爱人 不爱人爱己也好 恨一个人无疑是辛苦的 柳成渝沉默半赏 有时候我很怀疑 你们是不是他亲生的 怎么一个两个弟都把这件事说得轻飘飘的 贺雪亭无条件的相信他 贺广林和贺虽宁也一样 他着实有些不明白了 贺虽宁又吸了一口烟 勾起唇角 语气轻松 母亲生了我们 你是我们的血亲 没有一个是外人 今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可是痛 这件事就不做了吗 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受委屈 很遗憾的告诉你 不管是我 大哥大姐都做不到 更何况 母亲这次做的真的很离谱 让她去生产队 我觉得没什么 我跟大哥的工作 没有一个比在生产队上工轻松 包括父亲也一样 就连大姐 当初进文工团的时候 也是跟着大部队上山下乡的慰问 没有一个喊苦喊累的 我们贺家人 最重要的是 分得清看得明走得稳 这话你也记住了 这三点记住了之后 以后遇到再多的困难都不是事 说着话 军区医院到了 贺虽宁踩下刹车 转头看向柳辰鱼 你要是不想见他 我现在还可以把你送回去 第187章 真风假风 柳辰鱼笑了笑 难不成在你看来 这点小事我都不敢面对 还是你觉得我会良心不安 贺虽宁看了他一会儿 慵懒地吸了一口烟 摇下车窗 朝夜空中吐了的烟圈 柳辰鱼 我是你二哥 不是你的敌人 不管如何 我都希望你能好 这个妹妹确实受了委屈 这是事实 他们除了对她的疼爱 就是愧疚 她能过得好 他们心里也好受险 好啊 二哥 那咱们现在就进去吧 柳辰鱼就喜欢这样 直来直去的人 有什么话直接说 整天都那些弯弯绕出了心泪 还能做什么 成 去五楼问值班护士 让他带你过去 柳辰鱼点头 下车之后 扶着车门 看着贺虽宁到 让小张把他们送去招待所 这么晚了 他们没必要跟着我跑一趟 刘芳不管是疯了还是病了 吓到小孩子怎么办 让秦淮景带着人去招待所 比什么都好 贺虽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低头一下 小鱼儿 秦淮景是你男人 应该陪你面对 他把手里的烟掐灭 深吸一口气 再说了 家里这么多房间 还住不下你们 去什么招待所 柳辰鱼摇头 我家里的事 我不希望他插手 就像秦家的事 他不插手一样 贺虽宁见他有成全 也不会强迫他 那我把他们送回大院 组织上给安排了新保姆 不会再出现以前的那种情况了 时间不早了 柳辰鱼也不跟他较劲 点头道 也成 三个孩子住一间屋就成 见他答应 贺虽宁让他先上去 紧接着一个帅气的白尾 把车停在医院门口 然后下车 朝后边小张开的车走去 小鱼安排你们先回大院 他自己一个人上去就成 秦淮景望着窗外 已经要看不清的背影 点了点头 你多看着些 贺虽宁看着一脸担忧 却没有违背柳辰月安排的男人 作了作牙花 要不是他早就认识秦淮景 他都以为要换了个人 大名鼎鼎的秦淮景啊 什么时候这么听话过 你放心吧 那是老子的亲妹妹 说完 也不等秦淮景反应 直接转身离开 他还没适应小妹结婚的事实呢 泽泽 怎么看这个妹夫 怎么不顺眼 秦淮眨眨的眨眼 同情地看着他爸 秦淮说不出话 但是神色也很难说 就只有秦淮 像是少了根筋一样 转头笑嘻嘻地跟秦淮景说 爸 他不喜欢你啊 秦淮景的脸 瞬间就黑了 秦淮看了眼老爹 越来越黑的脸 赶紧谈了老三一个脑壳崩 就你话多 把窗户摇上去 要开车了 秦淮捂着被弹了的脑袋 瞪了一眼大哥 大哥再打我 我就告诉妈妈 他的话又没错 刚刚那人就是不喜欢他爸爸呀 秦淮 你个告状金还有理了 那是妈妈的二哥 他要是不喜欢爸爸 怕是你以后都没妈了 这个二舅舅 可比大舅舅锋利多了 当初见到大舅的时候 他都没害怕 今天见到这个笑眯眯的二舅舅 却吓得不敢说话 秦淮张大嘴没反应 秦淮倒是瞪大眼睛 然后狠狠地拍了老三一巴掌 被大哥二哥双打的情欲 说实话 还有错了 不过 他也是真不想换妈妈 现在的妈妈多好 跟着他吃得好穿得好 还没人骂他们 如果妈妈再跟爸爸求求情 把每日晨练取消了 就更好了 秦淮景的脸黑了白 白了黑 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 对小张道 咱们走吧 小张被后边三个火宝 逗得一直憋笑 这会儿听了秦淮景的话 立马发动车子 往大院开去 柳晨鱼上了五楼 找了值班护士带路 来到了刘芳病房门口 刘芳用的是贺世昌的待遇 住的单人病房 所以 现在都晚上八点半了 病房里吵吵闹闹的 也没有被护士轰出去 要我说 不管真风假风 疯了就好 总之比之前清醒着做疯事强 对啊大哥 小妹疯了就能回来了 咱们再让妈去找找妹夫 之后 咱们还是一家人 这几个月 京城有点门路的人家 谁不知道 贺家和刘家闹崩了 刘芳都被送去乡下交书了 刘家几个走仕途的这几个月 处处碰壁 以前没遇到过的糟心事 这几个月通通碰了个遍 家里人难免埋怨脑子不清楚的刘芳 贺家做的也算可以了 假孩子 你养了这么多年 舍不得还回去 也让你养了 但是 你也得清楚假的就是假的 什么事 遇上亲闺女 也得往后退几步 可是刘芳干啥了 好好一个闺女 让假的给祸祸了 还护着假的 这不是脑子进水了是啥 她好好的日子 过腻了就算了 她已经疯了 后半辈子能不能清醒还不清楚 现在说那些有什么用 最开始出生的女人 语气里充满了恶意 那也是她自作自受 当初爸妈给她安排的这么好的副家 她自己不珍惜 连累大家 我们还不能说一句了 真希望还是刘芳作威作福的那些年呢 别以为他们不知道 自从小妹出世 贺家就来了贺世昌 还有贺虽宁 贺家其他人连面都没露 他们小妹啊 已经彻底被贺家咽弃了 也不知道 大哥一天天捧着小妹的臭脚丫子有什么 还不是一天天在那个职位上打转 这话一出 屋里的人又吵吵起来了 柳晨鱼挑挑眉 看来里边都是刘家人了 她抬手看了眼时间 决定不等他们吵完 直接开门一看 嗯 果然没有一个人似的 病房门被突然推开 屋里吵闹的众人立马驻声 不约而同的扭头看向柳晨鱼 穿着白衬衣 裹字脸的男人皱眉 同志 进错屋了吧 这里是特护病房 之前说话刻薄的女人 上下打量柳晨鱼 看她穿着不似一般人 向下撇的嘴角立马扬起来 小同志找错病房了吧 也是这一片都是特护病房 找错了也正常 你找谁 我带你去 我小妹在这住院 这一片住的我都熟悉 第188章 人各有命 端午已过 天气越来越热 柳晨鱼这次出来 带的都是秦怀锦给她买的绸缎料子 火车上她穿的就是普通的长裤衬衫短袖 下车之前她换了身衣裳 裤子和上衣都是重磅真丝的面料 版型是柳晨鱼自己设计的立体剪裁 裤子是高腰设计 衬衫也是慵懒风 整个一套穿身上 特别显身材和气质 刘萍一看柳晨鱼这身衣服 就知道 眼前人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 保不齐就是特护病房这边 每位老领导的女儿 秉着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 她自然要热情招待 万一以后用得上呢 柳晨鱼一脸淡定 伸出手指了指他们身后 我是来探病的 刘萍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纳闷的看着柳晨鱼 你是刘老师以前的同事 现在的老师都这么年轻漂亮吗 刘薇皱眉 她好像知道 眼前这位漂亮女同志是谁了 见大妹还要说话 她伸手拽了她一把 刘萍不高兴的转头看向她 大哥 你拽我干嘛 刘薇心里叹了口气 大妹还好意思 天天在家闹疼爸妈 为什么当初给小妹介绍 贺世昌这么好的人家 给她就找了的木工 都是亲姐妹 怎么就这么偏心眼 可是她也不想想 当初让她念书 她念不下去 人家贺家找了媳妇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学历的 她从一开始就不合适 没有刘芳也轮不着她 刘萍可能明白 但就是不甘心 每年不闹腾两次都过不去 现在刘芳疯了 刘萍这个当姐姐的 不知道心疼 还冷嘲热讽 这是小妹的闺女 大哥 你说什么胡话呢 雪婷我还不认识 她话还没说完 想起她小妹 还有个找回来没多久的真闺女 你居然还有脸来 刘萍声音猛地扬了上去 奸细的声音 震得墙角的蜘蛛 往上的蜘蛛都抖了两抖 然后快速爬开 够了 你说的什么话 她为什么不能来 里边躺的人是她亲妈 刘萍瞪着刘萍 脸色难看 这个妹妹说话不过脑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管眼前这个外甥女 跟刘芳的关系如何 贺家重视她 那就够了 这个妹妹还嫌得罪贺家 得罪得不够狠吗 刘萍张了张嘴 神色善善 那个 那个外甥女啊 大姨就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别跟大姨一般见识 说完 她从大哥手里 把衣角拽出来 往身后的病床上指了指 你妈打了针钉剑还没醒 你过来看看吧 她扭头一看 刚刚围在病床前的众人 早就让开了 就等着柳辰渝上前探望 刘萍咬牙 这帮见风使舵的人 柳辰渝面无表情 缓步上前 来到刘芳的病床前 垂眸看向病床上的女人 短短三个月没见 刘芳好像老了二十岁 脸被晒得黑红 原来不见一根银丝的头发 已被染上双色 刘萍见柳辰渝不说话 赶紧道 你妈可是受了大罪了 都说母女没有隔夜仇 你妈现在都这样了 你就跟你爸爸说说 让她以后都留在京城吧 刘萍再魂不令 也知道 刘芳只要在贺家一天 他们就能跟着沾光 所以忍着恶心劝柳辰渝 她是柳辰渝生物学上的母亲没错 但是我跟她二人之间 并没有什么交情 我也不觉得 自己能够劝老贺 把人接回来 她又不是有毛病 都算她对得起刘芳给的原生的一条命了 这话说得屋里的人齐齐皱眉 刘薇没说话 刘萍还想再劝劝 还没张口病房门又被推开了 这次进来的是贺虽宁 相比第一次见面不熟悉的柳辰渝 还是从小打交道的贺虽宁 更让刘家人心里踏实 虽宁啊 你来了 你快劝劝你妹妹 让她跟你爸说说 让你妈留下吧 洋装大队 你妈真是不能再去了 那地方吃人啊 刘芳去了三个月人就疯了 再送过去 就怕再过两个月 就听到她的噩耗了 人活着总比死了强 贺虽宁来到病床前 看了眼书叶萍 确定还没书完 这才转身笑着跟众人打招呼 她走到柳辰渝身边 众人都以为她要劝说的时候 她转说道 大姨真是看得起我 爷爷奶奶的决定 什么时候轮着我们这些小辈质疑了 至于我妈之后是留在京城 还是回去洋装大队 这个要看医生怎么说了 刘家人的心忍不住沉了又沉 刘方的二弟忍不住责怪贺虽宁 虽宁 不是二舅说你 你妈是亏对你妹妹 但是可没有对不起你们兄妹 你们兄妹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妈受罪呢 二姐好说歹说 也得贺家生儿育女 操持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贺家凭什么把她扫地出门 柳辰渝翻了个白眼 想要说什么 贺虽宁按住她 笑着说道 我妈具体 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 就算之前不知道 这都两天了 你们打听一下 也能清楚吧 她一手插着裤子口袋 一手按着柳辰渝的手 目不转睛地盯着刘未导 大舅 据我所知 再艰苦的环境 也不可能三个月把人逼疯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国家这么多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社员 估计没几个好的了 你说是吧 事情的来龙去脉 父亲已经电话里 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了 现在事情变成这样 能怪谁呢 母亲要是不把工作 让给那个白眼狼 乡下的日子 就算难过 也不至于过不下去 疯恶的原因 还不是因为亲眼看到了 小妹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内心受不住 这才崩溃了的 大舅你们的打算我都清楚 官员升迁但拼本事 我跟大哥二姐 尚且需要自己拼命 更别说贺家的殷亲了 人啊 还是得自己努力 底子才不虚 贺虽宁看不上一切脑子不清楚 做事优柔寡断的人 第189章 养仗 刘未看着这个外甥 眼神复杂 贺家几个孩子 他没少接触 在他的心里 贺雪婷是最好说话的 其次就是贺虽宁 跟这两个孩子相反的就是 看起来温和有理的贺广林 跟贺广林打交道 会让你有一种 如沐春风的感觉 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他身上有贺家老爷子的 所有特质 杀法果断 手段强硬 最不好说话的 就是他了 可是今天贺虽宁这一番话 又把他一直以为的情况推翻了 别看贺虽宁 一直大大咧咧 什么都不在乎 没心没肺的样子 实际真打起交道 触及到贺家的时候 他跟贺广林 其实没什么区别 真不愧是亲兄弟 都是扮猪吃老虎的狠人 拉住要充长辈教训人的二弟 刘薇笑着看向贺虽宁 老二 虽宁的话说的没错 你做人舅舅的 不要为难孩子 随后 转头又跟贺虽宁道 也是我跟你二九不争气 不过你放心 我们刘家人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咱们肯定能给 你跟广林还有雪亭 还有 他温和地看向柳陈渝 笑着问 你叫陈渝吧 舅舅们争气 不给你们几个丢人 争取给你们当后盾 贺虽宁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笑道 那我们以后就指望着舅舅了 刘薇这话 也就是客气一下打个圆场 他们兄弟哪儿 有那个本事 让贺家人依靠 不说别人 就眼前这个外甥 只要转业回来京城 最次也是个公安局长 哪是他这个鹅舅舅比得上的 更别说他那个大外甥了 他尴尬的笑了笑 拉着刘萍的胳膊道 你姥姥还在家等咱们的消息呢 我们就不留了 你有空带着陈瑜过来 看看你姥姥 提到刘家老太太 贺虽宁脸上的笑容 争执了不少 笑着把人送走 回到病床前 低头看着床上的人 无奈道 妈 我带着小妹过来看你 我跟你说一声 柳陈瑜站在床尾 抱着胳膊 看向病床上的人 只见病床上虚弱的妇人 眼珠转了转 但是最终都没睁开眼 贺虽宁 哎 他对柳陈瑜道 看也看过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的话 今天咱们就先回家 柳陈瑜笑笑 垂眸看着床上的女人 语气漫不经心 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若真疯了 那以后他跟我就两不向前了 要是假疯了 只要不再次惹到他面前 他也不会做什么过激的事 毕竟咱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说完之后 柳陈瑜静 直朝门口走去 贺虽宁没想到 小妹居然会这么说 他叹了口气 跟在柳陈瑜身后 撞死不经意倒 也是 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等到失去了再后悔有什么用 这世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自己走的路 跪着也得走完 回答贺虽宁的是沉重的关门声 还有病床上女人 顺着眼围躺进发间的泪 那个打了镇定计的女人 到底正开了眼睛 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 谁也不知道 他究竟在想什么 柳陈瑜上了车 看向副驾驶的男人 勾了勾唇脚 语气里满是嘲讽 你这番话 怕是瞎子 说给笼子听了 二哥 贺虽宁从来不怀疑柳陈瑜的聪慧 他发动车子 一脚由车子 划出医院 被你看出来了 他的演技 有这么差吗 柳陈瑜哼笑 演技差死了 你还是好好当兵吧 演员不适合你 贺虽宁耸了耸肩 满脸无辜 你放心 我们驻地的文工团名额已经满了 你只能等你二哥我转业的时候 在舞台上看见我了 怎么想不开 一定要去站桩 柳陈瑜这话说得十分不客气 但也十分客观 贺虽宁愿念地看了他一眼 真是无情啊 小妹 随后又笑着说 妈的情形 也看到了 有什么想法吗 柳陈瑜摇头 我有什么看法 有病就去专科医院看病 没病该去哪就去哪 他转头看着贺虽宁 眼神默然 我在病房说的话 一直算数 要不是刘芳一直跑到他面前蹦的 他是不会管他的 刘芳给了原生一条命 原生给了他一条命 放过刘芳 也是放过他自己 他至少不自责 当然 他也没想过原谅 一条生命的距离 说原谅太飘飘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改变主意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奶奶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真是疯了 那就去第三医院调养 如果治好了 没事 就会洋装大队 柳陈瑜挑眉 第三医院 那是哪里 他就在京城待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还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京城 这些医院的区别 贺虽宁握着拳头 在唇边挡了下 然后倾咳两声 神经病医院 柳陈瑜 他真的以为是疗养院 没想到 居然是神经病医院 这样的话 刘家肯干吗 他想起进病房之前 刘家人的谈话 斜了眼贺虽宁 如果他们想把人接回去 我也没意见 他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 还没有丧心病狂到 把一个正常人 送到神经病医院去的想法 就算是书里的世界也一样 贺虽宁翻了个白眼 美好气道 好家伙 你是大好青年 我们贺家就是能眼睛都不眨的害人 好歹是他们亲妈好不 就算从小不在一起长大 血缘关系也斩不断 他们每个孩子小的时候 都是向往过母爱的 只是大环境和后来的种种原因 他们三个都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 柳晨鱼失笑 那倒也没有 毕竟我见过大哥 他比你还是少了些 土匪气质的 这话他没敢说 他这人一生气 把他扔路边 让他一个人腿着回大院 只是贺虽宁是谁啊 柳晨鱼没说完的话 直接就在他脑子里补群了 这要不是亲妹妹 他好歹的把人拽下去练两下 你这丫头的嘴我算是领教了 我跟你们家秦怀警干的活差不多 难不成他也跟土匪一样 大哥跟他一文一武 南辕北辙的能一样吗 打比方也得拿现成的例子吧 第190章 随时随地大小眼 贺虽宁这一说 柳晨鱼脑海里立马浮现出秦怀警的脸 那张脸跟平时的冷肃近欲不同 在柳晨鱼的脑海里 续着落腮胡 拿着大砍刀 活脱脱一个土匪的模样 看到这个形象的秦怀警 柳晨鱼忍不住笑了出来 贺虽宁嫌弃的看了眼柳晨鱼 忍不住又做了做牙花 这个表情真的让人很不爽 当然 他不爽的是秦怀警 而不是他妹妹 你也差不多点 知道你看上那小子的脸了 但也不要当着哥哥的面 跟个花痴一样成吗 柳晨鱼伸手捂住脸 小声道 抱歉 实在是秦怀警 如果变成那个形象太好笑了 我一下没忍住 贺虽宁翻了个白眼 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的都差不多 跟野人似的 估计跟你脑子里的形象 也差不了多少 再说了 秦怀警也就是那张脸 长得无辜了点 真要动真章的 手黑着呢 不比土匪好到哪去 反正你放心 咱们贺家人别的不说 真要是犯事了 不用国家出手 咱爷爷都不会放过咱们的 老爷子一辈子嫉恶如仇 真要是杀人放火 老爷子就能把他们的屁给包了 至于你说的 刘家把人接回去 估计也是不能够了 咱家老的都放话了 就咱们两个舅舅那点胆子 还真不会违背 刘家这么多年了 靠着贺家 才能在京城站住脚 没了他妈 还有他们兄妹 他们不会做那么糊涂的事 充其量 就是快活快活嘴巴 柳晨宇点头 没见到老贺啊 他不愿意再提起刘芳这个人 转问起贺世昌 大军区有事 没时间过来 昨天出事的时候 把人接回来 耽误了不少工作 今天晚上 贺世昌都不见准能回家 柳晨宇 那明天 你带我们去见老人家 贺虽宁伸手点了点他 什么老人家 那是爷爷奶奶 他们一直想见你 这段时间 没少给我跟大哥打电话 问你的情况 说到这儿 贺虽宁语气有些沉重 爷爷奶奶跟白梅相处的很少 以前他爱生病 很多时候都是在家里 逢年过节的 也就除夕的时候能见一面 这还得赶上爷爷奶奶都在京城 要是不在京城 他妈几年都不会让贺白梅 去看看爷爷奶奶 主要是爷爷奶奶 不太喜欢白梅 贺白梅太娇气了 跟贺家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 与其说不喜欢贺白梅 不如说是不喜欢 他妈把孩子带成那样 以前堂妹堂姐一到暑假 就来奶奶家 爷爷会把我们全都打包 扔到军营里 我们从小就是在那里 边摸爬滚打过来的 只有白梅 他一次都没有去过 可能贺白梅也想去 但是他妈不肯 每次奶奶提起来 他妈都要抱着白梅 在爷爷奶奶面前哭闹一场 弄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 次数多了 奶奶也就不提了 柳晨鱼听了 没有别的感想 这样的事 确实是刘芳能做出来的 只是对于贺家二 老养孩子的做法 有些感慨 你们也挺不容易啊 这要换成他 他是做不到的 他记得小时候他摔一跤 都能哭得死去活来的 这要是放军营里 估计占军资 就能折磨死他 贺虽宁倒是觉得没什么 也可能是习惯了 你放心吧 你才回来 奶奶才舍不得这么对你呢 贺家这个大家庭里 没有一个人 有柳晨鱼吃苦多 家长怎么舍得再让他辛苦 柳晨鱼笑笑 希望吧 说话间 两人回到大院 柳晨鱼看着眼前的小红楼 恍若隔世 他原本打算 再也不回来这个地方来着 可见 人不能太早的立flag 迟早会被打脸的 秦家三个小家伙 吃过饭 就趴在沙发上等柳晨鱼 听见汽车熄火声 一个个跟小炮弹一样冲了出来 妈妈 妈妈 秦怀紧跟在他们身后 见秦玉要冲到柳晨鱼身上的时候 伸出手拽住他的后脖领子 冷声道 你多少精心里没数吗 往你妈妈身上一撞 他能受得了 秦硕和秦灿 听了爸爸的话 赶紧在柳晨鱼身前停住脚步 笑着问 妈妈 还出去吗 柳晨鱼摸了摸他们的脑袋 笑着往屋里走 这大半夜的了 能去哪 又看向身边抱着孩子的男人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让他们去睡觉 秦怀紧温柔地看着柳晨鱼 道 他们是担心你 秦硕看了眼爸爸 深吸一口气 没拆穿他 从他们吃完饭 爸爸就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也不给他们弄洗脸水 秦硕当然也担心妈妈 所以就没有提醒爸爸 那边怎么样 秦怀紧在餐桌边坐下 保姆给赫虽宁和柳晨鱼 单独热着饭 等他们回来了 立马就端上来了 柳晨鱼端起碗 拿着筷子思索了一下 摇摇头 说不清 有没有问题 这得看大夫怎么说了 赫虽宁扒了一口饭 看着这两人旁若无人的样子 忍不住在桌子下边 踢了秦怀紧一脚 哎 没看见二舅哥 说完 又把兜里准备好的小红包 给三个孩子 一人发了一个 然后让保姆 带着他们去洗漱 最后 手里拿着一个大的 不怀好意的看着秦怀紧 他可都听爸爸和大哥说了 这人没有改口肺不喊人 这不他提前准备出来了 就等着秦怀紧张嘴了 秦怀紧还能不知道 赫虽宁的恶趣味 没跟柳晨鱼结婚之前 赫虽宁见了他 都得喊一声怀紧哥 娶了柳晨鱼之后 他成了自己的二舅哥 这个便宜不找回来 他今天晚上 肯定的睡不着觉 秦怀紧倒是没有想 他原本想好好嘲笑他一番的 但是看他这赴死人脸 立马什么兴致都没了 他撇了撇嘴 扭头问柳晨鱼 你平时跟他相处 不觉得无聊吗 赫虽宁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柳晨鱼咽下嘴里的饭菜 拿起公块 给他加了一筷子的菜 二哥多吃点 赫虽宁看着碗里的饭菜 端起碗摇摇头 嘖嘖 真是有了男人忘了个 你这是堵你二哥的嘴啊 柳晨鱼 他是真没想到 赫虽宁真的有细经的潜力 随时随地大小眼